男孩只是从女生宿舍路过 没想到却被学姐举报成了偷窥狂 甚至她还拍视频发微博将男孩网报 可没想到遭到网报的男孩却是不怒烦笑 只因他们不知道的是 你其实是个双目失明的救火英雄 此时魔督大学女生宿舍中 林友友正激动地盯着自己的手机 因为她发布的微博 受到了一个千万粉丝女明星的责发 从而引来了上百万的月 一想到自己的一条微博 就能引发如此大的热度 林友友就忍不住头脑发热 想到了另一个主意 因为她曾经听闻 自己学校的某一届女生 就是依靠着这种手段 不仅让下头男被开除学籍 而且事后还被保送了研究生 要知道今年大四的林友友 之所以没有出去实习 就是因为她想考研究生 可奈何她的学习成绩不好 却偏偏又不想努力 所以她想趁着这次难得的机会 来为自己获得清华美院保研的资格 想到这的林友友 不禁越想越兴奋 但是眼下的她 却是又遇上了一个难题 那就是如何让网报的声音 扩散到学校 可正当她感到为难至极 她手中的手机却忽然想了起来 您好 我们是微博女性 权益关怀中心的 对方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 便非常直接地告诉林友友 他们已经掌握了 偷窥男的所有个人信息 询问着林友友需要与否 而这也恰巧解决了 林友友的难题 于是她赶忙客气地表示 非常需要 很快林友友就拿到了 一份详细的信息 于是在挂断电话之后 她马上就将偷窥男的人肉信息 发送到了微博上 姐妹们 我已经通过官方渠道 拿到了偷窥男的个人信息 是魔都大学大三法学系的学生 名字叫做杨锦荣 我这还找到了她的照片 没想到这条微博已经发送 便再度引发了一波热论 随之而来的浏览 转发评论 也全都在快速飞涨 而林友友也趁着热论 继续公布着你的个人信息 包括你的身份证照宿舍地点 以及手机号QQ号的 全都被一股脑的曝光了出来 而随着你个人信息的曝光后 同时慢慢的声音 也是越来越多了起来 呸 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 谁知竟然偷窥女生宿舍真下头 好恶心的偷窥男 看到这种人就想吐 姐妹们 我们快把偷窥男的手机和QQ给冲了 不仅是漫霸声不断 同时还有着更多的微博女权士 对着你的手机号和QQ号 就发起了网报 而被无数女权士称作偷窥男的 此时却才刚刚回到宿舍 并且因为今天刚好是周末 宿舍里也是一个人都没有 于是你摘下墨镜 顿时一张帅气的脸 就立刻呈现了出来 只是可惜你那双原本深邃的眼眸 此刻却是似乎无法撑开 你试着睁了睁眼 却只能看到一片白光 随即你摇摇摇头 拿出了刚刚从医院开出的药物 凭借着感觉 一点点的涂抹在了双眼之上 然后才又戴上了墨镜 而你从小虽然在孤儿院长大 可你的性格却从小就很好 不仅热于助人 还从来不麻烦别人 而你今天的眼睛受伤 其实也是因为在去校外买东西的时候 脑海中的记忆 才跌跌撞撞地摸回了宿舍 可就在这时 你的手机短信却是突然响起 于是你下意识地掏出手机 却忽然意识到自己看不见 无奈只能打算呼叫一下手机助手 替你读一下短信 可还不等你开口 手机叮咚叮咚的短信提示音 就如同机关枪一般不断响起 还没等你反应过来 紧接着手机铃声 也是跟着响得起来 你摸索着接通的电话 才刚准备开口 没想到对面那头 尖算的谩骂声 就已经传了过来 就你他喵的叫杨锦荣是吧 偷窥男 你怎么不去死啊 顿时你只觉得一头雾水 搞不清楚 自己怎么突然就成了偷窥男 可还不等你发问 对方就已经挂断了电话 于是被骂得莫名其妙的你 心情也变得糟糕了起来 这时电话铃声再度响起 依旧是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下头男 你赶紧去死吧 你妈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畜生 偷窥女生的猥琐男 这要是放在古代 你也就是被阉割的命 死变态 再次被莫名其妙的辱骂 你不禁整个人都麻了 随后你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仔细地回想起了今天的细节 突然你总算是明白了过来 就在你之前回宿舍的时候 因为学校忙到铺设的问题 所以导致你迷路了 那时候就有一个女孩的声音 骂的就是你偷窥女生之类的 而且任凭你朝对方解射半天 对方就是不信 还扬言说 要录视频发到网上网报你 看现在这个情况 对方恐怕是不仅将你给网报了 甚至还把你的手机号 给人肉曝光了出来 随后各种的消息提示 纷纷在你的耳旁 狂轰烂炸了起来 于是你索性关掉了手机 反正现在的你什么都看不见 能做的 也只是摸索着 躺到床上休息了起来 与此同时 网络上的舆论也是彻底发酵 不仅在微博平台登上了热搜 甚至还被转发到了 其他的视频平台 并且热度也是居高不下 不少逗音大博主 也纷纷截取了部分的视频图像 开始了带节奏和蹭热度 其中最严重的 就有着几千万粉丝的大博主新闻节 他在第一时间就蹭上了热度 表达了自己的一份填膺 而在他的评论区下 也大部分都是骂骂的声音 并且在评论区里 也同样有着那些泄露出来的个人信息 当然其中偶尔也有着质疑的评论 咱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个男生真的就是个盲人 但很快这样的评论 就被谩骂所覆盖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女孩子是不会拿自己的清白来开玩笑的 而且你能和偷窥男共情 肯定也不是什么好鸟 而在微博上 林友友则是再一次的发布了条消息 只不过这次是他自己录制的声音 并且还带着断断续续的哭腔 我从未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自己发视频维权 结果身为被偷窥的受害者 居然还遭到了网友们的质疑 但是我不会就此放弃维权 因为现在这件事情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我考研的状态和心情 原本的我已经是自信满满 有着100%的把握 能够考上自己众议的学校 而今天这件事情的出现 让我心态变得不再稳定 并且我感觉自己好像抑郁了 可能我会因此考不上研究生 但是我的学识教会我 遇到麻烦 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 和邪恶的人斗争到底 我发誓 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 更何况 我一个女生 是绝不会拿自己的清白来开玩笑的 我已经准备报警了 我一定会为全体女生的权益斗争到底 将她送进监狱 并且在视频的最后 林友友还特意地补充了一句 不好的评论 我会删除 而这再一次的推波助澜 也是将这件事情的热度 再次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现在不单单是 全网各大自媒体平台 转发热议此时 就连现实中这件事情 也都在魔都大学里传开了 此时魔都大学的校长办公室中 校长正紧急召集着 几位副校长和主任召开会议 而法学系的领导和辅导员 也都被叫了过来 就在众人大眼更小眼之际 年近40的辅导员 率先打破了沉默 其实杨景荣平日里表现挺好的 无论是班机还是宿舍 都多次帮助过同学 就连平日里有什么活动 他都会积极地参议 没理由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事情 见话题已经被打开 于是几位主任 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可这件事情已经压不住了 最终肯定是不会善了的 而且那女同学 现在还报警了 关键是从她给出来的视频来看 那位男同学 确实存在着脱窥的嫌疑 这样给学校抹黑的学生 就应该直接开除学籍处理 可这男生都大三了 若是被开除学籍 恐怕他这辈子就毁了呀 各位谨慎决定啊 一时间几位主任争论不休 可突然一位满头营发的老者 却是敲开了房门 而刘校长在见到来人后 顿时也换上了校围 连忙将老院长给请进了办公室 这时老院长才将背着的双手伸到了身前 只见在他的手中 此刻正有着一面锦旗 并且上面还写着 善得永存这四个字样 随后老院长见众人一脸茫然 也是将锦旗的事情给众人说了一遍 说完后老院长便也没再停留 只是嘱咐着刘校长帮忙寻人就离开了 并且锦旗也没有留下 说是他要亲手将锦旗送到那位同学的手工 在老院长离开后 在场的众人也不由纷纷扎舌 这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 同样都是男同学 有的就不顾自身安危涉险救人 而有的却不知廉耻偷窥女生 这位涉险救人的同学 咱们一定要着重表扬 这锦旗来的可真是及时啊 正好可以替学校弘扬正能量 用来打消这次舆论事件的恶劣影响 至于那位偷窥女生的学生 咱们也应该严肃处理 这件事情已经基本定调 刘校长也是做出最后的总结 并且安排到 嗯 放心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但同时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这样吧 我们还是尽可能的低调处理 先由我们联系那位叫林友友的女生 然后内部调查清楚情况再说 很快还在宿舍准备另一篇小作文的林友友 就收到了让她前往校长办公室的通知 可林友友却没有第一时间就前往校长办公室 而是先将自己性感的衣服 换成了不怎么合身的居家服 再给自己画上了个暗淡的妆容 使劲地把自己的眼珠子给揉到发红 好让人乍一看 就能感受到一股伤感和压抑 随后她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着镜子拍了一张很像的照片 又发表了一条微博 真的好难受 刚刚又刷了一张试卷 却发现自己平日里能做对的题目 如今竟然全做错了 不过我不会放弃 虽然维权之路异常艰难 但是我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到胜利 家人们为我加油 发完这条微博之后 林友友这才满意地前往了办公室 大约两分没有办的时间后 林友友一脸委屈地出现在了校长室 看着平日里只有大会上才能见到的一众领导 她的内心便忍不住狂喜了起来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 仅仅是凭借着一个短视频 就能受到无数人的追捕和关注 于是她低下头表里表气地说道 尊敬的各位主任校长们 我不应该没经过老师的允许 就把有损学校名誉的视频发到网上 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女生宿舍被人偷窥而无动于衷 所以我才在愤怒之下 将这偷窥男的视频给发到了网上 各位尊敬的学校领导 你们不会怪我吧 林友友边说 还边泪眼婆娑地抬起了头 就连声音也变得更加的娇弱 而在场的男性们 在听完林友友的话 也都无不为其打动 唯独只有刘校长不为所动 只是淡定地让他提供 这最初录制的原视频 林友友照做拿出手机 播放着录制的视频 只见画面东东西戴着墨镜 正走在女生宿舍的楼下 并且整个人还绷着身子 显得一副畏畏缩缩的模样 十分可怜 这时刘校长再次开口道 全老师去把你们班的杨景龙叫过来 听闻校长的吩咐 于是全老师赶忙拨打了你的号码 却不想你的手机正处于关机状态 无奈之下 他只好是交代你的事 让他们找到你之后 就立刻将你带到校长办公室来 而此时的你正在宿舍睡觉 突然就被气喘吁吁的 社友于怀给叫醒了 兄弟快醒醒 读导员找你有急事 让你去趟校长办公室 正在这会儿 次人间的其余两位同学也回来了 杨景龙你咋还有心情睡觉 现在网络上的舆论 不快炸了你知道吗 和你却假装没听到似的 只是自顾自的摇了摇头 开口询问了 你们谁有时间 陪我去趟校长室呗 此话一出 宿舍里顿时一片沉默 可却唯独只有小胖子于怀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我陪你去 在于怀领着你去校长室的路上 几位女生对着你指指点点 他大声的议论 丝毫不带任何的遮影 快看 那个人不就是偷窥男 对好像是叫什么杨景龙来着 这名字听起来倒是挺有范的 长得也算是人模狗样 没想到竟然是个偷窥狂 这大阴天的出门居然还戴个墨镜 不会以为戴个墨镜 别人就认不出他了吧 怎么不再戴个口罩啊 肯定是心虚了 这种人敢做不敢当 我现在更加鄙视他了 见状设有于怀开口 向你劝伪道 请容别理他们 就在刚刚在下楼的时候 于怀就已经向你询问过 整件事情的经过 并且听完后 他也依旧表示相信 你默默将这份信任 收在了心底 转而淡淡朝他回应了一声 没事 便不再理会周围的议论声 精致朝着校长办公室走去 此时校长办公室中 林友友在一番委屈言论的发表后 又是偷偷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又编辑了一条微博 发送了出去 感谢校领导的高度重视 感谢无数支持我的姐妹家人们 现在等偷窥男过来 我相信学校一定会严肃处理她 给我们所有女生一个交代 微博已经发布 评论区就被快速刷屏 给学校领导点赞 魔度大学的处理速度还算不错 姐妹们 我已经有了偷窥男的信息 不如我们给她寄点花圈 好让她知道 知道我们仙女的厉害 楼上好建议 这种偷窥男就应该去死 看着飞速暴涨的评论数量 林友友的嘴角微微上扬 内心达到了种巨大的满足 甚至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后 你才在于怀的搀扶下 抵达了校长办公室 这时校长是敞开的大门里 正坐着许多的学校领导 他们在见到你的到来后 一时之间 也是纷纷将目光投了过来 这些目光有复杂有异样 有鄙夷也有审视 其中扑头主任 第一个朝你开口 只听他张嘴 便是一个下马威 声音严肃地朝你呵斥的 身为双一流的名校学子 竟然做出 偷窥女生的这种小人行为 成何体统 听着主任的呵斥 你并没有着急摘下墨镜 而是尝试着出言反驳道 我没有 你有 林友友的声音 瞬间变得尖锐起来 委屈巴巴的眼泪 止不住地往下掉 还一边伸出他那 有些圆润的手指 指着你的鼻子骂道 我这有视频证据 你别妄想能够狡辩 只是这么一句 你就听出了这个 令人厌恶的声音 这个声音的主人 在你之前沿着学校 忙到迷路的时候 就一直揪着你不放 并且还骂你是个 偷窥女生的变态 我 你下意识就想张嘴解释 自己是因为看不见 才出现在女生宿舍附近 可没想你还没出声 就被林友友带着 哭腔的奸声打断 你什么你 你居然还想狡辩 偷窥我以及整个女生宿舍 你知道你的行为 对我们女生 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吗 各位领导 我本来是备战考研来着 可被这个人偷窥之后 我强忍着委屈 又写了张试卷 结果以前能做对的题目 现在竟然全做错了 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 实在是太大了 说到最后 林友友还煞有其事的 将他考研的事情 给摆了出来 不仅一边抹着眼泪 还一边声泪俱下地控诉着你 总而言之 就是一句话 他要是考不上研究生 就是因为被你害的 听闻这标准的仙女是发言 小胖子于怀顿时瞪大了眼睛 且不说杨锦荣有没有偷窥 就算偷窥是真的 那跟林友友他考研上岸 也没啥直接关系吧 见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一位副校长开口了 杨锦荣你还有什么想说吗 你最好能现在就跟林友友同学道歉 并且争取得到他的谅解 这时一旁的马屁主任 也是跟着力声复合的 光是道歉谅解还不够 杨锦荣同学的可耻行为 不仅是对林友友友同学 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 还对全校女生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 同时这也是对我们学校的一种抹黑 对学校的名誉损失也是极大的 偷头主任要么不开口 一开口就是直接给你扣上了 顶时恶不赦的帽子 看见这一边倒的态势 顿时又是一位领导开口补充到 杨锦荣如果你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偷窥行为 那么你将会面临被学校开除学籍 还有可能会被警署拘留 此话一出 小胖子于怀不禁心头狂跳 如果是被开除学籍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你这两年半的大学算是白上了 不仅拿不到毕业证书不说 而且还会被刑事拘留 显然这种处罚 对一位法学系的大学生而言 毫无疑问是毁灭性的 而听到这话的林友友 却是忍不住一阵狂喜 因为你面临的处罚越重 那么他申请保研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在场的众人严肃不语 却唯有当事人的你被气笑话 林友友污蔑我 你们放着真相不去调查 却还要我自证清白 讲的笑话给你们听 我被早餐店污蔑说吃了两碗粉 却只给了一碗的钱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我就得划开自己的肚子给所有的人看 证明我只吃了一碗粉 这一刻的你不由的脱口出了 脑海中想到的一句话 那就是只有污蔑你的人 才知道你到底有多冤枉 被你这劣迹斑斑的学生当众顶撞 两位校领导的脸色也瞬间垮了下来 随即兔头主任再次朝着你呵斥的 我们为了你大周末的在这召开会议 你却反驳说我们没调查 在你来之前 我们就已经看过监控和林友友的证据了 所以我们能非常固定 你就是偷窥了 而一旁的林友友见状 也是直接举起了手机 杨景荣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有偷窥 那么你看看这是什么 此时林友友举着的手机上 正播放着一段录像 画面上正是女生宿舍楼下 你戴着墨镜的模样 一时间在场的诸多领导中 有不少人都在同时开口 铁证在此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杨景荣你这样道德败坏的学生 就不配成为我们魔都大学的学子 校长还请您直接对他做出开除处罚 一时间无论是网上还是学校领导 都对你一副口诛笔伐的态势 可面对着千夫所指 你并没有着丝毫的畏惧 只是有着淡淡的声音 从你的口中吐出 难道你们就凭他的一面之词 凭借着他一个似是而非的视频 就直接笃定我是在偷窥 要毁掉我寒窗苦如十几年 才考上的学业生涯吗 说着你没有在看其他人的表情 只是朝着刘校长 发出了自己最后的询问 校长难道你也不打算调查一下真相吗 而校长显然也是失去了耐心 不耐烦的对着你开口 还需要什么调查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真相 还不等校长把话说完 林悠悠也再次咄咄逼人的开口 我一个女生 难道会拿自己清白开玩笑吗 可何况我在来之前就已经报警了 你就等着进去采风任机去吧 听着林悠悠那十分嚣张的发言 满腔怒火的你终于是再也忍不住了 既然你们都听他的一面之词 笃定我是个行偷窥之事的小人 那你们在场的所有人 可都瞪大眼睛看清楚了 说完你面无表情地摘下了自己的墨镜 你们说我偷窥对吧 抱歉 我是盲人 我的眼睛暂时性失明了 就在你话音刚落实 突然几位身穿制服的警察叔叔 从办公室的门口走了进来 而林悠悠再见到来人后 也是赶忙走到了警察叔叔跟前 换上了一副委屈的模样指针 警察叔叔就是他偷窥我 还偷窥我们女生宿舍 由于这件事情已经冲上了全网热索 所以警署不得不谨慎对待 一下子派出了好几位鼠鼠过来 这其中还有着一位女警 只见女警走到林悠悠跟前 先是安抚了一句 然后便向林悠悠询问起了整个案件的过程 随后在林悠悠一番天油加醋的描述后 女警也是点了点头 表示了解了基本情况 而林悠悠却还不忘在最后补充着说道 当当这个偷窥男还在讲辩 说他双眼暂时性失明 还提前在眼眶上涂了药水 想要借此瞒天过海 可女警陈运在听闻这个信息后 却没有第一时间转头看向你 而是一本正经的朝着林悠悠纠正道 林悠悠同学请您注意自己言辞 在案件未定行之前 请不要在公共场合使用偷窥男 这样带有侮辱性的称呼 毕竟这位同学目前还只是嫌疑人 见状林悠悠也只好乖乖地闭上了 随后陈警官这才将目光看向我 杨警容你说你的双眼暂时性失明 请你提供有效证据作为佐证 否则警频要高的痕迹 是不能作为证据的 听闻女警的话后 由于你此刻看不到 所以只能向征信地表达礼貌 朝着女警的声音方向大致转过了身 警官 我的双眼确实是暂时性失明 说着你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单子 这是医院开出的诊断单据和检查报告 医生说 我只要按时地涂抹药水 戴好防护墨镜 只需要休息一晚上 就可以基本康复了 但在康复之前 我却跟瞎子没什么两样 好在回来的时候 那个好心的出租车司机 还把我送到了学校的盲道上 结果谁知道学校的盲道 弄得跟迷宫似的 所以才不小心走到了 女生宿舍的附近 最后还是我凭着自己的感觉 才跌跌撞撞地摸回自己的宿舍 见你说完 陈警官顺手接过你递来的单子 认真阅读过后 确认了是魔都第一人民医院的诊断单误 并且上面还清楚地写着 双目暂时性失明的诊断结果 而在看到最后一来的原因时 陈警官却下意识地 就将内容读了出来 并因火焰灼烧或刺激 见到这行字 女警下意识地 就对你提出了疑问 杨锦荣同学 请问你做了什么 而你也是没有这丝毫的影子 直接了当地说道 我冲进一处火灾现场 从里面就出了一位小女孩 这件事情 我相信你们警察叔叔 应该是能查得到的 在听到了我说的话后 一旁的小胖子于怀 忍不住瞪大双眼 卧槽兄弟 你他喵的勇闯火灾现场救人 然后不小心伤到了双眼 结果却被有心之人 污蔑成了偷窥狂 此话一出 在场原本盯着你的目光 竟然都齐刷刷地看向了林友友 林友友顿时哑口无言 可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更不甘心自己近在咫尺的宝言 就这么打水跳了 于是林友友看向你脖子移 不可能 你肯定在说谎 就你这样的猥琐男 怎么可能是救火英雄 听闻你眉头一米 陈下声严肃地说道 林友友友是吧 我称你一声学姐 真是抬举你了 你刚刚的言行举止 警察叔叔 我现在要报警 有人对我进行造谣 并在网络上引起大面积的阅读和转发 此外他还侵犯我的个人隐私 从而导致我被网报 虽然你此刻处于失明状态 可你的手机号被打爆 短信和QQ消息被轰炸 这几点你还是能够确认的 说着你是一小胖子于怀打开手机 在来办公室之前 你就让他用截图录屏的方式 将网络上的证据给保存了下来 并且两人还是法学专业的 所以对于这些事情 自然是信手拈来的 听闻于怀马上赵总 将收集的证据交给了警官 而你也在此时打开了之前关机的手机 只是才刚开机 手机上就出现了不断的提示音 有短信的也有QQ的 甚至是立刻就有人打了电话进来 接通后便是一顿辱骂 偷窥男 你怎么还不去死 我已经按照仙女龄提供的地址 给你寄了花圈 今晚就送到你手上 骂完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而在场的众人 却真切地听出了电话内容的关键点 一是仙女龄就是林友友的微博昵称 二是她泄露了你的地址 导致你被网友计划圈 网报的事情证据确凿 别说你这是被诬陷的偷窥 即便是你真的偷窥了 但林友友这样的做法 也同样是触犯了法律 就连几位警察叔叔也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这么快就反转了 于是几位叔叔赶忙按照程序 帮你进行报案登记 林友友麻烦你配合签个字 陈警官拿着你的保安登记表 同时也将笔递给林友友友 而林友友在看到保安登记表后 却是整个人愣住了 她张了张嘴 忽然就爱的一声哭了出来 乌乌我不认为我怀疑她偷窥有什么错 就算她没有偷窥的事实 难道她那鬼鬼祟祟的行为 不值得被我怀疑吗 我只是一个弱势的女生 在自己可能被偷窥的时候 我难道不能勇敢地站出来吗 我没有错乌乌 刚刚还大声呵斥别人的林友友 眨眼之间就变成了泪眼婆娑的小女生 这演技就算放在整个娱乐圈 那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直到这时秃头主任 依旧是站在林友友这边 几位警察同志 这是我们学校的内部事务 我们可以自己处理的 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突如其来的双标 不禁给你气笑了 刚刚你被污蔑偷窥的时候 她可没要求说内部处理 反而是支持将你开除学籍 然后送往警署刑局处理的 就在这时 刘校长终于是开进口了 随即他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 直到没人再敢吭声 才缓缓地沉声说道 警察同志 咱们该走刘成走刘成 咱们学校一定会公平对待 每一位学生的 接下来的刘成就非常简单 林友友和你都相应的登记信息 只是按照刘成 你俩都应该被带回警署 不过考虑到你双眼暂时性失眠 所以特事特办没有把你带回去 这时陈警官也是依照刘成宣读条例 林友友23岁已经成年 根据刑法第243条 诬告陷害最量刑标准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地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若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当然最终判决会交由法院裁定 还有着其他的罪名 听闻陈警官的条例宣读后 林友友再次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只不过 这次林友友是真的哭了 他双腿一软 整个人瘫软在地 哭得稀里哗啦脸色煞白 我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呜呜 不如就这样算了吧 美术学院的院长赶忙过来打圆场 看向你替林友友求停的 杨锦荣同学 林友友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现在正在备考研究生 又是女孩子 所以精神上难免会有些明感 但你身为男孩子应该大度一些 我看不如林友友给你道个歉 我们学校也可以为你出去一个澄清公告 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 你看怎么样 听闻你直接被气笑了 不是故意的 备考研究生 处于明感期 男孩子应该大度些 道个歉这事就算了 你搁这儿叠半了 此话一出别说是你 就连几位警察数数都被气坏 在沉思两分半后 你的心中也有了新的对策 于是你深吸一口气 重新将墨镜戴上 然后缓缓说道 我可以大度一次 也可以大事化小一次 但仅此一次 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纷纷被你震惊 我的妈呀 这人竟然选择了原谅 好 美术学院的院长于倩也是就坡下的 说着还给你比了个大拇指 面带笑容的朝你称赞道 这才是咱们学校的好男孩 然后于倩转头看向已经起身的林友友 林友友同学 你做错事在先 虽然主观上你不是故意的 但是差点酿成大火 所以你现在当众给杨锦龙同学道歉 并且争取他的谅解 对 对不起 林友友虽心有不感 可也确实被陈警官那一长串的刑事责任给吓到 毕竟他可不想去坐牢 所以也只能无奈地向你低头道歉 而面对着这毫无诚意的道歉 你则是提出了自己的原谅要求 一林友友不仅要当众道歉并录解 而且还得在一个小时内发送到微博等自媒体平台 二 明天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公开给我道歉承认错误 三 一天之内删除造谣我的微博 并写下书面形式的道歉信 而且必须在道歉信里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 四 做到以上三条后我才能原谅你污蔑我的事情 听闻林友友犹豫了一下 他本想说他做不到 可以想到如果得不到你的谅解 那么他面对的可能就是禁橘子的后果 于是他便咬牙点头 我可以想办法做到 可林友友内心的真实想法却不是这样 他只想先答应下来 拿到谅解书再说 至于后面能不能做到 那是另外的事 陈警官内心暗自摇头 然后又重新拟了一份谅解书 将刚才你提出的四个条件写进去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签字滑压 在警察鼠鼠们离场后 学校的领导们也是全都纷纷松了口气 因为对他们而言 无非就是加了个班开了个会 其他的就仿佛无事发生一般 接着你也是一社友带自己回宿舍 见证主走了之后 其他领导也都纷纷告辞离开 只是刘校长却是在离开前 意味深长地看了眼上未离去的林友友 也不知道这位自作聪明的女生 有没有听出杨锦荣话里的前台词 毕竟他可只是原谅了污蔑造谣 却没有说要原谅网报和泄露隐私 甚至更没有原谅对他的人生攻击罪和侮辱罪 此时林友友回到宿舍 本想着打开微博删除那条造谣微博 可当他看到自己账号下多出的十几万粉丝时 点击删除的手却是停了下来 并且内心莫名地多出了一亩得意 老娘随便编造的一条微博 就让同步露面的校长为我召开紧急会 甚至连警署都一下子派出了四位叔叔 就算老娘做错了事又如何 污蔑他杨锦荣又怎样 最终也不过是道个歉罢了 哼哼我就是不删微博 看你杨锦荣能把握怎样 此时你在离开后已经回到了宿舍 由于在外奔波了一天 再加上市民带来的不适 所以你连晚饭都没胃口吃 只是简单地换了个药之后 便曹操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睡梦中的你仿佛进入了一个空间 随即一个声音在你的耳边响起 并恭喜宿主完成考核 真正能量系统绑定机活中 正在开启新手礼包 恭喜宿主获得身体强化符一张 该强化符可治愈宿主当前疾病 且强化相当于宿主当前体质的十倍 包括力量速度反应持久等 身体素质全属性强化 正在强化 失明解除痛苦解除 力量强化速度强化 这似梦非梦的感觉 让你感觉相当不真实 但你却怎么也醒不过来 就像是鬼压床一般 直到最后强化完毕的提示响起 你才从这梦境中悠悠转醒 看着空无一人的宿舍 再看看窗外太阳的刺眼程度 等等 我的眼睛居然好了 你的第一反应是自己的眼睛好了 其次第二反应就是全身通畅畅怅 同时更是思路清晰 难道昨晚的梦是真的 于是你尝试着呼唤了一声系统 系统你在吗 宿主只需要在心中默念呼唤 就可以和本系统对话 系统的话音刚落 随即一声提示音响起定 检测到宿主被破坏 社会和谐的奇葩网报 现发布正能量任务 请宿主利用正当手段和途径 惩戒影响社会健康的奇葩 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奖励杜卡迪斯Pair by PTA 手续齐全合法合规 至于发票等相应手续 会在任务完成的24小时内 送达宿主手中 听闻系统的话 你的心中已经有了大致的猜测 于是你打开微博 搜索找到了仙女灵的主页 可没想到林悠悠不仅 没按照约定删除微博 甚至还又重新写了一篇小作文 并且内容还都是控诉 丝毫没有着半点悔改的意思 于是这次的你彻底是被气笑 没想到自己一再的忍耀 换来的却是这女人的变本家里 既然如此 系统 我选择接受任务 丁宿主已确认 请宿主完成任务 接着你便没再有任何用 直接收集各种相关证据 然后果断打开微法院小程序 按照程序一步步选择立案 写好诉状递交程序 申请快速受理完成网上起诉 当你做完这一切 时间转眼已经到了中午 你正准备出门去吃些东西 可还没打开宿舍门 就听见门口传来的一阵嘈杂的议论声 卧槽这么多花圈 这是什么情况 悼念偷窥南洋井龙 早死早超生 没死现在死 偷窥南洋井龙花圈 恶鬼缠身百病侵蚀 这你码什么情况 刚刚不是还全校通报 说杨井龙是被误会的吗 现在怎么连花圈都送上了 竟然全都被摆满了花圈 并且大大小小造型各营 起码得有二三十个 一时间 同学们也纷纷震惊地看向你 正当大家想开口向你询问时 可楼下去忽然响起一声大喊 同城快遇 这是谁的花圈 麻烦牵手一下 而你听着耳边不断响起的议论声 却只是淡定地笑了笑 朝着楼下的小哥挥了挥手 全都是我的花圈 帮我送上来吧 此话一出 原本还议论纷纷地现场 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这是什么操作 就在大家蒙圈之际 快运小哥们也是扛着花圈冲上了楼 但当他们看到你宿舍门前摆满了的花圈时 也是不由其其都愣了一下 并且随后还有着陆陆续续的花圈送到 更有细心的同学数了一下 发现竟然足足有六十多个 甚至还有不迷信的学生 将这一幕拍摄成了视频发送到了网上 很快 这件事情就再度在网上发酵了起来 并且网络上的舆论声也越来越大 微博上那些送花圈的人 也都纷纷兴奋的发帖庆祝 而林友友作为当事人 其实也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可他不仅没有着半点的自责 甚至脸上还露出了一抹嘚似的冷笑 哼还妄想让我林友友道歉 你就等着继续收花圈吧 而随着此事的发酵 此时教务处的领导们 也同样是再一次的被惊动了 就连原本正打算吃午饭的刘校长 在看到这条消息后 也是立即就在学校领导群里 APP所有人 立刻封锁校园 即刻起步允许外卖快递等人员 进入学校 马上给我约谈林友友 而此时的你 在确定没人再送花圈来后 你正打算拍视频取证 然后补充一下证据 可当你打开违法院后 却发现自己刚刚递交的起诉 竟然已经被神速般的受理了 看着手机上的以受理字样 你的嘴角不禁弯起了弧度 很好那咱们就法庭上见 可刚抬头你就看到 小胖子于怀要把花圈丢掉 你当即一把拦住了他 这花圈这么好 丢了多可惜 说着你打开了某某同城屁屁 找到了一家最合适的 丧葬用品店 然后拨通了电话 你好 这里是平安白石库 我是老板张灵天 本店全年无修服 提供病葬专业一条龙 没等他继续说完 你笑着开口询问道 我就是刚才在某某同城上 询问你们回收花圈的人 我这里有不少花圈 你们能不能过来回收一下 见对方表示没问题 你也是爽快地告知了自己的地址 而你的这一番操作 也是直接把于怀给彻底看傻眼了 你这操作简直是要把我震碎 花圈这种东西居然还能回收 在大约过了两个半小时后 张灵天这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学校 这保安以前也不怎么来人 可今天却不知道是吃错了什么药 就在他一边向你吐槽时 嘴里却突然爆出了一声粗口 哎呦这可全都是好货呀 哎这不是我家的花圈吗 市场售价可得要个1888 于是张灵天摸了摸下巴 朝着你咧嘴笑道 同学你这所有的花圈 我全都按照最高六折来回收 六五折一口价 说不定以后还能长期合作呢 你朝着张灵天直接开口 长期合作 张灵天愣了愣 但是也没再废话 最终以六五折回收了所有的花圈 一共是五万一千元 而另一边的美术学院 两位身穿法院制服的专员 则是敲门走进了正在上课的教室 谁是公民林柳友 这里有你的起诉书副本 需要你确认签收 听闻此话 教室中的所有人 顿时都将目光齐刷刷地 看向了林柳友 公民林柳友 请你签收一下起诉副本 法院的工作人员 再次强调了一遍 而林柳友 在听亲来人喊的名字时 也是下意识地变战了起来 接着他整个人便是直接愣住 他只觉得自己的脑袋嗡嗡的 有种不明所以的茫然 见状两位工作人员 快步走到林柳友跟前 林柳友请你配合出示身份证件 没有的话 电子身份证也行 说完工作人员 将起诉书递给了林柳友 随后又拿出了一个文件 让他认真阅读后 签字按手印 而林柳友却着实是被吓到 因为他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收到法院的起诉书 不用紧张 一位工作人员 上前耐心地劝慰道 你可以先看看起诉书的内容 于是林柳友 下意识地便打开了起诉书的覆 将里面的内容读了出来 原告杨锦龙 被告林柳友 侮辱罪造谣罪 诽谤罪人身攻击罪 侵犯隐私罪 听闻教室中的同学们 纷纷低呼出了声 没想到他真的将林柳友给起诉 无备坎模杨锦龙 这是要对不公堂的节奏啊 于是在座的不少同学们 都纷纷掏出手机 拍摄视频 将这一幕给记录了下来 怎么说兄弟们 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这场官司了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早上的通告你不是也听到了吗 人家杨锦龙不仅是被污蔑的 而且还是救火英雄 而这林柳友啊 听说是被考美院的研究生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在场的每一句议论声 都传入了林柳友的耳中 只是此刻的他却像是没听到一般 因为他此刻的脑海中 只有着自己被起诉的事情 杨锦龙他不是已经签了谅解书了吗 他凭什么还能起诉我 林柳友有点猛逼的朝着工作人员询论 听闻工作人员则表示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另外本案涉及到了校园 并且已经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所以我愿决定 针对本案开启快速受理通道 可能会在五日内进行开庭审理 请你做好心理准备 说完两位法院工作人员 在核对好信息无误后 也是就先行离开了 而林柳友也是没了继续听课的心思 直接是小跑者就离开了教室 而此时的校长办公室中 因为花圈事件领导们正计划着召开婚 可没想到这人才当到齐 确实先听到了花圈已经被搬走了消息 可正当刘校长打算将领导们解散的时候 突然门口却响起了林柳友的哭声 领导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 呜呜呜 林柳友同学你这是怎么了 美术学院的院长于倩率先起身关怀道 见状林柳友则是啜气地向他控诉 杨锦荣他不是人 他言而无信出而反而 明明就已经签了谅解书了 结果却还到法院起诉我 说着林柳友便将起诉书帝给了余茜 于是在场的领导们纷纷伸脖子一看 没想到这还真是法院的起诉书副本 并且上面还清清楚楚地写着 连告杨锦荣被告林柳友 而这时的你正坐在教室中上课 可突然却有领导联系了 于是没过多久 只身一人的女 就抱着一本国际司法书记出现在了校长时 而当林柳友在看到了你的到来后 也是吞得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指着你的鼻子骂道 你明明就已经签了谅解书了 凭什么还起诉我 听闻你则是冷笑了一声 因为从你被污蔑成偷窥狂的那一刻 你的心就早已经变得冰冷 更何况的是 你还给过他一次承认错误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他不仅没有珍惜这个机会 甚至还想着将你反咬一口 于是对于这样的人 你也不想再浪费任何的表情 随即你的眼神逐渐变得坚硬 然后就像宛如审判长一般 盯着林柳友 你问我凭什么起诉 那么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凭你那死不悔改的态度 凭你没有向我道歉 凭你没有完成谅解书的条件 更凭你直至今日今世今刻 仍然是没有认识得到自己的罪行 听闻你的这一番发言 顿时就将林柳友震得哑口无言 手足无措了起来 而在场的诸位领导老师 也是同样被震住 因为你确确实实给过林柳友机会 接着你则是看向众人再次开口说道 各位领导如果今世今日 仍然还有人劝说我 要再给他一次机会懂啊 那么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 学校里出现了与我一样的受害者 可他却没能像我一样自证清白 那么到时候 诸位领导又该如何决断呢 受害者不应当一次又一次的原谅罪犯 而是应当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己的权益 以此来断绝罪犯的二次犯罪 况且这个改国自新的机会 也大可以让法律去 然后去监狱里改国自新 而不是要求着我这个受害者 去给他这个机会 你一口气将心中的所有愤怒到处 顿时对的一众领导都目瞪口呆 但你还有话要说 随即你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 如果还有哪位领导 想为林友友这位罪犯站队的 那么你大可与我在法庭上对峙 当着法官的面具为他辩护 说完你便是自顾自地转身离开了 只是在你离开的许久后 偌大的办公室内 却依然是安静的一片死寂 王吴林友友突然哭出了声 他现在是真的感受到了害怕 直到现在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不是在犯错而是在犯法 带他走吧 刘校长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示意着美术学院的院长 带林友友离开 等到林友友离开后 秃头主任这才也是反应了过来 这杨锦荣真的是吃了雄心抱子弹了 竟然公然呵斥所有校领导 这是谁给他的勇气 而听闻此话的刘校长 却是眼神寒怒地抬了抬眼皮 顿时秃头主任便是瞬间哑呼 接着刘校长才沉声呵斥的 够了 学校已经因为林友友太一个人 闹了足够多的笑话了 利用舆论污蔑同学偷窥 在网络上搞男女对立 还人肉同学的个人信息 从而整出花圈事件 短时间发生这么多的恶劣事件 这放眼整个大学圈内 那都是相当的炸裂 现在这件事已经严重地损害到了学校的声誉 如果我们还不依法处理它 那么以后还有哪位男学生敢报名我们学校 要不干脆以后连招生简介都别做了 直接是改成招生简章得了 丧会 一转眼七天时间过去 这时法院院长联系到了你 询问着你是否能接受庭前调解 并且还传达了被告人林友友的赔偿意愿 可却都被你给拒绝了 很快 花桥区法院下发通知 三日后此事开庭审理 这一天 你换上黑色西装截上领带 戴着一副金丝边框眼镜 身前环抱一本刑法 出现在了花桥区人民法院前 而一旁的社友于怀则是拿着 两台装有云台稳定器的手机准备开启直播 因为就在这开庭的前一天 你就已经向法院申请得到了 庭审直播的特许 也就是说 今日你便要在直播间里 当着无数网友的面审判林友友 接着你昂首信不入座原告席 于怀作为同学旁听帮忙直播 而林友友则是孤身一人 有些憔悴地坐在被告席上 因为他没有找到免费的律师援助 也没敢将这事告诉父母 就连闺律朋友都不愿陪他出席 所以只有他独自一人坐在被告席上 接着审判长宣布开庭 与此同时 特许的法庭直播间也开通了 名字就叫法学男神当众审判造谣学警 只是这个标题一开始 并未引来多少观众为观 可随着时间推移 大数据关键词匹配到了 林友友最初的微博 以及相关热词 然后开始推送给那些 当初网报过女人 渐渐地进入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两边的观众们 还都纷纷刷起了蛋白 我擦 这大哥来真的 竟然真的起诉了 家人们 谁懂啊 下头男竟敢真的起诉小仙女 上次我们学校就有一个男生 原来男生是被冤枉的 这时的法庭外 不仅是直播间观众们在刷着蛋白 就连微博上的小仙女 也都纷纷开始疯狂带节奏刷超话 他凭什么审判我们女孩子 不就是说他偷窥吗 没想到竟然跑到法院去起诉 像这种小心眼的男人 就是活该要被污蔑 抛开事实不谈 他杨锦荣难道就没有一点错吗 但网络上的节奏 显然不会影响到法庭的流程 在审判长让你宣读完自己的起诉书后 便让被告灵犹犹宣读答辩书 而灵犹犹却表示他什么也没准备 其实这不是灵犹犹不准备 而是直到此时此刻 他灵犹犹依旧觉得 只要自己在法庭上公开道歉 然后就依然可以安然无恙 这时只见灵犹犹咬着嘴唇舔着个脸说道 我 我不觉得自己有错 审判长敲了一下法锤 请被告人正确用词 现在辩护的不是有没有错 而是有没有犯罪 接下来便是举证阶段 而你则是早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包括污蔑造谣的举证 还有人身攻击罪 侵犯隐私以及侮辱罪的举证 请被告灵犹有致证 致证 致证什么 灵犹有脸色煞白 他已经签了谅解书了 他对我的起诉是无效的 审判长摇了摇头 他自然是知道这件事的 不过却还是照例向你询问道 原告杨锦龙是否却有此事 有 你淡淡地点了点头 只是随着你的此话一出 两大平台的直播间内 瞬间就涌现出了大片的弹幕飞速刷屏 而里面的言论则都是把矛头指向的 说你明明已经签署了谅解书 却依旧还把灵犹有告上了法庭 可面对着灵犹有的质问 你却只是稍微停顿了一下 然后目光如炬地指示着灵犹有反问道 我想请问被告灵犹有 你是否还记得谅解书上的条例 如果不记得 我不介意现场再读一遍给你听 说完你直接当庭拿出警察数数开具的谅解书 在法庭上重新宣读了一遍 然后再次看向灵犹有之问道 请问你有发微博澄清事实的真相吗 你有写下一万字的道歉信吗 不 你不仅没有向网友们澄清事实 并且还没有将造谣的微博删除 甚至是又重新写了一篇的小作文 从而再一次地将我网报 以至于我收到了66个花圈 读得我们男生宿舍水泻不通 听闻此言 审判长和陪审员都齐齐一愣 随后审判长敲了下口锤 被告灵犹有 连到刚刚所说是否属实 听闻林悠悠顿时面色苍白 冷汗也顺着他的额头流了下来 而见他支支吾吾了半天 你则是看向审判长再次开口说道 审判长 我有证据证明这些 说着你拿出了 已经打印好的数张现场照片 然后双手高举环绕一圈 好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看清 这花圈占据整个楼道的名场面 逆时直播间的观众们大为震撼 卧槽 实在是太可恶了 不仅不道歉不山坡 甚至还动用舆论给受害者送花圈 在看到这些弹幕后 也都纷纷感到后趴起来 这时审判长看向林悠悠发出最后的询问道 事实清晰证据充分举证有效 被告人林悠悠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听闻林悠悠彻底崩溃了 哭着朝审判长喊道 那些花圈都不是我送的与我无关 是他们自己非要送的 你们要抓抓他们了 不要抓我呜呜 直播间的观众们听到林悠悠的这段话后 纷纷忍不住笑了 不愧是粉丝家人 关键的时刻还得是出卖家人了 见林悠悠哭闹不止 审判长赶忙敲下反锤 速静 所有该走的程序都走完了 证据练完整事件明了 考虑到被告人还是学生 本庭经审判团决议 可以对被告人从轻判处 就在这最为紧要的宣判时刻 可你却突然举起了手 审判长 我有话说 我不同意从轻判处 随即你站起身声音洪亮的说道 被告人林悠悠不具备从轻判处自夺 我曾给过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当时只需要他向我公开道歉就行 可他不仅是没有改过自新 反而还变本加厉的对我进行二次网报 说着你指着被告席上的林悠悠大声质问 林悠悠你说 你为什么大死了也不出去实习 还非要赖在学校里面住着 而林悠悠显然是被你这洪亮的声音吓到 于是他磕磕巴巴的说道 我 我被考研究生 听闻你当即反驳 不 据我所知 你的家庭条件其实并不好 其他跟你条件差不多的学生 都是勤工俭学勤奋努力 而你却依旧是 好吃懒做借口考研 即便是待在学校也不曾认真备考 只是单纯贪图享受吧 说到最后你不禁提高了音量 顿时你的声音变宛如一道惊雷 在林悠悠耳边乍响 你是不是压根就没有想过要考研究生 而林悠悠被你的这一声质问震的脑袋嗡嗡作响 于是他下意识地大声反驳 不 我没有我不是 我也想过要好好努力考研的 可我就是努力不起来呜呜 所以我才造谣你偷窥 然后去找领导们哭闹了 就是为了能够如法炮制偷窥事件 从而保送研究生 呜呜 明明别人就这样保送我 可为什么轮到我就不可以了 而光顾着哭闹的林悠悠 显然是还没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些什么 可在场的人们却都是听得真真切切 他的此话一出 现场所有人无不动大了自己的眼睛 而两大直播平台的观众们 更是纷纷被震惊万分三观震碎 任谁能想到 仅仅是你的几句质问 竟然能炸出这么一个惊天消息 林悠悠竟然当庭承认 自己污蔑造谣杨锦龙偷窥 目的就是为了保炎 这性质可以算得上是相当恶劣 为了自己保炎就去恶意污蔑他人偷窥 这样舍些心肠的人必须要求重盘 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没想到双一流的大学 竟然会有林悠悠这种垃圾 我之前被这个女人利用了同情心 对不起 我现在给受害者道歉 卧槽奇猛了 竟然看到女的给男的道歉 我在睡会 而此时魔读大学的领导们 也同样在校长室里看着直播 此刻的美术院长于茜 更是瞪大了眼睛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因为身为女人的她 一直是共情着林悠悠 并且还多次替她说话 可她却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被一个看似无辜的学生给蒙骗了 而秃头主任更是人都骂了 要知道她可是公开支持林悠悠 要求开除你的学籍的 随即留校长目光扫过在场诸多领导 然后用不悲不喜的口吻说道 各位 你们对林悠悠这件事 有什么看法或者意见 现在可以说了 我建议是开除林悠悠学籍 还有追回她申领过的助学补助 几位校领导短短几句话 就代表着林悠悠的学籍毕业者 都将不复存在 甚至是还要被追回助学补助 可这回却再也没有人能够替林悠悠说起 而此事法庭上 却依然是程序照朝 随即你再度朝着审判长开口道 我建议对被告进行顶格处罚 作为示范性案例判决 从而为减少社会造谣事件做出贡献 而你此刻这简单的一字一句 就如同像是一道道雷电 狠狠地积在了林悠悠的心上 一瞬间 林悠悠的心就像是要跳出来了一般 接着她先是呼吸不稳 然后双脚发软全身颤抖 随后她只觉得自己整个人 天旋地转无法直立 只能贪软在被告席上 听完你的话后 审判团的所有人 全都为之身体一震 连告杨锦荣说的没错 当今社会之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造谣者 就是因为造谣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审判长也需要考虑到社会影响 随后在经过陪审团严谨的讨论过后 于是当庭做出了最后的判决 被告人林悠悠 犯侮辱罪造谣罪诽谤罪 人身攻击罪侵犯隐私罪 且事实清楚证据明确 情节严重 考虑被告人无悔罪表现 有在犯罪危险 所以本庭对被告人做出以下判处 侮辱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造谣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诽谤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人身攻击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清散隐私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恕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林悠悠 有期徒刑13年 被告人林悠悠不适用关系 至此本案结案 可还没等审判长宣读完 林悠悠只觉得浑身如遭雷击 头皮发麻呼吸 停止心脏骤停 整个人晕死过去 见状审判长立刻呼叫医生 将林悠悠救醒 只是这救醒倒还不如不救 因为林悠悠她再一次被晕厥了过去 而一旁的医生却是不幸了心 在将她再次救醒后对她表示道 没事 你继续晕我还能救 最后庭审结束 林悠悠也是被靠上带走 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是彻底沸腾我 13年这也太可怕了吧 情景是造个谣就被判了13年 卧槽惹不起 林悠悠偏惹谁不好 他们也不禁害怕起来 与此同时 这次的直播审判也是被送上了热搜 于是各大新闻博主 纷纷将直播视频剪辑 上传发布到了个大短视频平台 顿时 一条名为法学男神当众 审判造谣学姐的直播视频 就迅速地冲上了各个平台的热搜 而各大律师也纷纷引用本案 作为经典造谣判决案 加以分析 制作视频 甚至收藏案例 如果未来接到造谣污蔑案 便可以引用本案 这一日 全网沸腾 被污蔑的新闻看了那么多 第一次见到起诉造谣者 成功判刑的 我记得新闻姐也做过这个新闻的视频吧 我试镜也要问 新闻工作者 难道不用调查事情的真相 就可以发视频带节奏吗 新闻姐妈 看看就好 你们没去微博 那边更气人 看看乳权明星张雨起 整个事件 不就是他推波助澜的吗 妈蛋 看这个张雨起不爽好久了 天天搞对脸 原告老哥 能不能把他送上法庭啊 我想看到原告老哥 狠狠地干翻张雨起 难度有点大 毕竟是大明星 有的是钱 他背后经纪公司的势力 也不容小觑 如果杨景荣真起诉他的话 大概率会被和谐掉 先关注老哥一波 很期待老哥下一个会送走谁 那些送花圈的 肯定不能放过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真正的造谣者 都已经判刑了 又何必再追着其他人不放 我擦 楼上不会是给原道老哥送过花圈吧 ID账号我截图了 回头就发给他 网络上一片沸腾 杨景荣的两个账号粉丝量都暴涨 当然 这些关注 有些是粉杨景荣 有些则是吃瓜群众 还有那些骂过杨景荣 给他送过花圈的人 也关注了他 为了第一时间知道杨景荣是否会起诉 这事件还在发酵 后续还会有更多人关注到 除非有其他热搜爸爸 否则这件事情的热度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恭喜宿主 完成任务 为社会正能量添砖加瓦 获得奖励 迪卡迪大恶魔 Super Key台 会在24小时内 通知宿主签收 来源合法合规 手续齐全 宿主无需担心 杨景荣刚走出法院 就收到了系统的提示音 他以前真挺喜欢摩托车的 只是没钱买 只能羡慕一下 现在终于有了 还是杜卡迪大恶魔 想想还有点小兴奋 看来 我得考个一招才行 本次网报案尚未完全结束 宿主可进行后续任务选择 选项一 参与网报的网友们 也是被零友有所迷惑 不再追究其他人责任 奖励 点娘高级VIP会员一个 选项二 算了吧 本次网报事件 参与人数众多 想要新号新号新号 极其困难 这么麻烦的事情 会影响学业 忍忍就过去了 奖励 绿色乌龟抱枕一个 选项三 弘扬社会正能量 传递真实 随即选取五名幸运选手 真实他们 并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以此达到警告其他网报参与者 为减少网报 贡献一份博眠之力 奖励 五万RMB 首先排除选项二 送个绿色乌龟抱枕 这什么意思 系统 你在暗示什么 至于选项一 杨锦荣决定要 改变自己那一刻起 就注定不会再选择选项一 果断选择选项三 杨锦荣正想着 于怀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一脸兴奋道 兄弟 你刚才太牛叉了 真是扬眉吐气 浑身舒畅 比特么岛礁还爽啊 杨锦荣白了一眼于怀 你这家伙 不会比喻就别比喻 神特喵的岛礁 不过确实很爽 走走走 小龙虾走起 于怀黑笑一声 刚刚在法庭上直播 我们两个直播间 收到了足足六千多块的礼物 跟平台五五分之后 还有三千多块 开直播前 你可说好了 礼物钱都缩小龙虾 傻样 把设备还给人家先 杨锦荣没好气到 别把云台弄坏了 两台手持云台 都是找隔壁宿舍界的 直播的手机 倒是两人自己的 账号是杨锦荣的实名认证 于怀突然压低声音 像是做贼心虚似的 凑到杨锦荣耳边 等等 话说 直播这么赚钱 为什么我们两个不搞直播 走走走 我们去买云台去 以后没课的时间 就可以直播赚钱 去去去 还直播赚钱 火不起来 能赚几个钱 好好学习 做一位对社会有用的人 杨锦荣打断了于怀的网红梦 买什么云台 小龙虾不吃了 姑 提到小龙虾于怀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他擦了擦嘴 我还能忍忍 咱们直播又不影响学习 下课后直播一下 得空的时候 剪辑剪辑视频 也许我们就红了呢 我都研究过了 短视频可以发次里次里赚钱 直播就去斗音 那边流量大 不过土豪都喜欢美女 哎 要不你去叫上柳七七 滚犊子 杨锦荣不再继续直播这个话题 倒不是他看不上网红 他只是单纯觉得 网红这条路很难走 能不能火拳靠运气 还不如学好专业知识 踏踏实实的 至于柳七七 两人并无任何关系 连朋友都算不上 杨锦荣被污蔑偷窥事件 发生这么多天 也没有收到过他任何信息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法院所处的位置较为偏僻 两人走了十几分钟 才走到大道上 也到中午饭点了 可惜边上没有饭店 只有几家早餐店 于怀乐的肚子咕咕叫 赶紧拉着杨锦荣来到早餐店前 老板 粉还有吗 老板头也没抬 好吃的脸要买吗 杨锦荣问道 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老板抬头看了一眼杨锦荣 笑道 你说巧不巧 两个甜粽子 两个咸粽子 吃哪个 我吃甜粽子 于怀黑笑一声 两个甜粽子都给我 一类 杨锦荣摇了摇头 给我一点辣椒酱 再来两瓶肥宅快乐水 一共多少钱 好烈 粽子一起六十四块 咳得七块 收你七十一 爹 杨锦荣扫描付款 老板包好粽子 给两人递过去 两人确实饿坏了 正大口吃着 突然想起一道 女人的抱怨声音 不是说好的 找地方拍婚纱照吗 为什么来这么个 鸟不拉屎的地方 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都怪你 我说找专业的影楼 拍婚纱照 你非要说 自己找场地 找摄影师拍 我也没办法呀 林海这么大 找错地方 也正常吗 等等 第二个声音 好像也是女的 杨锦荣和于怀 几乎同步抬起头 看向侧边 竟然看到两女的 再为婚纱照争吵 噓 于怀刚想说话 就被杨锦荣制止了 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吃瓜 下饭 嘿嘿 两人一边吃瓜 一边吃粽子 一边品肥宅快乐水 诸葛丽丽 这才刚开始拍婚纱照 你就不耐烦我了吗 没有没有 亲爱的 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大中午的 太热了 哼 在名叫诸葛丽丽的 女子服软后 两人很快就和好了 这撤后就走了 于怀本以为 两人会吵起来 没想到这么快就熄火了 失望极了 百合吵架 瞬间哑火 没意思 走吧 两人光速进食 一小花就吃完了 打了个车 便回到了学校 下午没课 于怀去打篮球去了 问了杨锦荣 后者表示 还有事情要处理 大家好 我是临海大学法学专业 学习两年半的杨锦荣 杨锦荣在宿舍录制了一段视频 配上文字 发送到自己在各大平台的账号上 所有此前转发过 污蔑我的帖子的网友们 现期今天天黑之前 删除帖子 所有此前给我送过花圈的网友 天黑之前 写下两千字道歉信 公开发布 并私聊给我 我可以不再追究此事 以上两位人 如果天黑之前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的 我将随机抽取数位幸运观众 我们 法庭见 015 缺金少两 不 少了一件 杨锦荣发完视频 便没有在理会网络上的事情 证据他早就收集好了 给那群网报者最后一次会 如果他们不好好珍惜 那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饮手镯 和免费的饭菜 今天没啥课 他抱着 刑法 一点点啃下去 在他的职业规划中 毕业后就去当律师 只是导师并不建议杨锦荣 从事律师相关类的工作 理由也非常简单 他正义感强过头了 很容易得罪人 按理说 正义感强的人 一般都不太好说话 可偏偏杨锦荣还特别好说话 这性格当律师 注定走不远 也赚不到钱 更无法融入律师圈子 倒是适合教书 老院长也这么觉得 可我并不想当老师 杨锦荣想到孤儿院的老院长 想起自己好久没看望过他了 不由得有些想念 反正今天没课 不如去看望一下老院长 杨锦荣属于那种说干就干的人 他立刻换上衣服 朝着外面走去 先去买点礼品 老院长也没啥特殊爱好 就是喜欢梭罗 杨锦荣便前往海鲜市场 买点小海螺 很快 便抵达海鲜市场 帅哥 想要点什么海鲜 杨锦荣刚走进市场 就被一家店的老板娘热情地叫住 一头金色大波浪卷的老板娘 大方地叫道 长得这么帅 跟我家的海鲜定是特别有缘 过来挑一下吧 肯定有帅哥你喜欢的 这热情过头了 让杨锦荣有些不适应 无论是菜市场还是逛超市 他都不喜欢倒过的热情推销 更喜欢自己一个人默默挑选 给我来几斤小海螺吧 又不过老板娘的热情 杨锦荣最终还是在这家店 选了五斤小海螺 在老板娘的热情推荐下 又买了五斤海虾 买了六只青蟹 在桌上摆放着盒装的海参 想起老院长心血管不太好 海参可以保护心血管 反正直播赚了一点钱 更何况 后面系统任务完成还有奖励 提前孝顺一下老院长 帅哥有眼光 我这可是顶级的野海参肝 四块钱一克 老板娘撩了一下大波浪卷 露出一抹和煦的笑容 她踩着高跟鞋点七角 取下一盒海参 这可是好货啊 送礼的最佳选择 我这一盒净重1200克 4800块整 还送礼品贷 正品保障 买的就是放心 便宜的嘛 太贵了 杨景荣试图砍价 却被老板娘一顿扑 最终还是买了下来 帅哥 你放心 你在我这里买东西 买了一回 绝对还会来第二回 主打一个回头客 老板娘相当开心 一顿自夸 毕竟这么贵 杨景荣还是有些肉疼 出于谨慎便问道 镜中够的吧 这个你放心 老板娘拍着胸脯保证 又指着包装盒上的小字 看到没 海参镜中1200克 也就是包装密封 不然拆开给你撑 少一赔时 我绝对不带皱眉的 那就好 杨景荣在手里掂量了一下 感觉应该差不多 付了款 余额不多了 又开了发票 这才提着东西离去 杨景荣担心老院长家里 没有姜蒜小葱 又去附近的小超市 小超市没有海鲜 买了姜蒜小葱 撑中的时候 他忽然想试试 这海参到底够不够撑 于是放到超市的秤上撑了一下 嗯 不对啊 秤上显示 1050克 带包装盒 还比净重少了150克 我这是遇到缺精少两了 还特喵的是贵重的海参肝 杨景荣为了验证 赶紧把海参盒子 小心翼翼地拆掉 又在超市 拿了一个透明塑料袋 将海参全部取出来 放到重量 可以忽略不计的袋子里 这才放到秤上 730克 帅哥 阿姨提醒了一句 我这秤 可是市场监督管理局 认证过的公平秤 绝对准 谢谢阿姨 杨景荣深吸一口 1200克净重 也是按照1200克收的钱 结果净重只有730克 足足差了470克 多收了1880块 告非 杨景荣想起老板娘之前 拍着胸扑的承诺 顿时感觉自己 受到了严重的欺诈 不过秉承着 宁愿相信是意外 也尽量避免误会他人的原则 杨景荣假设是对方弄错了 他收拾好东西 付了超市的钱 特意去超市监控 录制了一段 自己拆开海参包装的监控视频 转身回到海鲜市场 杨景荣还担心自己上门 会影响对方生意 特意等待两位顾客走后 才走进店里 说话也尽可能柔和小声一些 老板娘 我这海参敬重对不上啊 是不是弄错了 怎么可能 老板娘原本还笑脸相迎 一听到杨景荣的话 脸色立刻一变 语气都加重了几分 也不像之前购物时那么客气了 我这个店开了十几年了 同所无期 向来都是不多收顾客一分钱 不缺少顾客一两秤 怎么可能弄错 可我这海参 你卖给我是1200克净重 我去超市拆开称重 却只有730克 少了足足470克 多收我1880块钱 杨景荣一脸认真的说道 小兄弟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老板娘脸色一板 面露不善道 小心祸从口出 威胁的意味 已经不言而喻 杨景荣原本仅存一点的善意 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但他还保持着仅有的耐心 解释道 老板娘 你称称看 这够不够1200克的 包装盒都被你拆了 这么称重 也是无效的 我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在拆开包装盒后 自己把海参丹藏起来了 老板娘声音已经变得尖锐 你现在若是离开这里 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否则的话 就别怪我了 黄老板 发生了什么 边上有人伸着脖子问道 他手里捧着一块西瓜 咬了一口 咀嚼着吃瓜 黄老板就是老板娘 全名叫黄湘霞 他冷哼一声 有个大学生 在我这里买了一盒海参干 现在拆了包装盒 跑过来诬蔑我缺金少两 想要敲诈我 哦 学生仔啊 吃瓜群众伸着脖子 看了一眼杨景荣 嘖嘖 长得一表人才 怎么干这种事也 我可没有污蔑他 杨景荣拿出手机 播放从超市录制的监控视频 是他全程拆开 包装到称称显示 730克的全过程 还是高清的画质 这个视频 足以证明我没有污蔑他 缺金少两 多收我1880块 还反咬我一口 什么监控不监控 黄湘霞坐视伸手 去抢夺杨景荣的手机 没得逞之后 就掏出手机摇人 不一会儿 一位左青龙右白虎 胸口长满黑毛的标形 壮汉感到 他一双同龄大眼 张嘴说话间 如同血盆大口张开 责人而是一般 就是你在我店里闹事 诬陷我们店 把他手机抢了 黄湘霞低声提示 016 变本加厉 其人太甚 你们可知道 你们所作所为之事 是违法犯罪的 杨景荣大声呵斥 他正义凛然 如同无惧恶魔的正义之师 他依旧试图唤醒对方 试图以提醒的方式 让对方及时醒悟 误入歧途 声音洪亮 郑重有力 如果你们现在助手 顶多只是缺金少两 商业行为 可你们若再向前一步 必将踏足深渊 走向违法犯罪的歧途 可 杨景荣的提醒 显然是多余的 不仅是多余 还让对方感觉到羞辱一般 凶悍猙獰的壮汉冷笑一声 大巴掌高高扬起 对准杨景荣 争獰笑道 学生就是学生 今天你若是乖乖 把手机视频删了 乖乖低头认错 我可以考虑 不删你这一巴掌 否则 今天我就给你上 不如社会的第一堂课 社会上的事 不是你个臭学生 可以想象的 学校是学生的象牙塔 可 如果这个学生是法学院的 就另当别论了 杨景荣给过对方机会 可对方并不悔改 反而变本加厉 这让杨景荣气泄上涌 可看到对方人高马大 壮硕凶狠 面目猙獰 尤其是那纹身 一看就是混社会刀口舔血之人 这种人 要么别得罪 要么就往死里干他 把他手机抢了 黄乡霞不再有任何掩饰 大喝一声 坐视向前一步 趁着他男人威慑住杨景荣 抢夺其手机 说是时那时快 就在对方冲过来的瞬间 杨景荣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真正能量系统检测到 宿主遇到负能量之事 成功触发任务 选项一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当场求饶 低头认错 求对方放过自己 奖励 委屈奖 系统出品 高科技云台一步 该云台遥遥领先全球 各种功能一应俱全 可自动捕捉直播画面 可手持 可挂带 可放置 选项二 此人严重危害社会 身为正能量大使 怎可容忍对方如此放肆 适可忍孰不可忍 反正系统强化过身体 必须干他压的 打不过也要磕掉对方几颗牙 咬掉对方几块肉 奖励 狠人称号 得此称号者 可散发强大气场 震慑各类萧小 选项三 传递社会正能量 为不公平做斗争 但 宿主当前势力单薄 社会能量薄弱 不可正面硬刚 还请宿主自行想一个万全之策 即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承接恶人 又不会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 奖励 八级权精通 无法外传 助解 八级权搭配 刑法 使用 更加安全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请宿主谨记 无需选择 面对眼前危机局面 于刹那之间 杨锦荣脑中万千思绪翻腾 演化种种可行之策 模拟出最佳方案 他不着痕迹的闪身 避开对方的手 忽然语气一软 略带委屈腔道 我删 我删还不行吗 哼 黄湘霞又一次没抢到手机 本想叫他老公动手 却不想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眼前这学生 竟然服软了 看着 我删 杨锦荣委屈地说着 一边手指划过屏幕 当着两人的面 将视频删除 这才将手机放进兜里 手指滑动 却是按下了录音键 他这才一脸畏惧地 看着纹身壮汉 咬着嘴唇 要多委屈就有多委屈 你们太欺负人了 哈哈 媳妇 看到了吗 老子赵长龙 把这乳秀未干的学生给吓哭了 纹身壮汉抖了抖猪八戒一般的肚皮 上面浓密的黑毛发 也跟着震荡出波浪 他名叫赵长龙 不过他更喜欢自称赵长龙 因为他比较短小 但又很朴性 呵呵 抖什么抖 哪次不是抖两抖就完事了 黄香霞低声笔 一一句 再看向杨锦荣 同学 早这么拾去 不就没事了吗 不过 你刚刚在我店门口嚷嚷 这是你不给我一个交代 今天 可别想轻易离开 这动静 自然引来了不少吃瓜群众的围观 可没有任何一人站出来 帮杨锦荣说话 一个个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而杨锦荣心中早就料定 对方会得寸进尺 自己表现服软 对方果然变本加厉 黄香霞这话 更是纯纯的威胁 杨锦荣仰起头 脖子一硬 怒目而势道 你们还想我怎么样 我不计较你们的缺金少两 还不行吗 嘿 真有意思 你这学生娃 血口喷人 污蔑我们缺金少两 一句话计较就完事了吗 赔钱 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 夫妻俩一唱一鹤 一左一右 这架势 大有绑架拘禁之危险 我 我没有钱 没有钱 那就向同学见 同学借不到的话 那就去网贷 现在大学生网贷到处都是 你们 你们这是违法犯罪的 杨锦荣后退半步 窃声声道 违法犯罪 赵长龙冷笑一声 老子就是喜欢为 啪 黄香霞一巴掌 拍在他肩膀上 闭嘴 我来说 说完 他笑呵呵地看向杨锦荣 语气也柔和了半分 又摆出了最初欢迎杨锦荣购买海鲜的模样 弟弟 这样 我们也不为难你 违法犯罪的事 我们也不去做 这样吧 你在我店里再购买五万块海参 这事就算了 还有这种好事 杨锦荣内心狂喜 他目光 扫过货架上的海参 几乎清一色的净重量 一千二百克 同规格包装 跟他手里的一模一样 他正愁四千八百块 达不到五千块的恋案标准 现在好了 对方张口就是五万块 这大大低恋案标准 还是数额巨大标准 这不正应了那句 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吗 五万 杨锦荣态度坚决道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也借不到那么多钱 我媳妇说五万 那就五万 赵昌龙瞪着同龄大眼 盯着杨锦荣 用鼻子喷气道 不 我改变主意了 六万 今天你必须购买我们店里六万块海参 你再晚一分钟答应 我就加一万 我 嗯 好 杨锦荣委屈极了 憋屈着拿出手机 找人借钱 奈何借了一圈 最后只在于淮那里 借到了三千块 剩下的只能通过花呗和借呗 以及威力带支付 六万块啊 换作平时 杨锦荣心都在滴血 绝对跟对方拼命 可今天 他心中只有一片冰冷雨 异常的冷静 好了 我付款了 把海参给我 我 给他 黄湘霞脸上乐开了花 赶紧一股脑将一大堆海参 推到杨锦荣身边 甚至还好心给了他一个大袋子 他脸上还露出一朵如菊花般的笑容 欢迎下次光临 哈哈 赵昌龙笑得肚皮乱颤 小子 社会给你上的第一堂课 你学会了吗 零一七 反手一连串举报 景荣 你这借钱干啥呢 杨锦荣提着大包小包 走出海鲜市场 拐了个弯 就接到了于淮的电话 你不会被敲诈了吧 呃 也不是不能这么说 杨锦荣沉吟了一下 本会就处理好了 跟于淮挂挂断电话 杨锦荣跑去之前那家小超市 验证了一下其他海参的重要 果然都非常统一 一千零五十克 连他之前的买的小海螺海虾 都是七两成 走出超市 杨锦荣正想拨通 一二三一五 突然脑海中再度想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由于宿主尚未做出具体选择 系统将以宿主行为平定 恭喜宿主 完成选项一 获得奖励 奖励会在二十分钟内 通过快运方式 发送到宿主手上 请宿主注意签收 Y日 杨锦荣听到系统提示音的那一刹那 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丢 他原本计划是卡一个系统bug 也算是尝试一下系统能不能多选 将选项一和三同步完成 先服软 再重拳出击 就算最后得不到选项一的奖励 也应该是择有奖励 获得奖励三才对 万万没有想到 这系统竟然是按照宿主当前行为来平定的 血亏 不过唯一好处 就是摸清了系统这方面的规律 以后要及时做出选择 至于没得到选项三奖励 只能说 可惜 只能等待触发系统一波后续任务了 按照污蔑案的后续任务来看 系统应该还会有一次延展的任务 杨锦荣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而是拿出手机 拨通1231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建设温馨美好家园 等待数秒过后 自动转入人工服务 手机那头传来一道声线美妙 悦耳动听的声音 您好 这里是12315指挥中心 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助您吗 我要举报一家海鲜店 缺金少两 还强迫消费 临海区西桥海显示场249号 店名 乡辖海鲜店 涉案金额 64800 这是单单我个人购买的产品 其他消费者还需要你们去调查 神明登记是吧 好 杨锦荣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告知对方 我的诉求 退一赔三 公开道歉 至于罚款之类的 就不是杨锦荣所能控制的了 消费者投诉电话是由工商部门对接 平日里若是举报流动的小商小贩之类的 管理难度大 估计人家相关部门都懒得理会 可查这种实体店 那可不要简单 一查一个准 更何况 单一涉案金额就高达六万多 这出一趟任务 不妥妥地拿一回新闻头条吗 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接线员登记后 立马就汇报了局长 巧了不是 局长最近看到其他各部门的领导各种荣誉 郑筹没有什么可以登报表扬自己的事情 严丑一个大机会来了 他把泡着枸杞的茶杯扣在桌子上 将白衬衫扎进裤腰带 大手一挥 杨景荣哪能想到这些 他挂断电话后 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 96119 你好 我要举报临海区西桥海显示厂 249号乡辖海鲜店 店内并无消防举措 应该也没有消防许可证 对 我的名字这玩意一打一个准 除了饭店 绝大多数店都会忽略消防 杨景荣也在第二次被迫购买海参时 特意查看了对方店里 没有找到任何消防设备 也没有看到消防许可证悬挂 这个出警速度是相当之快 消防查办一项百分百罚款 业绩所以相当的积极 再来一个12366 税务局的举报热线 对方只给自己开了一次发票 第二次六万多只开了收据 没有开局发票 这不是妥妥的投税漏税 关键是税务问题 也是一查一个准 罚款是板上钉钉的 更巧的是 税局的领导听说工商局的领导 亲自带队出任务 当时就放下了枸杞保温杯 两人死对头多年 谁也不服谁 他立刻就吩咐部下 有稍微大一点的任务 就告诉他 他今天也要亲自出一趟任务 不能比隔壁差事 杨景荣这一波 正好撞上了 还有 就在杨景荣还想再来一个举报时 于怀从侧边跳了出来 他拍了一下杨景荣的肩膀 兄弟 你这什么情况 被海鲜店欺负了 六万是什么意思 你被骗了六万 再一看杨景荣手中一袋袋包装的海参 瞬间就明误过来 走 我带你去退货 于怀不由分说 拉着杨景荣就往海鲜市场走 不是 等等 杨景荣还不想这么快去 他在等各部门执法人员抵达 主动联系自己的时候 再出面 可于怀压根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见他不去 还以为他平日里当老好人 冤大头当习惯了 不敢去 于怀便自己一马当仙 朝着海鲜市场 气势汹汹而去 人都快走没了 才传来他的声音 铁定是临海本地人 欺负我们外地来上学的学生 你别怕 我今天高低让他把钱退了 杨景荣赶紧追了上去 他不怕别的 就怕于怀被对方打了 到头来还被判一个户殴 再故意损坏点什么东西 反手一个起诉索赔 自己刚刚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不说 还得搭进去更多 有礼也成了没礼 杨景荣也不怪于怀 这么多年了 他就这么一个真心兄弟 也许毕业后 这感情就淡了 没了 于怀从杨景荣的举报电话中 得知了对方店名 没一会儿就冲到了乡下海鲜店 此时只剩下一头波浪卷的黄香霞 他正坐在椅子上 美滋滋地翘着二郎腿磕瓜仔 抬头一看 一位愣头青 怒气冲冲而来 一下子就想到了杨景荣事件 吐掉瓜子壳 喝笑着问道 哟 想要点什么 什么都不要 于怀大声质问道 是不是你坑我兄弟六万多买海参 小伙子 你不要捣乱哦 黄香霞都不带正眼看一眼 继续磕着瓜仔 饭可乱吃 话不可以讲的脸 空口无凭都污蔑我们店 我有权起诉你 损害我们店名誉权 呸 他吐出瓜子壳 抬眼正好看到了 手持云台走过来的杨景荣 018冒号0.73公斤 就是1.46斤 1460克 刚刚杨景荣在过来的路上 正好收到了系统发放的奖励 快递员给他送过来的 签收之后 杨景荣索性用上了 刚开播 观众们也断断续续地进来 因为上一轮热度还在 不少人都进来询问 是不是要开始清算网报案了 可当观众们仔细一看 才发现直播间标题 竟然是传递正能量 真实缺金少两的海鲜店 啥情况 我还以为要清算那些送花圈的人呢 怎么跑来真实缺金少两了 反正看啥都是看 我不介意 我生平最痛恨缺金少两的缺德老板 对 可以贵点卖给我 但是不能缺金少两 泽泽 我严重怀疑这是剧本 没能力真实网报者 就随便找个店拍剧本 想要蹭热度直播带货 这套路互联网谁不懂 剧本吗 泽泽 还真有点像 取关取关了 杨锦荣也没有管弹幕 他开播纯纯是想要试试 人不人气 取不取关 他都没那么在意 锦荣 你把那些海参拿过来 让老板娘给你退了 于怀的话还没说完 黄湘霞已经冷笑着开口了 怎么了帅哥 你不会真打算把这么好的海参退了吧 还要弄个字拍杆 生怕别人不知道 不用退 杨锦荣不着急发生冲突 他担心赵长龙回来 发生正面冲突 得不偿失 杨锦荣拉了一把于怀 给他打了个眼色 示意自己留有后手 好在两人经常双排 还算有点默契 后者微微一愣 玄机领会了他的意思 还是你同学石鹊 黄湘霞喝笑一声 很社会的 换了一个二郎腿的姿势 聊了一下黄色大波浪 社会不比你们学校 除了社会 若是不学这机灵点 愣头愣脑 可没人保你们周全 学生仔 该吃的亏 忍忍就过去了 不忍也得忍 这个就叫社会 于怀心中默念忍自觉 249号 就是这家店了 就在这时候 三位身穿工商局制服的执法人员走了过来 为首的便是秦局长 他整理了一下帽子 乡霞还显电 老板是谁 领导 这是我的店 黄乡霞赶紧丢掉瓜子 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笑脸相迎道 不知道领导大驾光临 别套近乎 秦局长环视了一圈店里 目光最后落在杨锦荣和于怀身上 我们是工商管理局的执法人员 我叫秦世忠 你们两个谁是杨锦荣 我 杨锦荣站出来 他也没有想到 工商局会来得这么快 兵贵神速 简直决绝的 连忙礼貌地说道 你好 是我实名举报这家店 欺诈消费 缺金少两 强迫买卖 你别乱说 谁缺金少两了 黄乡霞张口就想骂人 可碍于三位执法人员在 只能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杨锦荣 示意他别乱说话 不然有他好果子吃 他马上又换了一副笑脸 讨好似的看向三位执法人员 领导 那个 喝茶喝茶 我给三位泡 别搞这一套小动作 秦局长老油条子了 他一进店铺门 就示意两位手下占好位置 这会儿 一位已经将店里的秤拿住 另一位则是拿着专业的摄影设备 跟拍着秦局长 而此时 直播间已经涌入了不少观众 老观众已经开始解读剧本 还挺有模有样 竟然请了专业演员 扮演起了工商管理局的执法员 我擦 难道法学专业的学生 都不知道假扮执法人员 是违法的吗 嘿嘿 你别说 还真有点那么回事 这肥头大耳的执法人员 一看就像坐在办公室 喝茶的新好新好新好物 这么专业 别花不少钱吧 隔着作秀呢 秦局长可不是来作秀的 他是来真的 秦局长声音低沉地询问道 杨锦荣 你说店里缺金少两 怎么个缺金少两法 静重只有730克的海参 他当成1200克出售给我 我来退货不成 他还叫他老公来威胁我 强迫我购买6万多海参 这每一盒都是缺金少两的 杨锦荣拿出未拆封的海参 递给秦局长 领导你们有没有带公平秤 一事便知 小张 秦局长一开口 边上那位摄影的工作人员早有准备 他从一个手提包里面拿出公平秤 找了个相对水平的地方 放置好 静重 那就得拆开 指称海参的重量 秦局长接过杨锦荣递过来的海参包装盒 认真看了一遍 确认写着海参净重1200克 这才拆开 将海参倒在公平秤上 0.73 还不等秦局长和执法人员开口 黄湘霞已经抢先一步开口 他声音充满了不满 语气加重了一大截 0.73 哪里不够秤了 0.73 哪里都秤了 我所购买的每一盒 你可都是按照1200克收钱的 杨锦荣瞪了一眼黄湘霞 这都摆明了不够称了 为何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公斤称啊 懂不懂 什么叫公斤称啊 哪知道黄湘霞更加理直气壮 硬着脖子 大声吼骂道 亏你还是个大学生 读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公斤称啊 0.73公斤 不就是1.46斤 1460克 他仿佛抓到了星号星号星号一般 指着杨锦荣鼻子 吼声骂道 你有没有脑子 有没有认真念过书啊 小学生都知道的 你还有脸诬蔑我 举报我 擦 杨锦荣和于怀两人 当时就傻眼了 神特喵的0.73公斤 就是1.46斤 就是1460克 小学生都知道是错的 你还搁着强词夺脸 秦局长和两位 工商管理局的执法人员 也被黄湘霞这郑重歧视的 吼骂声给整蒙圈了 然而 还不等众人开口 黄湘霞却再度抢先开口 他指着杨锦荣两人 你们两个年纪轻轻 有手有脚的 不知道找份正经工作赚钱 学别人玩敲诈勒索 我跟你们说 这是没完 你们成功惹怒我了 骂完 他又转头看向秦局长 领导 我堂堂正正做生意 街坊邻居 其他顾客 都可以为我作证 现在有人跑来 污蔑我 缺金少两 想要借此敲诈勒索 如果不加重处罚他们俩 还我一个公道 就是助纣为虐 打击所有经营者的从业积极性 这动静 早就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 有过来海鲜市场买海鲜的老人妇女 也有在附近开店的商贩 有的看到工商管理局的人 已经偷偷将自家店的秤换掉了 此时围观的吃瓜群众当中 不少人点头议论起来 确实 人家老板娘说的没错 现在实体店也不容易 谁没事会缺金少两 罚自己招牌 就是啊 0.73公斤 不就是1.46斤吗 小伙子 人家老板娘还多送你那么多分量 你咋还反咬人家一口吗 几位年迈的老阿姨 推着买菜小推车 停下来吃瓜指着杨锦荣起来 哎呀 现在的学生仔 可真没良心 一位推着婴儿车的都市立人宝妈 也娇气地说道 人家美女老板娘没错的了 我可是西馆大学毕业的 0.73公斤 就是1.46斤 就是1460克 没算错了 一位大妈惊讶道 哇 你这么年轻 就结婚带娃了 竟然还是大学生 岂不是大学刚毕业就结婚了 是的 都市立人宝妈撩了一下秀法 挺了挺胸 自傲地说道 希希 在大学时期 我也是小仙女笑话呢 好多人都劝我别结婚生娃 可我偏不 还都说一蕴傻三年 我就不会 我老公经常夸我聪明呢 019 看我神威 无奸不摧 这会儿直播间的观众们 更是一个个嗨了起来 聪明 真是大聪明 我擦 不会真有人觉得 0.73公斤 就是1460克吧 疯了吧 这铁定剧本啊 现实中哪有这蠢的人 看得我厌蠢症都犯了 别说 这剧本还是挺有意思 刚刚那宝妈一句 一运傻三年 我就不傻 差点给我笑喷了 我妈妈问我 为什么跪着看手机 我把手机给她看 震惊我妈一整年 这看来有点不像是剧本啊 这若不是剧本 我直播倒立 是想两斤半 我 王木霸 野儿有信 杨锦荣并未去看弹幕 他听到店外的议论声 都忍不住亚麻呆住了 内心不由感叹一声 九年义务教育 任重而道远 秦局长更是被逗笑了 他望着黄湘霞笑道 你让我处罚他们 黄湘霞一口咬定 绝不松口 斩钉截铁道 还请领导主治公道 这都给杨锦荣逗乐了 嘿 真有意思 看来这家不是坏 而是又蠢又坏啊 秦局长摇头 示意一位工作人员道 你告诉他 0.73公斤是多少克 0.73公斤就是730克 一公斤是1000克 懂了吗 换作平日里 这位执法人员 早就上手强制执法了 若不是领导在场 哪会耐着性子 跟黄湘霞科普 他又想了想 对牛弹琴该怎么解释 只能无奈到 算了 跟你说不明白 我换成克 再称一遍 给你们看吧 执法人员按了一下案件 称的单位 从公斤变成克 显示730克 现在知道 0.73公斤是多少克了吗 秦局长冷冷地看着黄湘霞 黄湘霞愣住了 不是啊 这不对啊 怎么跟自己算的不一样呢 0.73公斤 不是1.46斤 1460克吗 咋成了730克了 外面议论的宝妈和大妈们 也愣住了 这不科学啊 怎么回事 几位吃瓜看戏的商贩们 则是默默地偷笑 有的商贩暗中记下了 刚刚那位都市里人打扮的宝妈 以后卖东西给他 可以把他绕进去 想想还有点小兴奋 营业执照 健康证明 身份证 给我一下 工商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 不再磨叽 开始走流程 黄湘霞越想越觉得猛圈 怎么就0.73公斤 不是1.46斤了 猛的 他想到了唯一的可能 这三位所谓的工商局执法人员 都是杨锦荣请来的演员 为的就是框他 讹诈他 一想到这里 黄湘霞恍如人间清醒 瞬间来脾气了 他冲着秦局长怒吼一声 等等 我从没见过你执法 工商局我又不是没去过 我还有个表情在里面当官呢 我怎么从没见过你 你肯定是假的 冲牌货 冲执法人员 秦局长眉头一挑 你没见过 我不是很正常吗 我堂堂局长 若不是因为最近想上的新闻 在媒体面前露个面 哪能亲自来办案 还亲戚在工商局上班 这话也敢当众说出来 脑子秀逗了 没看到我带着摄影设备的吗 见过坑爹的 没见过坑亲戚的 至于被说成毛冲执法人员 秦局长更是被气笑了 谁敢冲我 不过当着众多群众的面 秦局长表现得相当有格局 他拿出工作证明 上面写着他的名字 职位 盖有钢章 看清楚了 我 秦世忠 工商行政管 李局局长 谁敢冒充我 欢迎七成以二十四小时举报 局 局长 黄湘霞双腿一颤 内心发怵 主要是害怕 害怕对方是真的 脸色插那苍白 说话都有些不利索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老婆 谁又来店里捣乱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外出的赵昌龙回来了 他腰圆体盘 虎背熊腰 胸口更是遍布 争鸣可怖的纹身 光着膀子走过来 看到杨锦荣的第一时间 便哈哈大笑一声 又是你这个学生仔 看来之前让你赔进来的六万 你还没长记性啊 这话直接作涉了 他强迈的罪行 杨锦荣也不说话 赵昌龙则是目光 扫过三位执法者 微微恶然 这是什么 工商局的人 他看向杨锦荣的目光 骤然变得阴沉可怖 这小子 竟然不知死活地举报自己 真是找死 出入社会的学生仔 真得好好教训教训 检测到宿主所预付能量事件 还在持续 触发支线任务 请示宿主做出选择 选项一 对方这种滚刀肉 完全不是我一个学生 可以招惹的 赶紧道歉 跟执法人员说是误会 然后溜之大吉 奖励 喊跑跑牌 跑鞋一双 选项二 事已至此 绝不退缩 哪怕对方事后报复 也无拒一切 佛曰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为追求公平正义 就算牺牲 也在所不辞 慷慨赴死 奖励 黄金沐鱼一副 选项三 身为正能量传递大师 定然要有超群的智商 既要做到不立威强之下 又要做到惩罚奇葩恶人 请宿主智取 奖励 无限制格斗 大师级 助解 无限制格斗门派刑法为 刑法 宿主若想实战 务必学习好刑法 来了 任务他又回来了 杨锦荣这次果断快速分析 选项一 道歉可不是他的性格 更何况这奖励 怎么奇奇怪怪的 选项二 虽然奖励好像很值钱 但不是杨锦荣的形式风格 选项三 很好 完美契合 系统 我选择选项三 杨锦荣确认选择之后 脑海中已经开始模拟几套方案 他走到秦局长身边 顺着对方的话语 冷笑道 学生宰怎么了 看到这是谁了吗 我请来的工商局局长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还敢质疑 秦局长是冒牌货 怕不是平日里 罚款交太少了 你 赵昌龙强忍着怒气 若不是有这么多人在 他真想给这学生 宰几个大鼻洞 老公 黄霞相声怕他老公 被激将法激怒 当场动手 那就完蛋了 他连忙拉住赵昌龙 一边打眼色 一边说道 我们报警 叫治安员来 说着 他拨通110 接线员很快接通 黄乡霞赶紧道 你好 我这里有人冒充工商局执法人员 对地址是 快点 我怕他们逃走了 你报警了 见到对方报警 杨景荣眼前一亮 记上心头 他表现出 大惊失色 心虚而又嘴硬的嚷道 你凭什么报警 你为什么报警 果然是这小子请来的冒牌货 赵昌龙见到杨景荣心虚的反应 立刻笃定了 这举着摄影机的三人是冒牌货 根本不是什么工商管理局的人 他当场就怒了 臭小子 今天你完蛋了 他大喝一声 一拳打向杨景荣 奈何杨景荣反应神速 一个侧身避开这一拳 动 秦局长可没有年轻人的反应 扎扎实实地挨了赵昌龙这一拳 还是打在脸上 当场一晃 整个人瘫倒下去 秦局长 杨景荣眼疾手快 扶住倒地的秦局长 抬头大声呵斥道 你怎么敢殴打执法人员 你这是妨碍公务罪 要判刑 什么妨碍公务罪 不就是你请来的几个演员吗 我这是为民除害 打击冒充公职人员的违法分子 赵昌龙大喝一声 再度对准杨景荣出手 两位执法人员吓坏了 他们的局长被打了 他们哪敢袖手旁观 眼见凶兽二次出手 两人立刻一前一后 朝着赵昌龙扑了上去 奈何两人平日里 做空调办公室时间太长 缺乏锻炼 竟然被赵昌龙一左一右 一拳一个 直接撂倒 冒充公职人员 打了你们 也不违法 还能得个优秀市民奖 赵昌龙越想越兴奋 狂躁之气侧漏 邦邦又是两拳 砸在两位执法人员身上 老秦 就在此时 几位税局的执法人员出现 其中一位年纪稍大一点 竖着大背头的领导 看到倒地不起的情势中 赶紧大喝一声 怎么回事 竟然有人胆敢殴打公职人员 赵昌龙正在信头上 抬头一看 又来了几位演员 呸的一声 吐了一口浓潭 踹了两脚被倒地的执法人员 盯上了税局的几人 他站起来 像个战神一样 又来了几个送人头的 看我神威 无奸不催 020 恕罪并罚 老底坐穿 海鲜市场本就鱼龙混杂 赵昌龙常年混迹在市场上 欺男霸女之事也没少做 身上猙獰的纹身和刀疤 就是最好的证明 除了韩剧 哪会有什么满身纹身 还温柔善良的大叔 赵昌龙一看 又多了几位演员 已经打伤到的他 默认是杨景荣请来的帮手 冲上去就是一顿胖揍 可这次税局的执法人员 有一位伸手不凡 硬跟混迹灰色地带的赵昌龙 扭打在了一起 其余几位执法人员挂了彩 也趁着空隙 偷袭起来 砰砰砰 现场相当混乱 鱼缸都破碎了 玻璃碎片混杂着水和海鲜 到处乱飞 海虾螃蟹都趁机逃窜 海鱼乱跳 可怜的生蚝和海螺 被踩烂了不手 海胆都爆枝了 地面墙壁货架上 到处都是水和内脏 别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漫天的血水乱飞 黄乡侠如雨中哭泣的偶像剧女主般劝架 赵昌龙 他们都是真的执法人员 你不要再打了 等赵昌龙脑子清醒过来 意识到不对劲 却已经来不及了 他只能抱头挨揍 不敢再还手 可这两大单位的执法人员 哪里遇到过今天这般辱魔 尤其是两位领导 他们走到哪里 本想上的新闻 结果莫名其妙挨了一顿胖揍 简直是奇耻大如 即便赵昌龙抱头在地上 蜷缩起身体 只挨揍不还手 众人也没有丝毫停手的意思 几个人疯狂暴打 抓到什么用什么 反正不打头 其余部位使劲打 什么抄网 拖把 凳子 木片 打断了一轮 又换成脚踹 踹到几人气喘吁吁 筋疲力竭 这才逐渐停手 领导 没事吧 没事 税局的领导叫做张爱国 他倒是没怎么挨揍 等他扶了扶腰 才发现 老对头秦局长 已经被一位年轻人扶到了边上 这才哈哈一笑 老秦 你不行了 怎么两个歹徒都制服不了 还被歹徒揍了 要不要我给你叫个120 去去去 秦世忠白手 抹了一把脸上沾染的水渍 白衬衫上 早已经沾染满了海鲜内脏 模样相当狼狈 他白了一眼张爱国 老张啊 几日不见 你这损人的嘴 咋还那么贱啊 不损我几句 你心里难受是吧 哈哈 两人相视一眼 看着对方狼狈不堪的样子 都忍不住笑了 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 并肩作战的部队时光 店里早已经全乱了 地面上都是乱跳海鲜 给于怀都吓到了 杨景荣倒是还算冷静 但也着实万万没有想到 这赵长龙这么凶猛 竟然敢一人单挑一群执法人员 看得杨景荣都忍不住 暗中给他比划了个大拇指 真汉子 果然有取错的名字 没有喊错的外号 赵长龙 你怎么样了 你不会死掉吧 黄湘霞跪在赵长龙身边 劈头散发地抱着他 哭着骂道 叫你别打了 别打了 再打就真出事 你骗不信 你为什么永远改不掉冲动的性格 这次完了 彻底完了 我们惹到了官僚 我没事 赵长龙浑身都是脏的 可实际上 还真没什么致命伤势 他的体魄本就抗揍 执法人员也都避开了要害 他现在纯纯是被打痛了 浑身上下都痛 痛得他在地上呲牙咧嘴 痛得他在地上打滚 可他不敢说自己有事 因为是他先动的手 低屋低屋低屋 正在这个时候 海鲜市场外 响起了警车鸣笛声 跟着几位治安员走了过来 很快抵达门店 看到店内好似被打砸过一般 几位治安员都微微一愣 再看到几位税局和工商局的执法人员 一个个脸上祸多祸 少挂财些许 更是恶然 情局 什么情况 一脸关切地询问道 小张 我没事 秦市中摆了摆手 他示意一味不暇 你来说说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吧 说清楚点 张兴同志 事情是这样的 工商管理局的执法人员 捂着熊猫眼眶 指了指杨锦荣 开始从头到尾 诉说整件事情 林海区治安所的几位治安员 则是开始记录 简单地叙述完欺诈消费 缺金少两 到他们接到举报过来执法 再到0.73公斤征职 接着详细地描述了 赵昌龙偷袭秦局长 让秦局长负伤 殴打执法人员 以暴力手段 非法阻碍执法 最后又简单地描述了一下 兄弟单位税局同僚赶到 合力制服暴力分子赵昌龙 这堪称完美的描述 差点给张爱国整不会了 合着你们受伤 就一个劲地描述 到我们过来 就一句带过誓吧 这时候他也不好发作 只能瞪了眼老秦 后者默不作声 嘿 挨揍的是我 你过来纯纯抢我镜头 还瞪我 咔嚓 志安员掏出银手镯 直接给已经完全丧失了 战斗力的赵昌龙靠上 黄湘霞已经被吓傻了 得知自己老公打的是局长 他哪还敢有半句 撒泼打滚的话 只能半跪在地上 哭泣着哀求 领导 领导 求求了 我老公受了重伤 赶紧给他叫个救护车 送医院医治吧 求求了 你受伤了吗 秦氏中捂着挨了一拳的腮帮子 侧着头问道 没 我一点一点伤没有 赵昌龙彻底清醒过来 他甚至还举起自己的手 晃了晃给大家看 表示一点是没有 他哪敢说自己受伤 哪怕他再断几根肋骨 去上诉 去折腾 到头来 他的伤情鉴定 也一定是十级伤残 说白了 就是不痛不痒的伤残 他先动了手 执法人员是正当防卫 外加合理执法 只能怨读地望了一眼杨景荣 这个仇 记在了杨景荣头上 直到这个时候 他依旧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是自己的错 而是心中记恨着 这一切的事情 都因为杨景荣而起 缺金少两 欺诈消费 这项违法归功伤管 治安员张鑫 拿着报案登记表格 继续说道 根据刑法第277条 以暴力 威胁方法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依法执行职务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 或者罚金 根据刑法第234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具体刑期 还需要根据各位同志 后续提供的伤情鉴定来判定 届时由治安所机关提起公诉 治安员 还有强迫交易罪 他强迫我 购买他家海参 杨景荣是时候站出来说道 根据刑法第226条 强迫交易罪 以暴力 威胁手段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病处或者单处罚金 你血口喷人 我们没有强迫 嘿嘿 我没有 黄湘霞和赵昌龙 几乎同时开口反驳 他们身上已经背负很多罪名了 若是在加一项强迫交易罪 恕罪并罚之下 恐怕要牢底坐穿 黄湘霞指着杨景荣道 你没有证据 就是污蔑 谁说我没有证据 杨景荣笑了 当然有证据 021审判邪恶力量的利剑 保护百姓安危的护盾 兄弟们 感觉这剧本不对劲啊 为什么感觉有点太逼真了 就这 还真实 现实里哪个敢对执法人员出手 就这海鲜店老板 在现实里都得对执法人员点头哈腰 不是剧本 怎么敢动手 喝假酒了 不是 兄弟 你是真不刷新闻吗 前几天不是有商贩 暴打执法者吗 还捅了几刀呢 还是那句话 现实比剧本更加魔幻 等等 诸位兄弟 我查到了 这尼玛 临海临海区工商管理局局长秦时中 真的是他 我擦 来真的 不是吧 不是吧 不会现在还有人觉得是假的吧 志安员都来了 谁家演员敢这么明目张胆的 假扮这么多个部门执法 是觉得 监狱里的饭菜太好吃吗 当大家知道 这不是剧本时 直播间的观众们 彻底被勾起了兴趣 还有人记得 最初那位叫王木霸的观众 要直播倒立吃详的 赶紧爱特出来 免不了被其他观众嘲笑骗吃骗喝 当然 观众们最期待的 还是接下来 殴打了执法人员的赵昌龙 会是什么结局 却不想在这关键时刻 杨景荣巴搭一声 这给直播间的观众们 整不会了 啥意思 不声不响 就把直播关了 你是个主播啊 主播 懂不懂 观众就是上帝 你要靠观众讨饭吃 在线乞讨 既然招呼都不打一声 就关播了 取关 必须取关 兄弟们 给主播点点举报 我害怕他真说 害怕个什么 上次这主播不是发视频 威胁那些网报他的人 要求道歉吗 不道歉就起诉他们 怎么到现在还没见到起诉呢 哼哼 我看这家伙 压等就没打算起诉 也没有那个实力 泽泽 这就有人嘲讽上了 我截图了 私发给主播 坐等楼上被真实 这么有个性的主播 果断关注了 俺也一样 俺也一样 杨景荣自然不知道 直播间里面 已经分成了两派 吵得不可开交 他拿着手机 打开录音 选择播放 里面传来了赵昌龙和黄湘霞威胁他 逼迫他 购买六万块海参的录音 没有钱 那就向同学见 同学借不到的话 那就去网贷 现在大学生网贷到处都是 违法犯罪 老子就是喜欢为 今天你必须购买我们店里六万块海参 你再晚一分钟答应 我就加一万 小子 社会给你上的第一堂课 你学会了吗 原本还在嚷嚷着 要告杨景荣污蔑的两口子 瞬间哑火了 证据摆在面前 他们两人再也没办法狡辩 只能对着杨景荣怒目而示 可杨景荣丝毫无惧 他只是两人 直到两人目光从胸利变怂 他这才扭头 看向张兴治安员 非常礼貌地说道 治安员 他们用眼神威胁我 我学心理学的 他们这目光 就是要事后报复 我的意思 明明是他们的错 却毫无悔改之意 请务必顶格重判他们 嗯 张兴看向两人 果然发现了这一点 立刻在报案记录上加上了一句 有报复倾向 不符合从轻判处条件 这才对杨景荣说道 你把录音给我们拷备一份 然后你这边的诉求是什么 好的 张治安员 我的诉求很简单 既然对方缺金少两 就按照法律来 退一赔三 杨景荣非常配合地 将录音给了治安员拷贝 我们赔 马上就赔钱 能不能 黄湘霞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 立刻又换上了一副讨好之色 想要赔钱换来轻判 呐 和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张兴打断了 赔不赔由不得你们 你们想耍赖也没用 届时会冻结 你们的资金 等案件处理完毕后 赔偿也会有法院强制执行 黄湘霞喉咙滚动 却说不出半句话来 当然退一赔三 并不是治安员管 而是归工商管理部门管 咔嚓 黄湘霞也被戴上迎手镯 嗯 这么多同事 就在张兴准备收队 带人回治安所 进一步处理的时候 又走过来一队人马 同志 我们是消防管理部门的 刚刚接到举报 湘霞海鲜店 涉嫌无证经营 以及无消防措施 例行检查 落 他叫黄湘霞 他叫赵昌龙 两人是这家海鲜店的 实际经营者 张兴指了 只被靠上的两人 消防管理部门非常好奇 为啥赵昌龙 被打成这副模样 可当他们看到 秦局长 以及其他单位兄弟 脸上挂彩时 都愣住了 这什么情况 消防来的是 几位小职员 虽然不认识工商局 和税局两位领导 但能够感受到 局长身上 那属于上位者的压迫感 你们查你们的 仔细查 不要放过任何违法行为 秦局长 指了指令乱不堪的店内 几位消防执法人员 硬着头皮 开始审查 从询问黄湘霞 到检查消防举措 消防许可证等 最后查出来的结论 就是 经核查 湘霞海鲜店 店内无消防举措 也尚未办理消防许可证 涉嫌无证经营 将会面临查封 整顿 所以消防验收合格之后 才能再申请 重新开业 店都被封了 黄湘霞彻底慌了 赵昌龙更是后悔万分 只不过他的后悔 不是后悔缺金少两的违法行为 而是后悔被举报 后悔被抓到 被查到 边上原本还有一些吃瓜 看热闹的商贩 再看到湘霞海鲜店被查封 当时就偷偷溜走 赶紧回店里 关上大门 回家想办法 办理消防许可证 找人置办消防举措 90%的商贩 都偷偷将自家的秤 改回公平秤 胆大一点的 只是按一下切换按钮 胆小的老板 则是将秤毁了 换了一把全新的公平秤 麻烦各位同事 也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治安所吧 另外 还需要各位做个商情鉴定 张鑫非常客气请道 老张 一起去做个商情鉴定呗 秦局长笑着打句道 你去吧 张爱国搁不下面子 拒绝了 我就不去治安所了 小家你去治安所配合调查吧 我没受伤 先回局里了 张鑫又看向杨锦荣和于怀 你们两位应该是学生吧 也跟我们回治安所做个配合调查吧 杨锦荣和于怀两人上了一辆警车 黄湘霞和赵昌龙 被押上了另一辆刚掉过来的警车 低屋低屋 警笛声响起 警车快速朝着治安所而去 没多久 一行人便抵达了治安所 杨锦荣下车 入眼便是治安所大门前的国旗 宛如一柄审判邪恶力量的利剑 而治安所大楼门厅上巨大的警徽 就是保护身后百姓安危的护盾 这是杨锦荣第一次以受害人的身份来治安所 他莫名的有种预感 未来他会成为治安界人人皆知的 常客 022 清算时间 全部起诉 姓名 治安员你不是知道吗 别废话 姓名 赵昌龙大声点 没吃饭吗 赵昌龙 碰 吼那么大声做什么 给我老实点 知不知道这里是治安所 专门承见你们这帮社会害虫的地方 赵昌龙被吓得一哆嗦 他身上的伤口还没处理 就被抓来审讯室审问 审讯室一股子的阴冷气息 让他本就遍体鳞伤的身体 止不住的颤抖 嗓子都哑了 可偏偏治安员拒绝了他喝水的深情 他现在只盼着快点审讯完 性别 男 年龄 治安员 您能不能快点 我实在是痛得受不了 别废话 我问你一句 你回答一句 你再废话 还想不想出去了 想 想还不快回答 年龄 38岁 详细交代一下罪行 我 怎么 想不起来了 要不要我帮你想 治安员的阴眼注视下 赵昌龙哪里还有半分之前 嚣张跋扈气焰 此刻的他 就如同待宰的羔羊一般 瑟瑟发抖 一听到帮他想 他浑身一抖 差点吓尿 赶紧到桶子 一般全部 重新交代了一遍 不敢遗漏半分 他可承受不起大记忆恢复术之重 审问了足足半个小时 治安员才带着赵昌龙出来 交给张兴 情况基本一致 后面就交给你了 辛苦了 张兴接过记录档案 审讯室里面的赵昌龙 都快痛晕过去了 还没等到医治 黄湘霞情况也差不多 被关在另一间审讯室 都不用大记忆 恢复术吓唬 便承认了自己的种种罪行 两人设计的罪行 包括欺诈消费罪 强迫买卖罪 妨碍公务罪 还有税局查出来的偷税漏税罪 从开店一室到查数年 查出两人的店 累计偷税漏税超十万 纳税人采取欺骗 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 或者不申报 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 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亿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一到五倍 顶格处罚 五倍 超五十万罚款 消防管理部门查出来的 无消防许可证擅自经营罪 除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以下的罚款 这个倒是莫顶格处罚 也不涉及刑事犯罪 罚外开恩之下 只开出了十五万的罚单 十级 统统十级伤残 所以 赵昌龙还构成故意伤害罪 不符合从亲处罚条件 每一项罪名都顶格刑期 恕罪并罚之下 赵昌龙面临的刑期 直接打破了他的想象 十二年 他老婆黄湘霞 共同经营海鲜店 同时参与强迫买卖犯罪行为 恕罪并罚 不符合从亲处罚条件 判处六年刑期 最终的判刑 还要等治安所提起公诉 法院判决 不过 这已经是板上钉钉之事 杨锦荣这边 已经做完笔录登记等 便可以离开了 处理结果也非常明了清晰 判乡辖海鲜店退一赔三 也就是退还六万四千八 赔偿十九万四千四百 M 小海罗海虾 以及青县 还有一千二百块 杨锦荣最后做笔录的时候 也加了上去 同样缺金少两 退一赔三 三千六百块 可惜 走出治安所大门 杨锦荣一脸惋惜 可惜什么 跟兄弟一起碰上这么一个大案 于怀都兴奋的恨不得马上告诉 全世界 却发现杨锦荣一脸郁闷之色 不由好奇问道 杨锦荣整理一下衣领 一本正经道 可惜 当时黄湘霞给我抹了个零 少收了我十一块五毛 退一赔三之下 等于我损失了三十四块五毛钱 于怀 大哥 你真是我亲哥 这次案件 血赚十九万四千四百块 竟然为了三十块 而感到可惜 还不够一碗面前的呢 说到吃的 于怀感觉有点饿了 便问道 今晚吃啥 你请 你说吃啥就吃啥 除了甜粽子 我不挑食 为啥我请 我没钱啊 钱都冻结着 等最后处理结果 才能赔付给我 到时候 请你吃小龙虾 管够 有道理啊 于怀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今天这一趟 真是历经大风大浪 好在最后没事 也算是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 那就吃星号星号星号 两人找了一家鸡店 美美地享受了两只鸡 回到宿舍 杨景荣打开电脑 正准备看一下网络上那些喷子 有没有删帖道歉 脑海中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恭喜宿主 完成任务 获得奖励 无限制格斗 大师级 温馨提示 宿主务必学习并掌握刑法 在尚未完全掌握刑法 之前 谨慎使用无限制格斗能力 这瞬间 杨景荣只感觉天灵盖 就像是被电流击中一般 在身体与脑子中诞生 仿佛与生俱来 无比娴熟 那感觉 玄之又玄 换之又换 十分微妙 只可一会 不可言传 这就是系统奖励的能力吗 杨景荣感觉十分的神奇 好想找个人练练手 他的目光下意识地 看向好兄弟于怀 阿秋 正在床上准备开一把农药的于怀 莫名打了个喷嚏 猛的身体一个机灵 他咕弄道 我擦 怎么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谁在背地里 说我坏话了 谁会那么无聊 杨景荣笑了笑 他打开窦音后台 发现自己早上发的警告 网报者的视频下方 竟然有很多人骂他 再打开微博一看 发现更多人骂他 甚至还有很多人私信骂他 窦音的新闻解 也没有删除那条带节奏的视频 微博上张于奇两条热门微博 都没有删除 更别说道歉了 为什么人们总是不珍惜 改过自新的机会 杨景荣不再犹豫 他再一次登陆移动威法院 开始起诉 这些天 他可没有闲着 早已经收集好了 一大批网报者的信息 网报内容 截图录屏等证据 全部上传 起诉 也不知道给我送花圈 那66位善才童子 有没有在被起诉者名单里面 杨景荣感觉有些可惜 若是能搞到送花圈 那些人的精准信息 将他们全部起诉 送进去 就更好了 023 劳资八套房 信不信劳资开库里难撞死你 彭城 某城中村 出租屋中 老旧的风扇 嘎吱嘎吱地摇晃着头 一位瘦骨如柴 身穿有些发黄的白色背心的青年 正拿着手机 躺在床上 一边充电 一边打王者荣耀 他的双手在屏幕上疯狂地扣动 别误会 他不是在操作 而是在喷人 貂蝉你马炸了 不给我拦buff 点点点 点你爹干啥 0-8怎么了 0-8也比你有用 F4空阵 星号星号星号 劳资家里 彭城八套房 跟你们这帮臭打游戏 能一样吗 劳资打游戏图一乐 劳资0-9 劳资开心 现实中的臭弟弟 有本事来彭城真实 劳资叫一百号兄弟砍死你 劳资家里开库里难 有本事来彭城 信不信劳资开库里难撞死你 劳资家里十位数存款 你个臭星号星号 跟我狗叫什么 Defeat 几分钟之后 游戏输掉 青年把扣了扣嘎吱窝的手指 放在鼻尖闻了一下 一股狐臭直冲他天灵盖 他眉头一皱 嫌弃的甩了甩手 好臭 MD 什么鬼天气 也才七天没洗澡 怎么这么臭 堵堵堵 敲门声响起 传来他妈的声音 儿子 隔壁邻居来请教你点事情 你在学习吗 哦 我在看书呢 青年把手机塞进蓝色书包 顺手掏出一本书 抱着书 这才走过去打开门 妈 有什么事情 大妈看到儿子出来 一脸骄傲地解释道 刚刚在楼下遇到邻居 他问我 你有没有时间 帮忙辅导一下他儿子 正准备高考呢 你要是愿意辅导 可以给九十块一个小时 要是你没时间 就算了 一百块钱都不给我 青年嫌弃道 还想要我教他儿子 没时间 我不去 行 听儿子的 大妈内心虽然可惜 没能赚到邻居这钱 但还是对儿子摆一摆顺 儿子就是他的骄傲 我继续看书去了 妈 你没事别吵我 放心吧 儿子 你赶紧去看书 等毕业了 分飞进企业单位 到时候 咱们就风光了 大妈名叫张秀芬 早些年嫌弃老公穷 带着儿子离开 虽然每个月 收到前夫的抚养费 但他从未让前夫 见过儿子一次 儿子就是他一个人的 也是他翻身的资本 是他唯一的骄傲 青年名叫张嘉文 每一刻都会经常回家 他回到房间 没有继续打王者 而是打开微博APP 看着消息栏九九家 顿时咧嘴一笑 现在的女人真是 RZ 我随便编几句话 就能得到他们的共情 这种感觉比倒焦 还要让张嘉文迷恋 他平日里最大的爱好 就是喷人 游戏里喷人 斗音里喷人 快手上喷人 他最爱还是在微博上喷人 他常年混迹在微博 靠着喷男人 获得了一票女人的关注和支持 虽然粉丝不多 但每次他喷人 都能得到几千的点赞 为什么他喷男人 每次都能得到高赞 因为老子实名认证男人 男人喷男人 才能得到更多的女人支持 这条评论点赞破万了 张嘉文看着一条 自己怒喷名叫杨景荣的微博 嘴角微微上扬 他太享受这种被点赞的感觉了 他随手又编辑了一条 还附带了杨景荣 要求网报者道歉的视频截图 发送出去 道歉 凭什么要跟一个偷窥男道歉 还学校公告 警方公告 肯定是你花钱买通了他们 你这种人 放在古代 都得割了匾为太监 花圈一送 我还是那句话 有本事来献下真实我 刚发送出去 张嘉文又听见了敲门声 他一边抱怨出租房的隔音叉 一边冲着外面叫道 妈 谁又在敲门 我这就去开门 张秀芬赶紧去开门 一边说道 谁啊 敲门别那么大声 打扰到我儿子看书了 他打开门一看 发现竟然是几位身穿蓝色制服的治安员 身穿黑色制服服的男子 他率先拿出证件 跟着开口道 我是林海华侨区人民法院司法警 我身后的是彭城治安所的 请问张嘉文在家吗 你们找我儿子 有什么事情 张秀芬伸手挡在门口 警惕地询问道 几位治安员见状 就知道张嘉文肯定在家 立刻推门而入 张秀芬挡都挡不住 正好张嘉文也打开房门 见到了让他内心一颤的几位治安员 张嘉文 你涉嫌在互联网辱他人罪 以及侮辱毁谤罪 贬损他人人格 破坏他人名誉 情节严重 现受害人已向我愿提起诉讼 请你配合我们回去调查 不是 插那之间 张嘉文只觉得浑身发冷 身体颤抖 冷汗从额头上滑落 你们听我解释 事实存在 证据充分 你若是不配合 我们会采取强制措施 司法警示一身后的治安员动手 彭城的几位治安员 立刻掏出银色手镯 他们得到上级通知 来配合异地司法警抓人 咔嚓两声 为张嘉文戴上 不是 不可能 这可是我儿子 他犯了什么错 你们凭什么抓人 张秀芬反应过来 赶紧拦在了儿子身前 张嘉文也慌了 感受着手腕处的冰冷 他差点哭出来了 妈 妈 快救救我 救救我 他是大学生 你们不能抓他 张秀芬劫思敌礼 可 这是抓捕令 如果你有任何意义 可向上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但是 你现在拦在我们身前 就是妨碍公务罪 我们可以 将你一起带走 拘留15日 治安园见惯了城中村的法盲 跟他们讲道理 纯属浪费时间 直接说厉害之处 才能有效沟通 果然 这话一出 张秀芬当场就吓住了 呆在原地 不知如何是好 怎么了 怎么有这么多治安园 巧了 这时候邻居刚好回家 看到动静 过来看了一眼 当场就愣住了 惊讶到 秀芬 你儿子犯了什么罪 你不是说他学习成绩好 从小就乖吗 我 我 张秀芬急哭了 治安园没有多做停留 带着张家文就走了 邻居暗自庆幸 还好 没有找他给儿子补课 不然非把儿子 带上犯罪道路不可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样一幕 还发生在其他好几个城市 与地区 但凡实名认证过的喷子 都被带走了 至于他们为什么实名认证 有的是因为开过直播 必须实名认证 有的是因为不小心认证 有的则是 被老婆或者女友认证 唯独张家文的认证原因 最为奇葩 与此同时 新闻姐和大明星张雨起 也同样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可两人关系不简单 并未被带走 甚至依旧没有删除视频 更没有道歉声明 摩托车驾照终于拿到手了 杨景荣兴奋地从驾照考场走出 他终于可以骑上系统奖励的 那辆杜卡迪大恶魔了 之前完成任务之后 在24小时内 他签售了摩托车快递 之后因为没有驾照 一直没能骑 就停放在学校的停车场 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今天没课 赶紧溜一圈 024 最爱 杜卡迪大恶魔 Superbike 杨景荣先回到宿舍 抱起自己的头盔 这才前往停车场 杨景荣的手机 铃声响起 用这个奇怪的铃声 是因为某次跟人打赌输了 才被迫用上这个射死铃声 接通电话 辅导员 我这边有个通知 要你过来签收一下 哦 好 在哪里 来我办公室吧 很快 杨景荣抵达辅导员 全志伟的办公室 后者看到杨景荣抱着头盔 微微愕然 笑着打趣道 怎么不抱着 刑法 改成头盔了 今天没课 打算出去玩一下 杨景荣没有过多的解释 非常礼貌地问道 辅导员之前说的通知是什么 全志伟拿出一份 盖着林海大学公章的通知 递了过来 学校关于林友友 最终的处罚决定 先让你看一下 同意的话 就签个字 嗯 杨景荣愕然 为啥要征求我的同意 正常来说 他不过是一个小兵张嘎 学校的行政决定 哪轮到他的意见 你毕竟是受害者 全志伟笑着说道 对了 学校的盲道 也会在近期全部重新铺设 已经完成招标 以后不会再因为盲道问题 发生类似的事情 学校十分重视这一点 挺好的 杨景荣低头看完文件 内容写了一大半来 表明学校非常重视 对林友友的处罚 放在了最后 学校予以开除其学籍 党支部予以开除其党籍 此外 还会正式发布全校通报 通报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 校内广播通告 校内通告栏粘贴通告 校园网论坛置顶通告 学校在各大媒体平台的账号 置顶通告等 整体没问题 杨景荣签名之后 想马上走的 结果又被辅导员 拉着询问了一下 要不要给他安排心理咨询 当然不用 对了 这通告什么时候发布 马上就发 好的 那我先走了 这一来一回 耽搁了不少时间 等杨景荣来到停车场 已经到了午饭时间 肚子都开始咕咕叫了 杨景荣戴上头盔 骑上惺惺念念的 杜卡迪大恶魔 Super Key 伴随着发动机 如闷雷一般的轰鸣声 帅气如战神般 红白相见大恶魔 第一次行驶出了停车场 惊艳帅气的车身 立刻引来了 所有路人的目光 杨景荣发现自己 彻底爱上了 这辆杜卡迪大恶魔 Super Key 太帅了 而且骑起来特别带感 就像是恶灵骑士一样 他 太爱了 先来一碗黄焖鸡米饭 吃饱再去外环溜一圈 杨景荣骑出校园 来到外面的一家饭店前 将心爱的摩托车 停放在摩托车车位上 还忍不住擦拭了一番 这才抱着头盔 走进店里吃饭 伴随着临海大学的 全网通告发布 污蔑事件再度成为 校园内热议话题 原本那些讨伐杨景荣的学生们 都纷纷觉得羞愧难当 身为大学生的他们 理应当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理应当保持独立思考 可他们偏偏被灵友友带节奏 几乎成了无脑的代言人 而杨景荣宿舍的其他两位社友 更是羞愧不已 两人这阵子都觉得没脸见杨景荣 要不 我们给景荣道个歉吧 应该不会戒怀的 以他的性格 估计我们不道歉 他也不会戒怀吧 不过还是道歉吧 等他回来 给他道个歉 两人默认杨景荣以往老好人的性格 十分好相处 班级里面的其他同学 也同样感到羞愧 女生宿舍 柳七七一开始对杨景荣避而远之 后面事情真相大白 他也没有主动联系过杨景荣 因为他原本以为杨景荣会像以前一样 不求回报的对自己好 可当他昨日找杨景荣帮忙的时候 却被拒绝了 今天在听到通告 柳七七心中不是滋味 不过他也不是非常在意 他以前仅仅是因为杨景荣长得帅 人又好 他不像其他女生那般幼稚 谈感情谈爱情 他只想谈钱 长得帅 又不能当饭吃 柳七七嘀咕一声之后 便不再理会这件事情 通告发布之后 不仅仅在校园内产生热议 在网络上 同样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不过却没能上热搜 因为网友们向来只关注故事的发生阶段 抨击自己所刷到的热点 在喷完之后 百分之九十的网友 都不会再去关注后续 可这百分之九十 不包括那些 追着杨锦荣网报的人 因为这几天在网络上 开始流传起一则故事 有人因为喷杨锦荣 被治安员上门抓捕 有的被送上法院传票 不少网报参与者 都无法验证这事情真假 直到有一位粉丝较多的小博主 钢子 被治安员上门 他跑路之前 发布了一条信息 兄弟们 治安员来敲门了 应该是杨锦荣事件 我要出去躲一躲 结果没过几个小时 他的家人带他发了一条信息 我再次郑重地给杨锦荣先生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再也在网上骂人了 给您造成的伤害 我万分抱歉 我身在治安所 无法给您录制道歉视频 真的对不起 我是钢子妈妈 我替他代发这条道歉信 请求杨锦荣先生原谅我儿子 他已经被抓进治安所了 这事情闹得人心惶惶 在结合临海大学发布的通告 以及杨锦荣此前发布的警告信息 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赶紧杀了之前骂他的话 MD 我就没见过这么较真的人 不过是在网上骂他几句 怎么还报警抓人 有人说 实名认证过的ID都被抓了 不是吧 这么严重 不对啊 为什么微博上 张雨起还没删除那条微博 逗音新闻简 也没事啊 删了吧 删了吧 他们是大人物 肯定有保护伞 即便有事 也是花钱摆平 我们惹不起啊 好像有位删了骂他的话 也被抓了 我们小区的 听说后面还会针对那些 没有实名认证的 他已经请王景出手了 怎么办 有些人是真的怕了 赶紧删除 也发不道歉信息 之后更是注销账号 而有些人却不服 我都删了骂他的话 他还想怎么样 非要揪着这一点小事不放吗 真小心眼 这些人却不知道 他们在网络上 每多发一条信息 就多了一分被查到的风险 杨锦荣的斗音账号下面 同样多出了很多道歉信息 偶尔也会有几条 从海鲜事件 过来追问的评论 污蔑暗我不管 也不想知道 网暴者被抓捕也好 与我无关 我只想知道 海鲜事件到底是不是剧本 感觉像是剧本 不过剧本也挺好看 等一首临海官方通告 再不出通告 就实锤剧本了 我倒是希望 海鲜事件是真实的 缺精少两的商贩 太可恶了 如果是真的 我希望主播能来我们这个市场 整顿一下 网络上的事情 杨锦荣并未多在意 他现在所有心思 都在自己的杜卡迪大恶魔 Super Key上 呼伦吞早班 干掉一大碗黄焖鸡米饭 他已经等不及 要骑上心爱的机车 出去溜弯 出去享受心灵的放空 可 就在杨锦荣正准备起身赴钱 就听 剑东的一声巨响 杨锦荣心头猛然一跳 他回头看向店外 不看不要紧 这一看 顿时浑身一紧 牙子欲裂 他心爱的坐骑 临走之前还擦拭一番 为之努力 考下驾照的杜卡迪大恶魔 Super Key 不知道 为何突然倒在了地上 远远看去 杨锦荣倒吸了一口凉气 顾不上付款 朝着侧倒在地的杜卡迪大恶魔 Super Key 狂奔去 025 不是老人变坏 而是坏人变老了 哎 等等 你还没付钱 黄焖鸡米饭的老板追了出来 大声提醒道 奈何杨锦荣的速度太快了 近乎狂奔 根本没听到身后的声音 一眨眼功夫 他就到了杜卡迪前 看着自己心爱不已的杜卡迪大恶魔 Super Key 摔倒在地 车身的倒流罩 更是碎裂开来 就连后视镜都弯折了 这可是杨锦荣最心爱的杜卡迪 至爱亲朋 手足兄弟 一次都没骑过 排气筒都粉嫩嫩的 杨锦荣在停放好之后 甚至还专门擦拭过 而现在 就这么倒在了地上 谁知道发生了什么 杨锦荣抬起头 看见距离最近的 只有两人 一位是瘦骨灵巡的老太太 近乎皮包骨的身体 看起来病粘粘的 浑身都在发抖 像拐杖一般处在原地 她头发苍白 不过眼神却带着一股凶利神色 凹陷的眼窝 就像小时候黑暗童话中的老巫婆 甚是吓人 按理说 这老太太 应该推不动杜卡迪这么大一跑车吧 另一位是莫约六七岁的小男孩 身体也一样弱不经风 身上的衣服不太合身 十分宽大 她此刻蹲在地上 正抱着膝盖 抹眼泪 这么一看 小男孩更没可能推得动了 难道是摩托车自己到了 不不不 这可是杜卡迪 不存在设计缺陷 而且还停在专业的摩托车厅车位上 稳稳当当地停着 不可能发生清闲 是这位老太太推倒的 不远处 一位路人指着老太太说道 我亲眼看到的 杨锦荣愕然 真的假的 就这瘦骨灵巡的老太太 能有那么大力气 可人家路人 也没必要骗自己吧 要是有监控就好了 杨锦荣正抬起头 寻找摄像头的时候 黄闷鸡米饭老板 气喘吁吁地追了过来 他停下来喘了几口气 这才说道 小兄弟 还没付钱 对不起 杨锦荣十分歉意地说道 他赶紧拿出手机 让老板给个收款码 把饭钱给了 呼没 没事 老板 看起来挺壮实的 就是身体有点虚 收到前后 他看了看地上的摩托车 又看了看杨锦荣 这摩托车是你的 嗯 怎么摔倒了 我也没看见 那位兄弟 说是老太太推倒的 老板 这附近有没有监控 我家店门口不就有吗 黄焖鸡米饭老板 相当热情 可他忽然一愣 感觉哪里不对劲 等等 你刚刚说 这位老太太推倒的 不可能吧 他这么老 这么瘦 我感觉我都推不到 你这摩托车 他能推倒 有没有可能是你太虚了 注意节制啊 吐槽归吐槽 杨锦荣内心也太相信 是老太太推倒的 黄焖鸡老板 见老太太就站在边上不走 索性问道 老太太 他这摩托车 是你推倒的吗 原本只是随口一问 可老太太的回答 却让两人当场愣住了 是啊 怎么了 老太太抬起头 露出一口火牙 满不在乎的说道 你们想怎么样 不是 黄焖鸡老板有点猛 他不太相信 特意蹲下身 伸手试图扶起摩托车 却发现自己使不上进 太沉了 老板脸色微微发红 嘀咕道 真的是你推倒的 这么好一盏新的摩托车 你为什么要推倒啊 老太太耸了耸肩 我就是看他不爽 觉得他碍眼 我就要推倒他 听到这个回答 杨锦荣当场被震惊了一万年 我停在摩托车专属停车位里面 怎么就碍你眼了 我就是觉得他碍眼 你有什么问题吗 老太太更加来劲了 理直气壮地嚷嚷道 他伸着脖子 挺着脑袋 眼神凶利 这架势 就差一句 有本事你打我啊 信不信我往地上一躺 你就得倾家荡产 别说杨锦荣 这位受害者了 就连黄焖鸡老板 都被气得双目圆睁 他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这都什么年代了 怎么还有这么三观炸裂的老人 平日里他店里 也会来几位可怜的老人 他都会少收几块钱 减轻老人的负担 他坚定地相信那句话 老无老以吉人之老 幼无幼以吉人之幼 希望自己年迈的爸妈 在外面也能遇到年轻人的帮助 可眼前这老太太 为何如此蛮横 真就印证了那句话 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坏人变老了吗 兄弟 你这车挺贵的吧 这一刻 估计得花不少钱为修 要不 你还是赶紧报警吧 是男人都爱摩托车 老板也是性情中人 他有些心疼地 看着被杨锦荣扶起来的杜卡迪 侧边的导流罩 后视镜 甚至油门把手 都磕得不清 就不知道发动机之类的 有没有伤到 报警 你们赶紧报警 哪知道还不等杨锦荣开口 老太太先开口了 他蛮横地说道 我又不是第一次推倒车 治安员来了 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还是个惯犯 真是毫无道德底线 完全仗着自己老人的身份 钻法律空子 利用法律对老人的宽容 胡作非为 杨锦荣真的怒了 他正想说话 脑海中却想起了系统提示音 检测到宿主身边 有负强烈的社会能量产生 宿主成功触发任务 选项一 这老太太一看就很难缠 就算是报警 最后也只会不了了之 不会有任何结果 万一老太太一激动 有个三长两短 到最后 还会被老人家属索赔 麻烦不断 不如自认倒霉 大度一点 宽容一点 这个世界的负能量 就不会让你生气 奖励 阿渡亲笔签名 他一定很爱你 专辑一张 选项二 像他这样的老逼登 留着只会祸害更多人 推倒更多的车 现在不教训他 将来这一代 都不会有立着的摩托车 且 其他老坏人若是学以致用 会引发更多社会不和谐现象 面对老逼登 就应该以正义充全 打得他眼冒惊心 打得他报金币为止 以报之报 以恶除恶 同属正能量 奖励 百万医疗保险 给老人治疗费用全额报销 住 宿主可自主选择任何一家保险公司 选项三 传递正能量的方式有很多种 宿主可以选择更加正确的方式 请宿主想办法 用自己的方式 合理合法地让老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且得到应有的赔偿 奖励 真话卡一张 住 被使用对象 在24小时内 只会说真话 026 天价维修费 选项一仰景荣 直接无视掉了 但凡这位老太太 一开始态度好一点 她也许就心软原谅了 可偏偏这老太太 完全没有任何道德底线 自己放过她这次 下次不知道会是谁倒霉 正如系统所描述 这一代将会没有任何 立着的摩托车 不管是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还是为了社会 为民除害 杨景荣都不会选择这个选项 选项二 有那么一瞬间 杨景荣真的想过 尤其是老太太说出那句 治安员来了 也不能把握怎么样 的时候 杨景荣真恨不得抱打她一顿 自己心爱的杜卡迪大恶魔 Superkey 专门为她考了一招 结果还没来得及好好骑行 就成了事故车 这事情搁谁身上 都会血压飙升 气得不行 更何况系统贴心地 送上百万医疗保险 起码经济上消除了后顾之忧 至于坑保险公司这事 也不需要多少心理负担 也就是杨景荣的素养和理智 再不断地告诉她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为民除害 为社会清除负能量 可以通过更加合法的途径 系统 我选择选项三 杨景荣没有犹豫 确认了选项三 她也知道 想要完成这个选择 有多么困难 但她依旧选择了下来 如果自己这位拥有系统的法学生 都无法正常 心好心好心好 那换做社会上的其他人 遇到自己这种事情 又怎么可能 新号新号新号成功 确认选项之后 杨景荣收敛起了自己的怒气 将杜卡迪重新支撑好脚撑支架 拿出手机 拨通了110 你好 我要报警 我的摩托车被人故意推倒 摔坏了 受损挺严重 杨景荣特意强调了 故意这个词 然后又将地址说清楚 得到接线警员肯定答复后 才挂断电话 整个报警过程 老太太都冷冷地看着 她丝毫没有半分畏惧 因为她之前推倒其他人的摩托车 对方也同样报过警 最后的结果 她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连维修费也没有出过一分钱 按照前面几次的经验 治安员赶到之后 无非就是做个笔录 然后劝说车主 自认倒霉 几百块的车损费 顶多也就构成民事案件 根本不会处罚她 只要她一口咬定没钱 对方哪怕再强硬 要求她子女来赔偿 她也就一句话 我儿子女儿都不会来 最终也只能恭恭敬敬地送走她 这一点她们儿轻 所以她干脆不走 不逃 就站在原地看着 那模样 就差吧 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治安员来了 也能气死你 这两句话写在脸上了 小朋友 你哪里不舒服呀 杨锦荣报完警之后 又给杜卡迪林海中心 打了个售后电话 说明了情况后 这才注意到另一边 那位蹲在地上抹眼泪的小朋友 他走过去观心地询问道 我疼 末约六七岁的小男孩 穿着宽松不合身 但却干干净净的衣服 辣黄色的脸上 毫无血色 看起来就像是长期营养不良导致 额头上还有一丝丝冷汗 他散开捂着膝盖的手 竟然是一手的鲜血 你这是杨锦荣一愣 他在看到地上的红色导流罩碎片 顿时明白过来 你被刚刚倒下的摩托车碎片飞溅过来 割伤了膝盖 嗯 痛 小男孩的声音很弱 竟然伤到了无辜路人 杨锦荣对老太太的缺德行为 更加痛恨 心中也更加坚定了选项三的抉择 放任这种人 会害了更多人 我看看 杨锦荣赶紧替小男孩检查了一遍 初步判断问题不大 只是割伤了皮 但对小孩子而言 是真的痛 杨锦荣小时候也特别怕痛 他能感同身受 于是便道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找点药水来 我店里有 黄焖鸡老板热心肠 小跑回店里 拿出一个小药箱 又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 这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这里面什么都都有 杨锦荣帮小孩子处理伤口 一边关切地问道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男孩咬着嘴唇 忍着消毒液带来的刺痛感 坚强地自我介绍道 陈孝天 而东辰 孝顺地笑 顶天立地的天 哇 这么酷的名字 杨锦荣称赞道 那你的爸爸妈妈呢 还不等陈孝天小朋友回答 远处一个消瘦的女子 着急地跑了过来 孝天 你怎么了 怎么受伤了 痛不痛 是妈妈不好 妈妈不应该让你独自在这里等妈妈的 身形消瘦的女人说着说着 就磨起了眼泪 她脸色苍白 额骨外秃 整个人就像是皮包骨那种 病入膏肓 杨锦荣注意到她锁骨上方位置 还插着一节短短的针管 原本用衣服和纱布遮挡着 可能因为刚刚的跑动 才露出来一点 事情是这样的 杨锦荣赶紧将事情大致经过 告诉了对方 没事就好 一点皮外伤 没事的 女子松了一口气 没有撒泼打滚 也没有要求赔偿 甚至连一句道歉都没要求 妈妈 我们回家吧 陈孝天拉着妈妈的手 小声地说道 嗯 女子带着儿子就要离去 这里杨锦荣准不会了 你们可以再等等吗 治安员马上就到 到时候杨锦荣想说 到时候要求老太太赔偿 可不等她说完 女子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牵强的笑容 没事的 这点小伤小痛 不算什么的 低屋低屋低屋 正当女子想要带着孩子离开时 一辆警车行驶而来 停在了路边上 张欣和另一位治安员从警车上下来 就看到了杨锦荣 主要还是后者太帅了 异常的显眼 他诧异地对杨锦荣说道 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抱得紧 啊 张欣愕然 不会吧 这妖巧 又是你抱得紧 杨锦荣笑了笑 指了指一旁的红白相见的杜卡迪 治安员 我们还是直奔主题吧 另一位治安员打开执法仪 拿出报案登记表格 说说看 怎么回事 我的摩托车 停在这边专用停车位上 去吃了个午饭 然后这位老太太路过这里 就把我的摩托车故意推倒了 啥 两位治安员明显愣住了 张欣指了指边上瘦骨灵循的老太太 一脸不可思议地问道 你说 是这位老太太 推倒了你这台这么大的摩托车 是我推的 老太太还挺有脾气 满是皱纹的老脸一样 治安员小心询问道 推得动吗 你们不信 那我再推一次 老太太说着 就走到杜卡迪大恶魔 Super Key跟前 就要用力去推 好在张欣眼击手快 一把将老太太拦住 别别别 这车可不便宜 再推倒一次 就摔坏了 老太太被拦住 一脸不高兴 她是真想再推倒一次 我店门口的监控 可以拍到这边 黄闷机老板这时候说道 那正好 张欣点头 等会我们会调取监控 作为证据 还有一件事 她不仅故意损坏我的个人 财产 还导致这位小朋友的膝盖被割破 杨锦荣指着陈孝天 我刚刚给她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 我建议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不用不用 我们不用检查 没事的 陈孝天妈妈 赶紧摆手拒绝 如果可以的话 你们还是得留下来 配合进一步调查 张欣说着 她又看向老太太 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 然后 杨锦荣 对吧 杨同学 你也出示一下身份证 还需要叫第三方定损人员过来 对车辆进行定损 我已经叫了杜卡迪服务中心的售后专员过来定损 接下来的流程非常顺利 张欣去黄焖机米饭店里 调取了监控 确认了老太太推倒摩托车的事实 以及摩托车摔倒时 倒流罩碎裂 飞溅出来的碎片 割伤小男孩的事实 没多久 杜卡迪林海服务中心的售后专员抵达 他心疼地绕着杨锦荣的摩托车 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圈之后 脸上肉痛的表情越发浓 太可惜了 这可是国内绝对少有的大超跑啊 怎么伤成这个样子了 张欣不太懂摩托车 便道 简单点 你先说说 定损维修费 大概需要多少 导流罩碎裂 后视镜弯折 感应器估计也摔坏了 绞成支架也少有变形 稳定系统需要重新 售后专员肉疼地 受了一大堆可能损坏的地方 最后估了个让在场 其他人都目瞪口袋的定损价 初步估算 七万七左右 可能更多 也可能稍微少点 七万七 在场的几人都惊呆了 我尼玛 他们想象中 这种造型的摩托车不便宜 但也不至于修为费 就需要七万七吧 这可是杜卡迪大恶魔 Super P 是标准的超跑 杜卡迪旗下最顶级的超级跑车 售后专员心疼地解释着 不是烂大街的街车可以比你的 街车和跑车的区别 跑车的发动机马力更大 高转表现更好 重量也更轻 配置也高 前倾脚也小 整个车被导流照包裹 L型双缸发动机 1285的排气量 209匹的马力输出 最大扭力140N急速可达300多KH 百公里加速仅需2.7秒即可完成 裸车价49万元 国内进口运输 加税 落地55起 杜卡迪摩托车的产品 由于卓越的性能 以及意大利特色的设计而闻名 成立于1926年 总部位于意大利的伯罗尼亚 懂我的意思吗 我是说 所有的维修配件 车漆 都得从伯罗尼亚空运过来 所以 77,000 我还是保守估价 老太太听到这价格 原本还满不在乎的脸上 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以往别的摩托车被她推倒 几百块千把块维修费 车主怕麻烦 都选择了自认倒霉 可今天 77,000的天价维修费 恐怕 对方不会善罢甘休 027 没钱 不赔 也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我没钱 老太太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 开始耍起无赖 休想让我赔钱 什么7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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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一毛钱都没有 侯素芬 张星处理过不少类似事件 她没有去试图说服老太太赔钱 而是拿着老人身份证 询问道 你儿子电话多少 我不知道 侯素芬伸出双手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你把我抓了吧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 正好死在你们治安所 有人帮我送葬 你 张星还想说话 却被另一位治安员拉住了 她凑到张星耳边 低声说道 这种难缠的老人不能拘回去 不然会是一个烫手山芋 后续麻烦无穷尽 这老太太这样蛮横不讲脸 儿子肯定也差不多 我们还是劝另一位比较靠谱 张星愕然 同事说的也不无道理 身为治安员的他们 难道不应该更加需要分清是非对错吗 不能因为矛盾的一方胡搅蛮缠 就让另一方自认倒霉吧 张星拒绝了同事的提议 杨锦荣 杨同学 麻烦你出示一下购车的发票 税票等 那得等我回学校取一下 杨锦荣点了点头 他不担心这些手续 系统出品 早已经安排了一切手续 不需要宿主担心被查来源 纳税 连保险都买好了 这时候 也吸引来了不少围观路人 无论任何国度的人 都会有一颗吃瓜的心 不少人停下车 堵在路上看热闹 也有不少人拿出手机拍视频 里三层外三层 附近都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外围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开始议论起来 发生了什么 听说是富二代 骑摩托车 撞倒了老人 不是吧 老人看起来没事啊 反倒是另一边的小孩 好像受伤了 好可怜一小男孩 他妈妈也挺可怜 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是富二代骑车撞到了小孩 那个老太太是小孩的奶奶 你看他们一家人 多可怜 都那么瘦 则则 看富二代的驾驶 似乎不太愿意赔钱 不是吧 那骑车的富二代 一看就是临海本地人 那奶孙三人 肯定是可怜的外地人 本地人欺负外地人 常有的是 我们外地人来临海打螺丝 都被本地的主管欺负 不少人一听这顿分析 都愤愤不平起来 他们哪里知道 杨景荣才是受害者 才是外地人 上班高峰期马上到来 两位治安员眼看造成了拥堵 当即决定 先带人回治安所 以免被和线 后闻全部架空 大家见谅 再进行后续调查 取证完毕之后 张兴便让杨景荣 先让杜卡迪服务中心 把车拖回去维修 维修费 可以找保险进行垫付 等后续再追偿 代位追偿 这是张兴想到 唯一能够降低受害者 杨景荣的损失的办法 杨景荣点头同意 先开具责任认定书 双方签字之后 我才能找保险公司 这当然没问题 张兴早已准备好 很快责任认定书弄好 可让老人签字的时候 又遇到了麻烦 我不认识字 也不会写字 老太太拒绝签字 张兴好意在 另一张白纸上写下 侯素芬三个字 然后指着认定书签名处 在这里 照着这三个字 画就好了 不画 老太太哼了一声 我不认识字 谁知道 你们这纸上写的什么内容 万一写的我杀人死刑 是不是我签字了 就得抓我去枪毙 在场的几人 都被老太太的话给气到 算了 不签字 也一样生效 张兴把一事三连的责任认定书 交给杨锦荣一份 示意他可以叫保险了 杨锦荣悬机呼叫了保险公司 按照提示 将现场试部照片 车损痕迹照片 责任认定书照片等等 都一并上传保险小程序 完成了报险 他又跟现场的售后专员 签了手续后 这台一次没骑过的 杜卡迪大恶魔Superkey 便交给他们拖回去维修 你先回去拿车子的手续 然后来治安所处理 张兴跟杨锦荣说完 这才走到小男孩和他妈妈跟前 两位也跟我们回治安所做个笔录吧 不用那么麻烦 我们不索赔 不用管我们男孩妈妈抱着儿子的头 摇头说道 我们要回家了 还是做个笔录吧 万一小孩子有别的伤势 也能及时去就医 张兴蹲下身 笑着问道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治安员你好 我叫陈孝天 而东陈 孝顺的孝 顶天立地的天 陈孝天闪烁着童真的大眼睛 他想伸手去摸张兴肩膀上的肩章 又有些害怕 他紧张地问道 治安员 我可以摸摸你的奖状吗 哦 奖状 张兴笑了笑 侧过肩膀 笑道 摸吧 这个叫做肩章 代表着治安员的荣耀 陈孝天心满意足地摸到了肩章 露出两排缺了一颗门牙 却洁白的牙齿 我在电视上看到武警叔叔也有这样的 就是图案不一样 张兴揉了揉陈孝天的头 真怪 小朋友 治安员邀请你和你妈妈 一起去我们治安所做个笔录 可以吗 妈妈 陈孝天仰着头 征求妈妈的意见 他妈妈终于同意了 走吧 张兴将老太太侯素芬 陈孝天母子两人都带上警车 朝着治安所行驶而去 治安所 杨景荣拿了相关手续抵达 陈孝天做完检查 并无大碍 他妈妈也做完笔录 便可以离开了 大哥哥 治安员 我和妈妈先回家了 陈孝天跟杨景荣挥手告别 再见 杨景荣也挥手 等两人走后 他转头看向张兴 询问道 张治安员 老太太故意损坏 我的个人财产 定损超过五万 数额巨大 按照法律 应该是刑事案件了吧 刑事案件 张兴还没开口 另一位负责此案件的治安员摇头 嗤之以鼻地说道 小兄弟 你觉得 他 他朝着病黏黏的侯素分怒怒嘴 反问道 他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吗 治安员 您的意思 如果他坚持不予赔偿 也不会被判刑 等于他零责任 杨景荣并非争论的意思 与其较为平静 这老太太多少岁了 74岁 张兴回答了这个问题 杨景荣意味深长道 那他并没到法律允许的 从轻处罚年龄 理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法律上不存在老人多少岁 就可以免除刑罚的法律规定 只是对已满75周岁的人 故意犯罪的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过失犯罪的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当杨景荣说出这段话 张兴治安员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028 景荣 快来看 这富二代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唉 另一位治安员叹了一口气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好端端的一辆崭新车 莫名其妙被人推倒 成了事故车 这哥谁身上 都会有怨气 都会不爽 只是 社会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 等你出社会就会知道 有时候是非对错 并不是那么重要 比如你今天这个事情 若是能够争取拿到赔偿 就算天大的成功 还有一句话他没挑明 赔偿大概率都拿不到 还谈什么刑事责任 治安员说的有道理 杨景荣抬眼说道 那能联系到老太太家属吗 能 回到治安所后 张兴他们已经通过老太太的身份证 在治安所内网 查到了两个儿子的联系方式 是王承文吗 张兴用治安所的座机打电话过去 说明情况 我这边是临海区治安所 你母亲麻烦你过来一趟 什么 老东西又推倒了别人的摩托车 要赔钱 呸 我没钱 找他小儿子去吧 嘟嘟嘟 电话那头听完要赔钱 骂了一句 竟然直接挂断了电话 张兴眉头一挑 又给小儿子王承武打电话 同样被挂电话的结果 除了那句话换了一下 赔钱 我没钱 你们找他大儿子去 别说找老太太两儿子 来治安所调解了 张兴第二次打电话过去 两人如出一辙的直接挂断 再打已经变成了盲音 他们都将治安所的电话拉黑了 情况你也看到了 另一位治安员双手一摊 无奈道 这种家庭就是无赖至极 哪怕最后闹到法院 法院判决了 最终也会被拖着 拖到法院强制执行 也许这个过程中 还会发生其他的坏事 没事 杨景荣一开始 确实想过给对方家属一次机会 对方只要赔钱加道歉 他是真想过不计较了 可偏偏这些人完全不珍惜机会 也让杨景荣坚定了 这是较真的到底的决心 他笑着说道 治安员同志 我申请刑事立案 至于最后结果如何 到时候再说 像这一家子这种人 无论是于公于私 都一定不能放过 今天杨景荣不计较 放过他们 明天就会有下一个受害者 后天就会有下下个受害者 身为真正能量传播大使 杨景荣没有理由放过他们 确定要刑事立案吗 治安员还想劝说一下 有保险代位赔偿 没必要再烫浑水 张兴却是点头同意了下来 既然受害者要求刑事立案 又符合刑事立案条件 那便刑事立案吧 接下来的程序非常顺畅 原本的明示立案 变更为刑事立案 故意损坏他人财产 高达七万七 属于涉案金额数额巨大 前文已修改 如果判刑的话 将会出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刑期 当然最终还得看法院判决 得知被刑事立案的老太太 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变本加厉 在治安所大吵大闹 嚷嚷着要死在这里 死在治安所 可任由老太太如何骂 依旧被关押近看守势 杨锦荣则是可以回学校了 某城中村 低矮老旧的楼房中 糊满报纸的墙壁 布满珠网的预纸板天花板 大白天都得开灯 昏暗的灯光下 王成文 王成武两兄弟 正聚在一起商议着对策 大哥 老东西又被抓进去了 这次我们要怎么操作 怎么操作 老一套呗 刚刚治安所的不是说了 那摩托车老值钱了 四五十万 车主还是个学生仔 富二代无疑了 放不放人无所谓 一定让老东西 弄个病痛出来 狠狠地敲诈 那学生仔一笔 那行 我去上班了 大哥 你还什么吧 这次是个富二代 多难得啊 我们得想着能敲诈更多的办法 直接狠狠地搞一大笔钱 哪还用得着上班 能花到我们这老房子拆迁 到时候又能得到一大笔拆迁款 够你我兄弟俩吃喝玩乐下半辈子了 王成文一听 一拍大腿 有道理 给人打工 采得几个钱 创业才是王道 两人开始制定详细计划 网络上 有人将现场录制的视频 发送到了网络上 一开始并未引起多少人关注 毕竟普通人发视频 想要火爆 不投个几千斗家 都不可能实现 直到大象新闻看到这个视频 立刻发现了流量密码 将视频剪辑一番之后 打上了极具矛盾化的标题 疑似富二代骑行超五十万摩托车 撞到买孙三人 却不愿赔钱 就连治安员见了富二代 也恭敬有加 视频被专业人士刻意剪辑一番 没有原声 刻意配上了一段沉重的BGM 原本应该是治安员劝说杨景荣 放弃追责 可呈现出来的效果 竟然成了 两位治安员 正非常有礼貌的 对长相帅气的富二代 说话 无视了受伤的小男孩 勇于反抗斗争的 奶奶 以及可怜无助的母亲 大象新闻已经发布此视频 立刻引来了大量的关注 热度如同上高速 疯狂飙升 网友们更是激昂文字 薄命抨击 又是领海 最近领海热搜真多 据说是领海本地人 欺负无权无视的外地一家人 最痛恨他们 这帮有钱人了 有钱了不起啊 就知道 欺负我们穷人 他的摩托车 真的价值五十万吗 有没有能通过一颗螺丝 就认出车型的大手子 告诉一下 这到底是哪款车 杜卡迪大恶魔 Super Key 还是顶配 裸车价48.9 纯进口 落地价超五十个 死 一台摩托车超五十万 这么有钱 撞了小孩子 还不舍得赔钱 严查 必须严查 富二代祖上三代 看看他的钱哪来的 绝对贪污受贿 怎么看起来 这个富二代有点眼熟啊 好像之前刷新闻刷到过 但又想不起来 到底是谁了 互联网没有记忆 更何况学姐污蔑事件视频中 杨锦荣还戴着墨镜 到后续澄清视频 虽然露了全脸 但却没有再上过热搜 第一时间没被认出来 实属正常 大象新闻成功地利用了 网友们的仇富心理 再度登上了热搜 流量转得盆满钵满 杨锦荣刚回到宿舍 于怀就激动地喊道 锦荣 快来看 这富二代 跟你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会不会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兄弟 你不是说你从小被父母一切 快快快 看看这是不是你双胞胎哥哥 或者弟弟 也许你就能找到亲生父母了 等你成了富二代 可别忘了好兄弟 啊不 狗富贵 勿相忘 义富 请受小鱼子一拜 029 棺材堵门 还有富二代能跟我一样帅 杨锦荣凑过去 看到了于怀手机屏幕上的视频 里面正播放着自己和两位治安员的画面 再仔细一看视频的标题和文字 顿时眉头一挑 这大象新闻 难道就不能在发布视频前 核实一下视频的真实性吗 蓝V自媒体新闻 不知道他发布的视频 会引起广泛传播吗 疑似杨锦荣被逗笑了 这大象新闻 纯纯是故意制造冲突性话题 吸引流量的 你笑什么 于怀愣了一下 仔细对比了一下 不对啊 我怎么感觉 这视频里面的人 就是你 是我 杨锦荣笑道 你看着像我不 一模一样 就是他比你有钱 于怀一本正经道 我真觉得 这是你亲兄弟 也都在凌海 你要不要试着找一下 万一 你就是凌海富豪 遗弃在外的儿子呢 你想想 剧情应该是这样的 早些年你家里穷 父母养不起双胞胎 就把你送人了 谁知道 后来你父母发迹了 赚了大钱 这些年 他们也非常后悔 当年将你遗弃的事情 他们也在找你 你还能再离谱一点吗 杨锦荣摆摆手 正想说话 另外两位摄友打篮球回来了 满头大汗的张绍华 将篮球丢到床底下 一边脱下散发着酸臭味的篮球鞋 一边诧异道 锦荣 你怎么没去跟柳七七约会 杨锦荣微微皱眉 张绍华有些诧异 我中午遇到他的时候 他说 要找你去参加交易五协会的活动 你没去吗 我今晚有选修课 杨锦荣打开微信 看到柳七七之前发过来的信息 杨锦荣 今晚有空吗 协会有个活动 需要人帮忙 你过来帮一下忙吧 杨锦荣懒的回复 以前的他 老好人一个 谁叫他帮忙 他都会帮忙 因为他的性格问题 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 可自从经历了 零友友污蔑事件后 杨锦荣心态 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随手将对方拉黑之后 杨锦荣拿了一本书 就转身走出 弥漫着汗臭味的宿舍 你什么选修课 跟我一样的话 帮我牵得到 已经开始冲水的杨冰 朝着门口喊道 刑法 一眨眼 第二天到来 一大早 治安所门口的道路 就被堵了得水泄不通 引得不少卡着上班打卡时间的路人 出言咒骂 平日里从没见这个路段堵车 这是咋低了 难道修路挖路的 跑治安所门口来了 平日里修路挖路导致的堵车问题 让大家相当不爽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点 不是 修路挖路可不敢来治安所门口 听说谁有两兄的拖着棺材 来治安所门口 信号信号信号呢 啥玩意 棺材 信号 一种绿色植物 大清早的 真晦气 谁那么大胆子 敢来治安所堵门 昨天的新闻刷到过没 富二代摩托车撞倒小孩 老人信号信号信号 却被关押到治安所 那个什么新闻来着 太像新闻 是大象新闻 我刷到过 泽泽 现在为父不仁的有钱人真恶心 跟我们老板一样 天天就想着压榨我们的剩余劳动价值 加班不给加班费 整天CPU我们 雕猫堵门就堵门 凭什么把路也堵了 信号信号信号 一种绿色植物 他亲近 一润声夹杂着叫骂声 不断响起 前方 一副珠红色的棺材 用麻绳拴着两头 被摆放在治安所大门口前的大路上 珠红油漆还散发着刺鼻的臭味 棺材前后站着的人 正是王成文 王成武两兄弟 此时 两人正一人手里拿着一根台棺材的原木 站在治安所大门口 大声叫喊着冤情 我八十岁的老母亲啊 你死得好惨啊 本该安享晚年 却被人陷害抓进了治安所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儿子我该怎么活啊 吴 妈呀 是我们两兄弟不孝 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将遭受怎样的虐待 他要是死在治安所 我们两兄弟都无言见死去的父亲 之前还在电话中 一口一个老东西的两兄弟 此时却嚎啕大哭 哭声汗天阵地 尹德路人纷纷驻足观看议论 这演技 至少吊打绝大多数小鲜肉 有人拿出手机录视频 也有人出演讨伐治安所 为孝子两兄弟鸣不平 你们好 我是小丽来帮忙 节目主持人杨小丽 我可以帮助你们 正巧 一位小丽来帮忙 主持人上班经过这里 他赶紧拿出手机 录制视频的同时 壮着胆子走向棺材前 关切地询问两兄弟 两兄弟一看走过来的女主持人 顿时眼前一亮 老光棍王成文的目光 更是肆无忌惮地 在这位女主持人身上打量 心中暗爽 这女主持人虽然长得不算漂亮 但身材还算正点 在紧身牛仔裤勾勒下 曲线迷人 心好心好心好 若是能 嗨嗨 人间清醒的王成武 一看大哥这眼神 就知道 他心中龌龊的想法 可别因为一个女的坏了正事 他赶紧咳嗽一声 跟着假装抹了抹眼泪 您好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八十岁的老母亲 因为走路不稳 路过一辆乱停乱放的摩托车时 不小心将摩托车蹭到 我们当时也不在现场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 我年迈的老母亲被人拦住 要求赔偿七万七的维修费 我老母哪有这么多钱 我 他们就对我那可怜的母亲 采取强制措施 戴上二料铐 关进了治安所 王成武气不成声 眼面哭诉 什么 仅仅只是碰到摩托车 就要求赔偿七万七 杨小丽惊呼一声 气愤不已道 这分明就是敲诈勒索 他凭什么要求天价维修费 治安所又凭什么抓人 这故事一出 现场的民众 也为他们感到不公 一个个为两兄弟 为老太太鸣不平 朝着治安所大骂 必须要给被抓老人一个说法 什么破摩托车 被碰一下 就要求赔偿七万七 这不是欺负人吗 放人 必须马上放人 放人就算了 呸 必须给老人和老人家属一个说法 民众的讨伐声越来越大 治安所里面 早早就来上班的局长 得知情况后 正逮着张兴大发雷霆 030 把他们带去做个尿检 张兴 谁让你关押一个八十岁老人呢 我平日里怎么教导你的 不要太将 不是什么事情 都得追求是非对错 黑白分明 两病发白的王所长 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最看重的属下 竟然犯这种低级错误 气得王所长 他想直拍脑门 他想抓起办公桌上的茶杯喝口茶 还被刚泡的茶烫了一嘴 呸 真是被你气糊涂了 张兴抿着嘴 纠正道 嫌疑人只有74岁 74岁和80岁有什么区别 王所长瞪了眼张兴 敲了敲桌子 没好气道 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 给我整个初中生回来 现在又给我整个老太太回来 上次处分 就该把你送到交通大队去当交警 难道我们治安员不应该按法律办案吗 张兴不服气的嘟囔 王首一教育道 法律是死的 人是活的 法律也无非人情是故 作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治安员 我们最应该做的是 化解矛盾 调解纠纷 定分指争 那还不如 让我去当交警 张兴嘟囔着 心中依旧不服 你小子真是油烟不见 王首一恨铁不成钢 咬着牙 批评道 你如果继续死脑筋下去 也许会成为一名负责任的治安员 但肯定不是一名优秀治安员 我们治安员所需处理的绝大多数纠纷 都做不到黑白分明 更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 作为一名治安员 如果一味追求黑白分明 那只能把最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击吃了邻居家的米 猪拱了邻居家的菜 小孩和邻居家 小孩打架 这些都不一定是矛盾 更不能当作是敌我矛盾 如果非要弄得水落石出 不仅会极大浪费警力 也会激发更深的矛盾 邻里之间 为了一棵树 一只鸡 一句话 导致人命案件发生的悲剧 已经不止一次重演了 因此 一名处理日常纠纷的好治安员 优秀的治安员 最重要的不是分清是非黑白 而是定分指针 调解纠纷 化解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 王首一王所长 一口气说教了好几分钟 说得他口都干了 只能拿起茶杯 一边吹气一边喝 哪知道张欣完全是左耳朵近 右耳朵出 所以 什么所以 王首一气的吹胡子瞪眼 所以 放人 马上去贫富家属情绪 然后 什么然后 然后 受害者的车 就白白损坏了吗 他有起诉老太太 故意损坏财产的权益 那就让他走法院 去起诉 刚刚我教导你的话 你是一句没听进去 要维护受害者应有权益的同时 也要考量社会矛盾 在不激发矛盾的前提下 将受害者的损失 降低到最低 你看看 楼下堵成什么样了 赶紧去解决问题 说通道路 王首一一顿劈头盖脸 最终将张兴骂了出去 很快 老太太放了出去 张兴亲自带人出去 解开手铐 还当众给老太太和王成文 王成武两兄弟道歉 可媒体却没有打算放过这件事情 好不容易来的新闻热点 自然要抓住 杨小丽主持人 带着张兴袍根问底 有意无意之间 都带着陷阱性的提问 张兴哪里应付得过来 好在交警赶到 疏通了道路交通 治安所局长办公室 王首一透过窗户玻璃 将楼下的情况尽收眼底 这会儿他不生气了 慢悠悠地喝着茶 在他对面 另一位治安员焦虑不安地来回渡步 不是 我的局长大人 王所长 您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张兴被人欺负 这事情 明明就是老太太 违法犯罪在先 他两个儿子 赶抬棺材来闹事 我们应该全部抓捕 拘留起 来 王首一眯着眼 露出老狐狸般的笑容 淡定 我平日里怎么教你们的 处理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 茶叶不错 回头再给我买点 开个发票 我给你转过去 茶叶我老家爷爷自己种的 明年我给您多带点 眼下还是赶紧帮张兴解围 你下去 我下去 对 去把老太太两儿子 带到检验科做个尿检 啊 他们吸了 局长你怎么知道 王首一意味深长地笑道 吸什么 我可没说 单纯请他们验个尿 不收钱 楼下的所有围观者 想做尿检的 都可以带去检验科 免费 死 治安员忽然恍然大悟 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告 实在是高 当着民众和媒体的面 带两人做尿检 这就是在暗示所有人 他们两吸了 至于尿检的结果 还不是自家检验科说了算吗 再说了 谁会在乎最终结果 民众看两兄弟的时候 早已戴上了有色眼镜 谁还会相信他们的话呢 很快 治安员下楼 当众说出 要带两兄弟做尿检 大哥王成文 还硬着脖子道 做就做 谁怕谁 却被弟弟王成武拉住了 他常年混迹灰色地带 心里知道治安所这一套路 压低声音提醒道 大哥 我们不能进去 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戏没戏重要吗 检验结果不都是他们说的算吗 我们进去就等于自投罗网 死 王成文一阵后怕 还得是老弟聪明 不然今天真要折在治安所 那怎么办 柿子要挑软地捏 回家再说 两兄弟陪着笑 当即表示马上就走 绝不会再来闹事 两兄弟抬着棺材就走 也不管老太太步履蹒跚地跟在后面 杨小丽圣母心大爆发 一边举着手记录视频 一边背着老太太跟在两兄弟后面 却不想没走出十米 踩到一块被围观群众丢弃的香蕉皮 脚底一滑 一头向地上栽倒下去 她为了不让老太太摔倒 强行向前倾斜 把自己摔得眼泪直流 名贵的西装裤 膝盖都摔破了 化着精致妆容的脸蛋也破了皮 没那力气就别背我 真晦气 老太太踩着杨小丽爬起来 自顾自地走了 留下从地上爬起来的杨小丽 委屈的眼泪如痘大般滑落 被疏散的群众心中五味沉杂 很不适滋味 一股无力感席卷全身 这一刻 她心中的信念产生了一丝丝的动摇 没多久 正好下课的杨锦荣 接到了治安所的电话通知 老太太放出去了 哦 好的 杨锦荣挂断电话 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这都在她的料想之中 以及后续的问题 她也预料到了 果然 刚到中午 正是大学生们干饭时间 事情就找上门了 031 老太太住院 反咬一口 索赔医疗费 校内主干道上 一群正准备去第三十堂干饭的学生 看到两人拉着的横幅 一个个纷纷驻足观看 议论纷纷 发生了什么 杨锦荣 这横幅上的名字 好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杨锦荣你都不知道 就是上次的那个偷窥男 不对 是被污蔑成偷窥男的那位哥们 后面污蔑他的学姐 被送进监狱了 听说判了13年 学籍被开除 党籍也被开除 则则 造谣污蔑 判了13年 哥们不愧是人族大帝 太猛了 去去 你们这帮男生 为什么还幸灾乐祸 不过是造谣一次 就毁了女生的一辈子 这样小气抠门的人 一辈子只能孤独终老 哼哼 难怪又惹来了新麻烦 这话从一位女生口中说出 边上的男生 纷纷主动避开 也有脾气暴躁的男生 呸了一口 老子就算是百事单身 百事孤独 都不带着你这样的 气得这位女生肝瞪眼 奈何男生高大魁梅 拳头像个铁锤一般大 女的敢怒不敢言 生怕被一拳打哭 正抱着一本刑法的杨锦荣 想着去哪个食堂吃什么菜 抬头正好看到了前面的两兄弟 拉着横幅来找他麻烦 他也不必 静止朝着对方走过去 看什么看 当杨锦荣走到对方跟前时 王承文竟然没有认出来他 我们找杨锦荣 怎么 你认识啊 杨锦荣抱着刑法 他心中已经猜到了两人的身份 不由露出一抹阳光灿烂般的笑容 我就是 你们要找的杨锦荣 你 王承文一愣 他看着眼前的阳光大男孩 有点难以相信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哥 就是他 王承武指着杨锦荣 声音提高了几十个分贝 朝着四周路过的学生和老师 叫喊道 大家来帮我们评评理 富二代杨锦荣为父不仁 欺负我年迈的母亲 我母亲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摩托车 他就联手治安所 强行抓捕我母亲 并要求我母亲赔偿七万七 不然就叫我八十岁的老母亲关押起来 我家贫穷 住的是城中村破旧的楼板房 哪里拿得出天价赔偿款 可怜我的老母亲 被关押在治安所 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现在已经精神失常 一夜病入膏 高忙 王承武不认识荒子 现在 我那可怜的老母亲 已经被送进医院 医生说 王承文充满了怒火 声音传遍附近区域 引来一位位学生与老师驻足观望 他假惺惺的抹了抹眼角 这动作这神色 确实非常像被富二代打压欺负的老师人 惹得不少 人生出同情心 与之共情 他又继续指着杨景荣大声斥责 医生说 我老母亲活不过三天 除非 除非 王承武一时半会没想起说什么 却听见杨景荣替他补充道 除非花高价 给他治疗 对 王承武怒视着杨景荣 你 必须负责我老母亲住院治疗的所有医疗费 还有 赔偿我们 杨景荣忍不住笑了 就这 就这么点伎俩 他一开始还以为对方会想出什么幺蛾子来找麻烦呢 没想到只是假装生病住院 可就算是如此简单的伎俩 也有不少眼眸中闪烁着智慧的大学生被骗 他们纷纷开口 讨伐起杨景荣来 杨 什么荣是吧 有钱了不起啊 有钱就可以欺负穷人吗 富二代为富不仁 迟早把家底完美了 我不是仇富 我只是单纯看不惯你这样的富二代 同样身为富二代 你怎么不学学人家王思聪 嗯 杨景荣诧异地转过头 看向说这话的大学生 似笑非笑道 兄弟 你打算让我学王思聪抽你一个大鼻痘 给你二百万吗 我 我没有 这位大学生被杨景荣直视的目光震慑住了 他下意识地说没有 可身体却很诚实 甚至还测了测脸颊 调整出一个更适合杨景荣扇一巴掌的角度 王成文王成武两兄弟一听这话 还以为大学生要抢他们的生意 赶紧拦在了两人中间 王成文嚷嚷道 杨景荣赶紧陪我母亲的医疗费 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是富二代 杨景荣没有回答 而是颇为好奇地反问了一句 王成武大声嚷嚷道 你开的摩托车都五十万 不是富二代是什么 少给我们装算 赶紧给钱 不然 你休想离开这里 死 五十万的摩托车 真是富二代 不少人听到五十万的摩托车 不由惊呼出声来 他长得好帅 之前那位诅咒杨景荣孤独中老的女生 此刻 却是一脸花痴地望着杨景荣 自顾自得地嘀咕着 好有钱 他要是我男朋友就好了 我可以坐他的摩托车 呸 真不要脸 有人听到了他的自言自语 鄙视得脆了一口 等等 杨景荣富二代摩托车 有人惊呼一声 这不就是那个热搜吗 大象新闻那个 不对啊 人家大象新闻报道的是 富二代骑摩托撞到了孙子 奶奶讨公道 反而被治安所抓了 我看看 有人打开斗音 还不等他搜索 大数据竟然自动推送了这条新闻 太医对比杨景荣 顿时惊了 爱马 真的是他 这剧情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一会儿 富二代撞到老人孙子 一会又成了老太太 碰到摩托车 被恶意天价索赔 大象新闻 你们也信 开局一张图 内容全靠边 MD 这太魔幻了 现在 我连眼前这两兄弟的话 都不敢相信了 不少人纷纷点头 赞同这个观点 也有小仙女开始帮杨景荣说话 我感觉 这么帅的帅哥 应该不会说假话的吧 报警 我们报警 让治安局来调查清楚 有人间清醒的大学生 当即掏出手机 拨通110 王成文 王成武两兄弟 一见有人报警 顿时急了 回头再跟你算账 两人知道 这群大学生骗不着了 赶紧收起横幅 就开溜 你们走慢点 别摔着 杨景荣看到不远处 保安正在赶来 非常有礼貌的 大声 关切一声 两人回头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杨景荣 转身就走 却不想迎面来 两位手持橡胶滚的保安 砰砰两声 直接给两人干得眼貌惊心 抓起来 临海大学的保安 可不是缺牙老头能比的 都是练过的 三下五除二 就将王成文 王成武两兄弟逮住 扭送去保安市 之前被两人 趁保安换岗之际溜进来 好在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不然保安职位不保 差点被害得职位不保的保安 也将气撒在了两兄弟身上 在扭送途中 帮帮一顿揍 散了吧 都散了吧 有老师姗姗来迟 维持秩序 杨景荣笑了笑 丝毫不在意四周的议论 转身离去 吃完午饭 下午又上了半天的课 等到傍晚时分 却不想麻烦 又找上门了 这次不仅来了 王成武 王成文两兄弟 还来了另一帮人 小丽来帮忙 节目组 包括主持人小丽 助手 以及摄影师等人 一行人 大张旗鼓 直接找校领导 要求 让杨景荣给个说法 两兄弟 本想按照以往 惯用手段 泼油漆 计大便 扔菜刀 恐吓性等手段 对付杨景荣 逼其给所谓的 住院费治疗费 因为中午被保安 暴揍了一顿 害怕了 便改变了策略 再度找上了小丽 来帮忙 032 你有钱 就应该大度 办公大楼下 小丽来帮忙节目组 大张旗鼓地 堵在了办公楼大门 引来了不少学生为官 只可惜 学校高层领导 并未出面 别说校长 就连主任 和法学院的院长 都没有出面 只叫了杨景荣 他们专业的辅导员 全智伟来 双方互相介绍后 杨晓丽率先提问 全老师 因为贵学校学生 杨景荣的不当行为 导致侯苏芬老人 现在还在医院 住院治疗 现在家属 找我们来调解 只想要拿到老人的 治疗费用 不过分吧 杨晓丽举着话筒 对在全智伟嘴边 目光凌厉 咄咄逼人的逼问道 全智伟露出一抹职业微笑 摇了摇头道 首先 我要纠正一点 我的学生没有任何不当行为 侯素芬老人是否住院治疗 与我的学生 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全智伟在被对方找到的第一时间 就找杨景荣了解相关情况 又给治安所打了电话询问 知道了整件事情的真相 怎么会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杨晓丽指示着全老师 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 难道不是因为您的学生杨景荣 才导致老人被抓去治安所 才有了老人生病住院的事故吗 不是 全智伟收起笑容 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他目光扫过围观的诸多学生 最终目光落在杨晓丽脸上 他开口 声音洪亮无比 郑重有力 你们身为媒体 却在没有了解事情的真相前 就大张旗鼓 对真正的受害者发难 不去追寻真相 却助纣为虐 帮助毫无道德底线之人 让真正的受害者蒙冤 还口口声声 要求受害者给个说法 如果你们节目组 来学校赌门的目的 是为了加害受害者 帮助坏人 那我非常抱歉 我会代表学校 呼叫保安 将你们立刻请出去 全智伟的声音震耳发聩 杨晓丽都被这一连串的反问 给震慑住了 胡说 我母亲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王成武狡辩道 你的富二代学生 故意在路边停放 价格昂贵的摩托车 我年迈的母亲只是路过 不小心磕碰到 我们没有找他问责 七万七的天价维修费 我看他摩托车受损是假的 敲诈勒索是真的 他对我母亲不依不饶 还报警抓我母亲 可怜我八十岁的老母亲 被关押在治安所 整整一晚上 被王成文这么一说 杨晓丽也似乎多了底气 老人现在生病住院了 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你们却在这里 道貌黯然的 为那为父不仁的 富二代学生狡辩 你们还有没有公德心 还有没有一点良知 什么叫做只是路过 什么叫做 不小心磕碰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杨晓丽走了过来 他拿出手机 播放当天拷贝的监控 给在场的所有人看 画面中 老太隆中的老太太 故意走向停放在车位上 崭新的杜卡迪 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 强行推了好几次 最后将杜卡迪推翻 这叫只是路过 我的杜卡迪 停放在停车位上 没有挡住任何路人 你母亲故意走过去 使出吃奶的力气 将我的摩托车推倒 你管这叫路过不小心 还有 什么叫做只是磕碰一下 杨景荣打开另一段视频 是现场杜卡迪损坏的模样 以及服务中心 定损员给出的维修单路向 他将手机高举 环绕一圈 斩钉截铁的赤身问道 这叫做只是磕碰一下吗 我这台杜卡迪 一次都没有骑过 就被你母亲恶意推抖 故意损坏 我只要求赔偿维修费 没有要求赔偿折旧费 没有要求赔偿 我的精神损失费 你们还敢来找我麻烦 尤其是你们节目组 杨景荣目光如炬 落在杨小 立身上 我会已公然损坏 我名誉全到法院起诉你们 后者被杨景荣 那害人的目光震慑住了 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边上诸多学生 也纷纷声讨起来 没想到 我关注那么久的 小丽来帮忙 竟然是这样的无良节目 太让我寒心了 这种节目 竟然能够堂皇之的上电视 简直是对我们林海的侮辱 不去追寻真相 竟然去帮助道德败坏之人 肯定是收了人家的钱 或者就是觉得 我们学生好敲诈 跟老太太儿子商议好 敲诈到钱 就平分 哪体成分红 等会就去相关部门 举报这种无良节目 无良媒体 滚出我们学校 滚出林海市 不少学生都拿出手机 一边骂人 一边录制视频 打算发到网络上 揭穿这无良节目组 惹了重怒的节目组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主持人杨小丽 更是被骂得面红耳赤 脸都丢光了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可他还试图狡辩 音量低了不少 没之前那么有底气了 可杨锦荣那么有钱 为什么要抓着老太太一个错误 计较到底呢 他能买得起五十万的摩托车 肯定也不差那七万多的维修费 可这个钱 对老人而言 却是天价 杨小丽说到这里 似乎又多了一层底气 他开始道德绑架 你那么有钱 几万块的维修费 对你而言 不过是零花钱 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你明知道 老人赔不起修为费 为什么还非要报警 把老人抓进治安所 导致老人生病住院 这一招似乎非常有效 就连四周的同学 都有不少 觉得挺有道理的 五十万的摩托车都买得起 几万块的维修费 自然也是九牛一毛 老太太虽然做错了事 可她没有赔偿能力 为什么就非要报警抓人呢 你有钱 不应该为了一点零花钱 就要老太太尝命 王成武听完 不着痕迹的眼前一亮 他赶紧抹了抹眼角 大声哭诉起来 富二代抓住穷人一次错误 难道就非要置穷人于死地吗 这么欺负我们穷人 你还有没有公德心 有没有怜悯之心啊 零三三 老不是干坏事的绿灯 这都是什么鬼逻辑 因为有钱就需要 为星号星号星号过错买单 因为我开杜卡迪 就要自认倒霉 杨锦荣笑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不讲理的家属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 老太太蛮横无礼 两个儿子如出一辙 他正义凛然 目光如炬 直视着文武两兄弟 什么时候穷变成了 理直气壮违法犯罪的理由了 做错事导致了嚣张的借口 认为自己弱势 全世界都要让着你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 就是典型的道德绑架 你母亲恶意推倒 我停放在停车位上的杜卡迪 这叫故意损坏他人财产 你们不仅拒绝支付维修费 还反咬一口 叫媒体道德绑架我 要求我赔付星号星号星号医疗费 这叫恶意敲诈勒索 杨锦荣这一番话 无比的震耳发聩 震得文武两兄弟语色 不知道如何作答 震得杨晓丽这位伶牙俐齿的主持人 面露羞愧 有些无地自容 说得好 四周的学生纷纷拍手叫好 不愧是法学专业的最帅学长 学妹永远支持学长 竟然利用老人进行道德绑架 这种人太可耻了 原来是老人故意推倒摩托车 不赔钱 还反咬一口 真是坏人变老了 败坏社会道德的老蛀虫 我妈常教育我 年老新未老 人穷之不穷 你们为什么做错事 还要倒打一耙 主打一个道德绑架 觉得全世界都欠你们呢 因为他们没妈呀 胡说 他们明明有妈 讨伐生不断 学生们都急具正义感 此刻被杨锦荣一番话所感染 纷纷开口 对文武兄弟和节目组 口诛笔伐 杨小丽怎么也没有想到过 明明是他们 来利用舆论 对杨锦荣施压 迫使对方赔偿 结果却反了过来 他们成了被口诛笔伐的那一方 此时此刻 几人如过街老鼠般 人人喊打 就连全老师都忍不住 吃惊地看了一眼杨锦荣 他心中万分惊诧 杨锦荣仅仅几句话 就彻底反转了现场形势 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 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学生吗 这让他又想到了 在校长办公室 自己这位学生 被灵犹有污蔑偷窥的那一幕 好像一切的变化 都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这段时间 自己这位学生 当真是成长起来了 已经具备成为一名律师的心态 与决绝了 不对 这样优秀的学生 如果成为律师 那未免也太可惜了吧 倒不如推荐他继续深造 考研 拿到硕士学位 再考工 进入司法系统 成为一名正义的检察官 全老师心中打定主意 决定等会就找杨锦荣谈谈 让他提前规划好职业生涯 实现人生价值 可我妈就是因为 你才生病住院的 如果你的摩托车不停在那里 我妈就不会去退 王成武在一阵发愣之后 再度展现出了他的死皮赖脸 他面红耳赤的怒视着杨锦荣 狡辩道 医生说了 就是因为 我妈推你的摩托车闪到的腰 之后又是因为你报警 将我妈抓进去 关押一天一夜 才导致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变得更加严重 对 王成文也跟着怒合道 不管你什么道德不道德 绑架不绑架的 我们只要你赔钱 今天你必须赔钱 杨小丽愕然 他来之前 两兄弟可没有说过 他们妈的腰扭伤了 此前他询问过老太太 到底伤到哪里 两兄弟支支吾吾半天 也没说出过所以然来 现在又说是 闪到腰了 算了 不管伤到哪里 都得叫富二代赔钱 杨锦荣同学 我知道你说的很有道理 老太太现在真的住院了 如果你不出治疗费 她就只能活活等死 你难道就这么忍心 看着一位活生生的老太太 因为没钱缴费而死亡吗 杨小丽换了个角度 试图打同琴牌 用老太太的生死 来绑架杨锦荣 奈何杨锦荣 早已经看透了 这些人的计量 恐怕这老太太住院 都是假的 更别说具体伤势了 于公于私 杨锦荣都不会让他们得逞 你不去讨伐 违法犯罪分子 伸张正义 却打着助人为恶的幌子 助纣为虐 可曾想过 当有一天 你遇到了我同样的事情 你该如何处置 老太太在推倒 我的摩托车之前 就推倒过N多次 受害者苦不堪言 对这样一个惯犯 你们节目组 却想着来道德绑架 身为受害者的我 老不是干坏事的绿灯 杨锦荣冷笑着开口 声音郑重有力 宛如一枚枚炮弹 轰击在节目组 和文武兄弟心头 如果老就可以违法犯罪 而免受法律的制裁 那等在场的诸位老了 是不是也可以手持 老年行事豁免权 为所欲为 破坏社会和谐 破坏国家和谐 我不仅不会给他治疗费 还会向法院提起诉讼 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这一番话一出 现场彻底沸腾了起来 一道道指责声 夹杂着谩骂声 劈头盖脸地 落在了节目组 和文武两兄弟头上 没想到是个惯犯 这样的老太太 就是病死 也是为社会清除害虫 清除污垢 还社会朗朗乾坤 亏得我以前还看你们 小力来帮忙 节目 没想到 你们竟然如此的 毫无道德底线 如此的不讲理 为了你们所谓的帮助 无视法律 心疼以前被推倒的那些车主 换做其他任何人 都顶不住压力 早就放弃新号新号新号了 也得亏学长是法学专业 能顶住压力 学长不仅长得帅 为人正直 刚正不阿 为助进社会进步出力 正因为学长 上次偷窥事件的 新号新号新号 才有了学校重修忙到 文武两兄弟 看到眼前这惹了众目的情况 心中知道 这回彻底没戏了 你给我们等着 王成武放下狠话 就拉着大哥要离去 却不想杨锦荣这时候 竟然再度开口了 034冒号20岁当保安 少走40年弯路 临海大学启示 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肆意撒野的地方 杨锦荣的声音传开 刚想离去的文武两兄弟 当即一乐 旋即两兄的转过头 怒目而视 死死地盯着杨锦荣 如果这里不是学校 如果这里是校外 如果这里没有监控 没有其他人在场 他们两兄弟发誓 一定把杨锦荣打得下不了床 让他下半辈子 半身不随 在床上度过 只是他们想不到的是 如果真在没有监控 没有人的地方 只要他们动手打人 半身不随的人 将会是他们两兄弟 他们应该庆幸 庆幸杨锦荣跟他们讲道理 而不是跟他们耍流氓 法学系学生耍起流氓来 就没有身为流氓的 他们什么事了 又来我们学校撒野 一辆保安巡逻车 伴随着急促的刹车声 停在了办公楼前 跟着中午那两位保安 带着四位保安 一起下车 快速将两兄弟 连同节目组包围 中午他们是趁着保安换班 溜进来的 傍晚是节目组 拿着所谓的媒体通行证进来的 可就在刚刚 保安队接到了校领导的通知 要求将他们驱逐出去 文武两兄弟 一看到中午 那给他们留下心里阴影的梁保安 立刻撒腿就想逃 可他们哪里跑得过保安 一转眼就被逮住 两人还继续挣扎 试图挣脱 年轻的保安队长被逼急了 直接单膝跪压 用膝盖将王成武按在地上 另一位保安也学着 将王成文跪压在地上 痛痛痛 王成文大喊吃痛 我要报警 我要起诉 起诉你们临海大学 虐待访客 王成武大吼大叫着 放开我 啊放开我 你们只是几个臭保安 你们没有执法权 臭保安 保安队长一听 立刻加大了膝盖的柜里 我不能呼吸了 我快不能呼吸了 吸你马 再嚷嚷 让你们吸屁吃 任由两人吼叫挣扎 几位保安也没有松开 甚至还有胖保安 打算一屁股坐两人脸上去 吓得两人脸色发紫 不敢再叫 保安队长看起来也就二十几岁 他凶狠道 两个小混混 中午给过你们 改过自新的机会 你们还赶来我的地盘捣乱 劳子二十岁当保安 为的就是少走四十年弯路 结果你们两次三番来学校捣乱 差点害得 我丢了保安的工作 绑起来 扭送治安所 随着保安队长苏阳一声令下 几位保安立刻将两兄的绑了起来 推上巡逻车 准备扭送去治安所 你们是媒体是吧 苏阳拍了拍裤腿上沾染的灰尘 走向杨小丽和节目组几人 他明明很年轻 却有着一双看穿世俗的毛子 劳子上了二十年网 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媒体人 外面大把的流浪汉需要帮助 你们视而不见 反而来帮助两个流氓 欺负祖国的花朵 你说你们没收钱 我都不信 你 杨小丽背对得哑口无言 气得胸脯不断起伏 我 他想开口反驳 却显得苍白无力 今天被骂傻了 开始被杨锦龙骂 现在竟然被一个保安骂 学校不欢迎你 苏杨是一两个保安盯着杨小丽他们 带他们出去 转而他又看向杨锦龙 脸上露出同龄人的笑容 兄弟 你刚刚骂得真好 文才好 口才好 我叫苏杨 保安队队长 之前没注意 这二十岁的年轻保安 竟然是保安队长 你好 我叫杨锦龙 杨锦龙非常礼貌地回应 我先押他们出去 回头见 苏杨疯疯火火而来 疯疯火火而去 押着文武两兄弟 静止前往治安所 而杨小丽也等人 也被其他保安挡着出去 哗啦啦 雷鸣般的掌声忽然响起 办公楼下 诸多围观学生 无论男女 都纷纷为杨锦龙鼓掌欢呼 学长牛星号 刚刚的反击 真是太帅了 学长 有没有女朋友 欢呼声夹杂着玩笑声 在这一片空旷的地方响起 办公室楼上 刘校长正摆弄着望远镜 将楼下的种种情况 尽收眼底 泽泽 真是青年才俊 逻辑清晰 口才不凡 难得人品还不错 他嘀咕着 老院长之前叫我找人 我现在找到了 怎么还不来亲自感谢他呢 刘校长口中的老院长 可不是临海大学某学院的退休院长 而是临海市检察院院长 办公楼下 杨锦龙对诸多同学们摆了摆手 以表感谢 正准备走人 却被辅导员全志伟拉住了 杨锦龙 晚上有时间吗 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跟你说点事 呃 我还没吃饭 杨锦龙饿人 他来大学马上两年半 今天这是怎么了 全志伟眼前一亮 笑呵呵呵道 那正好 我也没吃 我们一起去吃饭 边吃边聊 我擦 全老师不会是七管炎 没钱吃饭了 故意蹭我饭吃吧 杨锦龙吐槽归吐槽 该请客还得请客 花费48块大洋 在学校食堂请全老师吃了一顿 杨锦龙这才知道 原来辅导员找他 是叫他备考研究生 后续考取检察官 规划未来职业生涯 对于考研 杨锦龙只问一句 能不能保研 这把全老师给难住了 回到宿舍 杨锦龙认真地研读刑法 心中重新计划起这次案件 吃了吗 于怀从外面回来 随口问道 吃了 那个我周末去兼职 你要一起吗 杨锦龙抬起头 笑道 你觉得我会去吗 呃 于怀有些不好意思了 杨锦龙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你这是谈恋爱了 你认识的妹子 要去兼职 你打算去偶遇 哇 于怀你谈恋爱了 什么 于怀女朋友怀孕了 其他两位摄友也正好回来 纷纷起哄道 呸呸呸 于怀呸了一句 再传下去 他就得多两袋了 他赶紧避开这个话题 拿着手机无聊地刷着斗音 等等 忽然 他喊道 锦龙 你咋又被自媒体挂热搜上了 我看看 我看看 张绍华两人凑过来 小丽来帮忙 富二代毫无怜悯之心 杨锦龙瞅了一眼 深邃的眼眸中 闪过一抹寒意 真是阴魂不散 给过你们机会 你们非要作死 杨锦龙算是彻底明误了 他的不计较 成了别人眼中的无所谓 既然如此 那就叫真到底 一夜无话 第二天 杨锦龙递交材料与证据 正式起诉杨小丽和 小丽来帮忙 节目组 今天课程依旧很满 法学生比其他专业的课程 要稍微多一些 其他专业大三 基本就没啥课程了 杨锦龙他们还得经常上课 傍晚时分 被保安钮送到治安所 关押了24小时的文武两兄弟 重见天日 他们没有悔改 却再次作死 有了前两次的吃亏 这次他们没有直接找杨锦龙 而是 找上了摩托车案的另一位当事人 陈孝天 今天上学的时候 妈妈就告诉他 今天公司要加班 让他自己走路回家 家里冰箱里有妈妈 早上提前做好的饭菜 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七岁的陈孝天 乖巧地自己走路回家 却不想遇到了王成武 王成文两人 大哥 就是他 王成武拿着相片对比 一见到陈孝天 当即眼前一亮 两人马上围了上去 王成武伸手一蒙 就要抓住陈孝天 哪知道陈孝天反应敏捷 看见两位面向凶恶的大人 就知道不是好人 一个侧身避开围捕 身体一矮 溜至大吉 可迪小小的身体 背着一个大大的书包 人躲过去 书包没躲过去 被王成武追上抓住了书包 本来陈孝天挣脱书包 逃走了 可他一想到 书包是妈妈攒钱给自己买的 他又鼓起勇气 转头回来了 小陈孝天咬着嘴唇 带着几分稚嫩 几分勇气 面对王成武 弱弱地哀求道 你们 你们是人贩子吗 我身体不好 没有人会买我的 求求你们 把书包还给我 035 孙子兵法 VS刑法 徐浦村 肮脏黑暗的小巷子里 到处散发着流浪猫狗的尿骚味 使臭味 都已经坍塌 开裂的墙壁 破烂的招牌 属于没人管理地带 也几乎没人路过 更别提监控之类 不跑了 王成武看着 去而复返的陈孝天 嘿嘿坏笑一声 恐吓道 小屁孩 你再跑 我就把你的书包给烧了 跟他废话什么 绑走他就行了 大哥王成文在追逐过程中 踩到一坨狗屎 他捏着鼻子 忍不住埋怨道 这里太几把臭了 繁华的大领海 竟然还有这种地方 比我们老房子 那一代还破旧 真迷马 呦 破 就在两兄弟说话之间 陈孝天胡乱地 从地上抓起一把沙石 精准地投掷 向跟前王成武的双眼 趁乱之间 双手抓住书包 奋力一扯 转身开溜 妈的 找死 呸呸 王成武眼睛和嘴巴 都进了沙子 他伸手抹开 却发现 忽了一手黏忽忽的黑东西 也忽了一脸 伴随着一股 令人作呕的恶臭味 传入他鼻腔 这股恶臭味 直冲他天灵盖 他感觉嘴里 都有点咸臭味 煞时间头皮发麻 呕吐感席卷全身 心好心好 狗屎 呦 我要杀了你 呦 王成武此时的表情 比黑蒜姐还要夸张 不断干呕 呦 I do it 呦 我去追他 大哥王成文 赶紧追着陈孝天去 却不想陈孝天 虽然身体瘦弱不堪 但却对附近相当熟悉 七拐八拐地 钻进一家破败的老虎灶 人就消失不见了 可恶 王成文无功而返 气得不行 他看到兄弟脸上 沾着黑乎乎的屎屎 也忍不住一阵反胃干呕 法克游 王成武想要找个 有水的地方洗洗脸 可这鬼地方 哪里找得到自来水 边上有个臭水蛙 他也不敢去洗 只能强忍着恶心 用手清除脸上的脏东西 呦 这特喵的 好像不是狗屎味 心好心好 不会是人中黄吧 呦 回家回家 赶紧回家 马德 这是没完 明天被我带到 肯定打断他双腿 呦 满脸锅底灰的小陈笑天 逃亡了一路 终于逃回了 另一个小巷尽头的家 与其说是家 不如说是一间 破烂的小杂物间 他确认妈妈还没回家 这才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赶紧把门反锁 放下书包 检查一番后 发现没有损坏 这才松了一口气 转身去装水的小桶 打了一盆水 把脸上和身上的 锅底灰洗掉 又把衣服洗了 过了好一会儿 妈妈才回来 陈笑天热好了饭菜 等待着妈妈一起吃晚饭 他害怕妈妈担心 不敢将今天 发生的事情告诉妈妈 只顾自己低头扒饭 却没注意到 妈妈今天脸色异常的苍白 一夜无话 第二天 小陈笑天在紧张中 上完了一天的课 等待着妈妈来接他放学 今天他不敢独自回家 终于等到了妈妈来接他 却不想 走出学校没多远 又见到了昨天 抓他的两位人贩子 陈笑天紧张得手心冒汗 可等母子两人到家 也没见两位人贩子动手 文武两兄弟 自从昨天吃了亏后 本打算今天来抓人 可晚上回家一合计 感觉太冒险了 于是便改变了主意 两人偷偷摸摸拍了陈笑天不少照片 又把陈笑天住的地方拍了下来 回家之后 把这些照片 一起发给了杨景荣 在此理此理 逗音 微博等平台的私信 并赴言 小子 你不赔钱 倒霉的就是这小鬼 这招真的管用吗 王成文疑惑道 必须管用 王成武得意地笑着 这可是我从孙子兵法上学的 这招叫做引蛇出洞 还记得跟杨景荣见面那天吗 我在他眼中 看到了大学生才有的清澈 这种人不仅会对社会的不公感到愤然 也会对社会的可怜人 发自内心的怜悯与同情 反倒对自身受威胁并不畏惧 我们只要利用好这一点 杨景荣就会上钩 王成文说了一大串 大哥却是一脸的茫然 孙子兵法 哪个孙子写的 见大哥一副无知的样子 王成武不仅不觉得对牛弹琴 还十分得意地炫耀道 狂飙 看过吗 里面的高启强 靠的就是孙子兵法 从渔贩子 一路走上人生巅峰 成为金海市只手遮天的人物 未来我们兄弟俩 也能做到林海只手遮天 王成武兴致高涨地说着 憧憬着未来的财富与地位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他一挥手 郑重有力地说道 而今天从杨景荣手里拿到钱 不仅是我们的第一桶金 更是代表着我们事业的第一步 林海大学 宿舍 杨景荣在这两天 也是火力全开 他这段时间 已经将送花圈的网报参与者 连带69同城平台 美团外卖平台 一并起诉了 这几天陆陆续续被法院受理 不仅如此 杨景荣 此前将微博平台 以及微博上的网报 他的小仙女统一起诉 也得到了法院的回复 配合治安局 从平台那边拿到了绝大部分网报者的信息 而此前抓捕的头号网报分子张嘉文 会在近日正式开庭审理 而杨景荣也向法院申请了庭审直播 等待审批程序下来 便可以当庭直播 这些案子 杨景荣没有请律师 打算亲自出手 就当实战了 哪怕如此 他也花了不少钱 普通人如果遇到杨景荣类似情况 估计繁琐的程序和漫长的等待 以及不菲的费用都会被吓退 也好在杨景荣之前一顿操作 将花圈卖给了白石铺 纯赚了五万一千块 不然经济上都会相当困难 而之前海鲜缺金少两事件 退一赔三的钱 虽然有十九万之多 但都被治安局 工商局等部门冻结着 要等相关部门结案 他才能拿到钱 此外 他也将小丽来帮忙 大象新闻 新闻姐等自媒体 一并起诉 但是 得到的回复 就相当让他失望 大象新闻和新闻姐 这两家背景不简单 背后有神秘资本支持 杨景荣心中 只能先拿往抱着门开刀了 杨景荣正翻阅着自己的后台 想着有没有哪个幸运观众 让自己泄愤一下 就看到了一位名叫 林海高启强 的人 发来的数张照片 这小朋友是 陈孝天 杨景荣立刻认出了 照片里面的人 难怪这两天 王家兄弟消停了 原来是去找陈孝天麻烦去了 杨景荣心中 思索片刻 大致上 已经推测出了对方的伎俩 他之前想的办法 正好可以无缝衔接此事 杨景荣立刻配合地 给对方回复 你们为什么要去伤害一个无辜的小孩子 你们这是在违法犯罪 信不信我报警 另一边收到回复的王承文 笑开了怀 他更加笃定 杨景荣会落入自己的圈套 当即回复道 来许普村许氏老虎造小巷 我们见个面 记得 一个人来 杨景荣回复了一个是 当即便拿出银行卡 只身前往对方指定地点 可惜 因为起诉 花了不少钱 最近又购置了一些东西 这卡里的余额 不足三万 零三六 一拨三折 老太太报便 杨景荣在出发前 还特意练了练身手 提前带上了前天就购买好了的合金扳手 打车抵达许普村不远处 便提前下车 徒步过去 杨景荣一边走 一边练习扳手攻击法 这段时间 他经常去校外练习无限制格斗 虽然有系统强化过身体 也有系统提供的无限制格斗能力 但他还是更喜欢掌控一切的感觉 小心使得万年传 对付文武两兄弟这种混社会的人 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刑法 我已经研读了一阵子 无限制格斗 也练习了不少次 今天就是实战的机会 杨景荣挥动扳手 在空气中抽出一道道 呜呜 声 咔嚓 碰 杨景荣手持扳手 突然弯腰 手中扳手 锤 击在一块石板上 石板阴声碎裂 这一击下去 恐怕再硬的骨头 也能敲碎 莫名的 杨景荣想到了 他第二次系统任务 其中一个奖励是八级拳 如果当时得到八级拳奖励 不知道会是何等威力 不过威力太大了 反而会给人一种约束感 声趴一拳下去 把人给打死了 毕竟是法治社会 正当防卫 也得有条件 正当杨景荣做好了万全准备 即将抵达许普村的同时 昏暗恶臭的小巷口 王承文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 他接通一问 竟然是医院打来的 他们为了讹诈杨景荣 故意将母亲送到医院 在送过去办理好住院手续之后 便不再过问 钱也没交 也没去看望过 任由他们妈生死自灭 却不想这时候医院打电话过来 说老太太侯素芬 在医院闹事几次了 这是最后的通牒 要求他们家属 务必马上赶到 不然就报警处理 王承文正想回答 边上的王承武 一把抢过手机 骂道 你们这帮比女肝伤还女干 吃人不吐骨头的医生 入院那天 不是交了两千块吗 我让你们什么呀都别开 什么针都别打 光住着就行 这才几天 钱就花光了 今天我把花放在这里 要钱没有 你们要是不管我妈 她就会死在你们医院 到时候我去告你们 告你们赔个倾家荡产 骂完就挂断了电话 别让这老东西的事情 坏了我们的大事 王承武正沉浸在 即将收获的喜悦中 哪知道没一会儿 医院的电话打到了她的手机上 这回是老太太说话 我知道你们两兄弟 在做什么坏事 现在把我接回家 不然我不会再配合你们两个 新号新号新号 王承武骂了一句 挂断电话 大哥 你先去医院 把老东西接回家 我在这里等杨景荣 拿到钱再回去找你 王承文眉头一皱 心中颇为不悦 为什么是我去医院 接老东西 麻烦的事情 就让我去 你一个人在这里等杨景荣 是不是想拿到钱之后 独吞 两兄弟看似和睦 联手作局 实际上各自心里 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都提防着对方 钱这种东西 只有落到自己手里 才踏实 亲兄弟都得明算账 多少亲兄弟之间 为了钱大打出手 鱼死网破 更何况他们两兄弟 平日里关系也不算多好 不过王承文并未表现出来 他关切地说道 老弟 不是我说 你这小身板 不一定能打得过那学生 你那天也见到过他 长得像个小白脸 可实际身上是有肌肉的 我留你一个人在这里 万一你被他割到了 岂不是让你落入危险之地 王承武 大哥什么时候 这么关心自己了 等等 大哥这不是关心他王承武 而是怕他独吞钱财呢 告非 行吧 王承武点了点头 惋惜道 那就只能叫杨锦荣改天再来了 我们先一起回去 把老东西处理了 杨锦荣万万没有想到 他都已经抵达村口了 结果对方变卦了 发过来信息表示取消见面 GRD 杨锦荣发过去三个字母 无奈转头回家 一夜无事 第二天 杨锦荣刚结束第一节课 就接到了花桥区人民法院的通知 他此前 起诉老太太推倒他摩托车的案件 法院已经受理 根据案件信息 法院提出的建议是 双方先进行庭外和解 但是 被杨锦荣拒绝了 他不接受庭外和解 他给过对方无数次机会 结果对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寸进尸 这种老人及其家属 都不值得和解 留在社会上 只会坑害更多人 于公于私 都不能和解 既然原告不接受庭外和解 法院也只能继续受理 经过法院内部程序处理后 最终确定在三日后开庭 今天就会将起诉书副本 送达被告人手中 希望王成文、王成武两兄弟 能在接到诉状书副本后 再来找我麻烦 杨锦荣还替昨晚感到可惜 却不想 第二天早上 他先后接到了法院和治安所的电话 新的麻烦又来了 这次起诉侯素芬的案件 复杂程度 处理难度都远超杨锦荣的预想 即便他做好了万全准备 还是被这通电话的内容给吓了一跳 侯素芬死了 杨锦荣万万没有想到 剧情的最终会是这般发展 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别说他了 就连在治安所打电话通知他的张欣 也是十分震惊 他在电话中提醒道 你得小心侯素芬的两个儿子 会借题发挥 谢谢提醒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一波三折后再三折 他前晚做好了万全准备 就差两兄弟敲诈勒索他一笔 两万块也足够送对方进去 跟吴谦一起作伴 采缝刃机几年了 如果能刺激对方出手 杨锦荣还可以正当防卫 两人罪行也将会是 抢劫家故意伤害罪 采缝刃机的时间将会大大低提升 结果那晚 两兄弟突然取消见面 才过了两天 老太太又突然暴毙 这是太蹊跷了 等等 杨锦荣忽然惊醒 他想到了另一个更加可怕的可能性 赶紧询问张欣 治安所有没有对侯素芬老太太的尸体 进行尸检 037 多部门联合杂陈行动 同城热搜 尸检 你是怀疑老太太是 张欣似并未太过于惊讶 只是略微停顿了一秒 他杀 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杨锦荣解释道 就他们一家人的人品 母辞子孝之事 未尝没有可能 嗯 张欣又提醒了一下 让杨锦荣注意 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防止对方再找麻烦 如果真遇到麻烦 可以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 还特意留下了个人号码 这才挂断电话 林海区治安所内 张欣正转身 打算找个同事 一起去侯素芬家里一趟 看看能不能在现场 找到一些他杀坟迹 如果发现问题 就可以及时申请非正常死亡流程 申请对侯素芬进行尸检 却不想刚转身 就被楼上的王所长叫住了 张欣 你过来 所长 张欣立正行礼 找我有什么吩咐 让你上来就上来 哪来那么多废话 王守一瞪了一眼 这位自己最看好的弟子 没好气到 赶紧上来 等张欣 上楼走进所长办公室 王守一示意他关上门 这才与众心长道 最近安分点 上面即将进行稽查行动 关于 整治治安队伍滥用职权的红头文件 已经下发到我这里 明日召开会议 我知道你一身正气 为人正直 刚正不阿 但也正因为这点 很容易 着了他人的道 误入歧途 回答所长 无需担心我 张欣再度立正行礼 我不会滥用任何职权 误入任何歧途 不拿百姓一针一线 不偏袒任何人 不放过任何犯罪分子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谨记誓言 王守一 你个鱼目脑袋 合着非要我明说是吧 王守一被气得吹胡子瞪眼 他心爱这位弟子 更欣赏这位弟子 无奈之下 他只能摆摆手 去吧去吧 赶紧出情去 别在这里爱我眼 所长 张欣依旧保持着行李的姿势 你还有什么事 我要申请侯素芬的死亡立案 这波属实 把王守一给气到了 他做事抬起手就要揍人 滚 得令 张欣乐开了花 赶紧笑着逃之夭夭 小陈 跟我出勤 听着楼下传来张欣的声音 王守一叹息一声 他扶了扶自己的老腰 看了一眼茶杯中漂浮着的红枸杞 不顶用啊 不顶用啊 至于侯素芬的死亡立案 自然是得找到非自然死亡的痕迹才行 而张欣带着另一位治安员出勤 为了就是这个 学校 杨景荣正跟于怀两人在食堂吃早餐 食堂电视机播放着林海市早间新闻 日前 我是工商管理部门情势中情局长代队 在处理一次海鲜市场投诉执法过程中 偶遇突发事件 不法商家使用暴力手段反抗阻碍执法 打伤相关执法人员 最终将不法分子绳之以法 一长段的官方播报 背景画面正是乡辖海鲜店 我擦 景荣快看 有灰 呸 是我们 我们那个海鲜店 于怀激动得都嘴瓢了 什么我们的海鲜店 那是犯罪分子的海鲜店 杨景荣笑着纠正道 啊 对对对 于怀激动得身体颤颤的 我们上电视了 正义市民 与不法分子斗争 则则 光是想想都觉得热血沸腾 可当他看完整个报道 都没有看到给两人特写镜头 整个人都不好 好不容易有一个侧脸镜头 却被打上了马赛克 我擦 为什么把我这张英俊帅气的绝 是容颜给打上了马赛克 于怀悲伤不已 嘴里的豆浆油条 突然就不香了 新闻主持人播报完后 画面给到了 秦市中秦局长的采访 他脸上还贴着窗壳贴 显然是当天 就录制好了的采访录像 对于赵某龙 这类不法分子 我局坚决打击到底 维护市民权益 为市民创造良好的购物环境 我局接下来将会联合多部门 展开为期一个月的 杂秤 行动 整顿整个市场的不良风气 重点排查与惩治 缺金少两 鬼手 强迫买卖等违法犯罪行为 一经查出 将会处以退役赔三 罚款 停业整顿 严重违法者 将会被取缔经营资格 遣送治安机关等 维护市场秩序 给所有堂堂正正经营者 一个公平公正的经商环境 还消费者一个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 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买得安心 秦局长一开口 就是长篇大论 稿子写得非常好 他最后郑重有力地呼吁道 我们也得感谢那位 发现缺金少两 而勇于站出来的市民 同时 呼吁所有消费者 发现或遇到消费不公现象时 勇敢地拿出手机 及时地拨打我们的投诉热线 12315 全民监督 更能促使市场回归良性 让不法分子无处可躲 啪啪啪 这话说得太漂亮了 给于怀 看得一愣一愣的 采访结束时 他下意识鼓掌起来 说得好 四周埋头干饭的学生 都被吓了一跳 一个个齐刷刷地抬起头 看向于怀和杨锦荣两人 杨锦荣只觉得 这一瞬间彻底射死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太丢人了 于怀也意识到这点 一时间面红耳赤 这一刻 他突然庆幸 刚刚新闻给他打满了 不然就真彻底射死了 谢谢我们工商局 情局长的采访发言 他让我们看到了 我是打击市场 不良违法行为的决心 给消费者一个 安心放心的消费环境 新闻还在继续 主持人又巴拉巴拉了一阵 后面的杨锦荣没去听 因为他赶紧胡伦吞走 干完早餐 就溜之大吉了 可不想留在这里 继续射死 看到这个新闻 杨锦荣的内心 还是挺高兴的 虽然自己起到的作用 不是特别大 但也算是推进了 社会的小小进步 学校的盲道 因为他重修 市场不良风气 因为他而整改 他没有崇高的理想 没有太过于伟大的梦想 只想做好自己 做一个年老后 回头再看年轻的自己时 不后悔的自己 如果能在做好自己的过程中 传递正能量 推进法治 社会 亦或者深周的一点小小的进步 又何乐而不为 一上午都是法学专业课 杨锦荣认真学习 双一流大学的导师 不少都是教授副教授 教学水平极高 杨锦荣听得如痴如醉 这段时间他也发现 在系统强化身体后 听起课来 都变得更加容易了 有一些声色难懂的专业知识 他能快速理解并偷袭知识点 直到中午下课 杨锦荣正准备去干饭 却被于淮着急忙慌地叫住了 锦荣 你快打开斗音 看同城热搜 038 如果人死债销 银行的欠款 是不是也不用还了 大家好 这里是小丽来帮忙 栏目组 我们之前报道过的 富二代摩托车案 今天有了后续 视频中 杨小丽穿着一身职业装 长发披肩 特意戴上了黑色眼镜 手持话筒 站在一栋破旧的老房子前 我身后 便是当事人侯素芬的家 镜头给到后方的房子 这是一栋老旧的街边小楼 其中一间房子大门处 粘贴着白纸黑字写着 世上痛无救母药 灵前哭煞断肠人 的悼念对联 镜头跟随着杨小丽走上楼梯 进入破旧的楼房内 摆放着灵堂蜡烛 也没有亲朋好友送花圈 只有一口油漆 都磕碰掉了一些的棺材 也不知道什么木材制作的 看起来挺廉价 正是那天两兄弟 抬去治安所堵门的那幅棺材 文武两兄弟正披麻带笑 看到节目组过来 王成武赶紧起身 他手里还拿着 刚刚收到的起诉书副本 他用力抖着诉状书副本 满脸怒气地控诉道 看到了吗 我妈都已经死了 他杨锦荣 那个富二代 还要坚持起诉我母亲 我妈都是被他害死的 他应该为我妈的死负全责 如果不是他乱停摩托车 我妈就不会绊倒摩托车 如果不是他坚持报警 抓我妈关押一夜 我妈就不会进医院 如果我妈不进医院 她就不会死 杨锦荣 你这个杀人犯 你还我妈 他又指着起诉书副本 我妈尸骨未寒 就在刚刚 我收到了法院的起诉书 杨锦荣 你这个为父不仁的富二代 你还有没有点良知 你现在起诉我妈 是要我抬着 我妈未寒的尸骨 去法庭与你当庭对质吗 王成武朝着镜头嘶吼 感染力相当强 听得杨小丽都忍不住抹眼泪 她开口 那么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已经现实的 侯素芬家里的真实情况 让人非常的难过 一位原本健健康康的老人 就这么突然与世长辞 她哽咽道 现在老人两位儿子的情绪 非常的不稳定 母亲刚刚去世 却收到了法院的起诉书 这换做任何人 都会感到愤怒 接下来 又是一连串的感情牌 说的那个叫真情流露 视频的最后 则是询问王成武两兄弟 有什么诉求 王成武隔空喊话 杨锦荣 你害死我母亲 我要你坐牢 我要让法律制裁你 大哥王成文则是接过话 怒斥道 我妈死了 这是没完 你必须赔偿我们 赔偿我母亲命前 医疗费 安葬费 以及我们的精神损失费 赔钱也没用 我要他坐牢 使他害死我母亲 王成武的演技 绝对秒杀一众小鲜肉 他声泪俱下 情绪激动愤慨 一命抵一命 我妈死了 他也得判死刑 这一段视频发布之后 被快速推送上了同城热搜 可当杨锦荣等人 打开评论区看的时候 竟然发现 不少观众竟然在支持他 节目组明显在拉偏价 事情根本就不是 你们所描述的那样 明明是老太太 推倒学长的摩托车 拒不赔偿 才有后续接二连三的事情 老太太是什么人 我们不知道 但老太太的两个儿子 已经不止一次 来我们学校恶意捣乱 歪曲事实 林海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节目 迟迟学长 年龄不是干坏事的绿灯 年龄也没有法律豁免权 如果人死债销 银行的欠款 是不是也不用还了 大概是因为 刚开始发布没多久 大部分观众来自同城 其中很多都是林海大学的学生 亲眼目睹过杨锦荣 两次赤退老太太儿子和媒体 所以评论区绝大部分 都是支持杨锦荣的 当于怀再度刷新评论区的时候 发现上面的所有评论都不见了 西八 于怀低声骂了 一句 他们在空评 删掉了所有支持你的评论 果不其然 仅仅片刻 那些支持杨锦荣的评论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圣母评论 被快速顶到了热评位置 而这视频也不再局限于同城推送 热度打开之后 开始推送全网 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纷纷开始出言指责 抨击杨锦荣 简直毫无人性 老人不就是弄倒他的摩托车吗 我不信 一辆摩托车摔一下能咋地 我二大一家的摩托车 天天上山拉货 摔了不知道多少次 都没事 呸 就这还是有钱人富二代 真就是欺负穷人呗 抓着穷人的一次错误 无限针对 非要把穷人逼死 他才满意 人死为大 老太太都已经去世了 这杨锦荣竟然还揪着不放 继续起诉 真是毫无怜悯之心 这种人掌握着财富 真是国家莫大的悲哀 小丽小丽 你们让老太太儿子 弄个募捐账号 我们网友捐款支持他们 我们砸锅卖铁众筹打官司 这条评论很快被顶了上去 下面很多负荷者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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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个账号 多了没有 我这就去把我男朋友 给我买的钻戒卖掉 全部来支持老太太 跟邪恶势力斗争到底 加油 加油 人在美洲 我爸刚给我打了一万二 我给你们转过去 全当支持 于怀目瞪口呆地 刷着一条条 毁三观的评论 忍不住吐槽道 这些人脑子瓦特了 你明明是受害者 平白五股蒙受损失 怎么到他们嘴里 你成了邪恶大反派 还砸锅卖铁 支持犯罪分子 支持募捐 节目组赶紧安排账号 哪知道 这时候杨景荣竟然用自己的手机 也在热评下面 留下了这么一条评论 于怀正好撇倒 这让他满脸疑惑与不解 不是 你怎么还支持他们 他伸手摸了一下杨景荣的额头 没发烧啊 走 跟我出去一趟 杨景荣把小号切换掉 退出痘音 站起身笑着说道 最近一直被动 今天也该轮到我们主动出击了 说着 他给一直没有联系过的平安白事铺 张灵天老板打了个电话 039 家属灵堂 直播讨说法 你好 这里是平安白事铺 我是老板张灵天 本店全年365天无休服务 熟悉的话术在电话里响起 杨景荣打断了对方的介绍 笑着询问道 张老板 上次回收的花圈 销售完了吗 哦 是你啊 杨 杨景荣 我关注你了 张灵天记性非常好 他笑着说道 马上快销售完了 杨景荣感觉十分诧异 生意这么好 托你的福 最近直播卖花圈 生意好了不少 张灵天笑道 怎么了 你这是又有需要回收的花圈 你这是又有需要回收的花圈 不是 这次向你采购一个花圈 嗯 送亲朋好友 也不是送给一个认识的老太太 价位过得去就行 纳成地址给我 本店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杨景荣告知了对方地址 约定在其楼下交接 他要亲手送上去 这地址是当初在治安所笔录时知道的 后续也找张星和对过 是真的 另一边 灵堂前 文武两兄弟录制完节目 也在刷着手机 看着节目组空评后 评论区都倒向他们后 这才露出了笑容 我觉得评论区说得很对 我们可以搞个爱心募捐 把我的账号公布 王成文点开支持捐款集资的评论 有些心仰难耐地催促到 有钱不拿 白不拿 这 杨小丽咬了咬嘴唇 个人募捐可能涉及违法 在这个关键时期 我们还是不要节外生之 可 王成文有些不甘心 万一爱心捐款 比从杨锦荣那里得到的还多呢 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过 多少个人和机构 打着爱心捐款的名义 带上名表 开上豪车 住上别墅 大哥 别心捡 王成文赞同杨小丽的说法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从杨锦荣这位富二代手里搞到钱 其他都是小儿科 不过 看到节目组发布的视频 阅读六百多万 点赞破十万 评论也接近三万多 这热度和流量 也让王成文心动 王成文看向他弟 热切道 老爹 你脑子好使 你得想个万全之策 嗯 王成文忽然眼前一亮 热度 直播 我们可以开直播 让观众们给我们刷礼物 刷礼物不违法吧 而且 还能直播讨伐杨锦荣 一举两得 这个主意好 王成文惊喜出声音来 可他又担心起来 可是 我们直播 能有人看吗 谁说要我们的账号直播 王成文笑着看向杨小丽 美女 送佛送道西 帮人帮到底 我们用你们节目组的官方账号直播 这样可以增加热度 我们只要礼物钱 热度给你们增加的粉丝数量 我们也不收钱 杨小丽有些犹豫不定 这看似双赢的局面 其实也把风险转嫁给了他们节目组 你请示一下领导吧 王成文笑呵呵着说道 肯定会同意的 杨小丽咬了咬嘴唇 赶忙去外面偷偷地打来的电话 却不是打给节目组领导 而是打给了另一个神秘号码 你好 人权关怀中心 我是957 找张主任 嗯 好 我知道怎么做了 杨小丽低声说完 挂断电话 转身进了房间 我们领导同意这个提议 那我们现在就进行直播 真到了直播的时间 王成文又犯起了处 我看别的女主播直播 都要唱条rap 我可不会啊 不需要 你们只需要跪在灵堂前哭就行 杨小丽提议道 哭得越伤心 礼物刷得越多 王成文更为难了 可我也哭不出来啊 文文这个 实在不行 生吃也行 王成武不知道从哪里拿出半个洋葱 味挺上头 包了几片给他割 眼泪当场就出来了 几人赶紧倒腾起直播设备 很快 直播间在斗音上开通了 标题极具争议性 被天价摩托车逼死的清廷老人 家属灵堂直播新号新号新号 因为视频的热度惊人 仅仅刚开播 就涌入了大量的观众 直播间观众们数量快速飙升至五千 一万 直逼三万大观 直播的画面 看似朴实无华且枯燥 实则极具震撼力 昏暗狭窄的房间 破旧不堪的墙壁 似乎即将熄灭的蜡烛 孤零零的棺材 以及跪在灵堂前 哭得撕心裂肺的老人儿子 这一幕把观众们给彻底糊弄住了 不少观众看得抹眼泪 这就是被富二代逼死的老人家里 真实情况吗 这么破旧的矮楼 昏暗潮湿 也太可怜了吧 老人家属居住的环境好差啊 忍不住想哭 想起了我奶奶 直播间被蒙在鼓里的年轻观众 都被感动得不行 纷纷刷起了礼物 棺材都这么小 老人家里条件肯定很差 生前得不到照顾 死后还要被人起诉 可恨的是 即便老人死了 那富二代还就着不放 还要求赔偿 能开得起几十万的天价摩托车 却如此心胸狭窄地 为难一个可怜的清贫老人 太可恶了 我这就去网抱她 这就是我为什么 那么讨厌富二代的原因 财富就不应该掌握他们的手中 观众们的情绪被彻底点燃 几乎是清一色支持老人 对杨景荣口诛笔伐的弹幕 就算偶尔有几条质疑声 也很快会被拉黑 提出直播间 眼看情绪差不多到位了 杨小丽开了个小号 将早就准备好的内容 连续刷屏发送出去 家人们 爱心捐助礼物走一走 支持可怜老太太 家人们 爱心捐助礼物走一走 果然非常有效 这些刷屏的弹幕一出 其他观众也被带上了 刷礼物的节奏 有钱的充钱刷礼物 没钱的刷屏老人 求礼物之类的弹幕支持 跪在灵堂前的王成文 低头看了一眼直播间的礼物 粗略估计已经破两万 顿时眼睛都直了 哪怕跟平台五五分之后 也有一万 这才仅仅七八分钟时间 果然还是直播来钱快 这还打什么功 直播才是真倒脸 他兴奋地想要告诉弟弟 却被弟弟踢了一脚 别玩手机 赶紧哭 两人又是一顿抹眼泪的假动作 仅仅二十几分钟的直播时长 礼物已经暴涨到了九万多 这把低头偷看的王成文 激动得恨不得跳起来 给刷礼物的家人们 来一段即兴舞蹈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却响起了一道 不合时宜的声音 侯素芬老太太 您怎么可以死得这么快啊 我来给您送花圈 看往您来了 零四零 我只是单纯过来悼念你妈 谁啊 已经跪到脚有些发麻的王成文 朝着外面喊了一声 她觉得挺奇怪 他们家平日里没有来往的亲戚 这时候谁会来悼念 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觉得挺奇怪的 对哦 我才发现 为什么老太太去世 没有人来悼念她 是啊 好奇怪 一个亲戚都没有 我爷爷去世的时候 村里摆了六十多桌 城里人能跟村里人一样吗 村里家家户户沾亲戴故 城里人邻居都分外眼红 人情冷漠 这不是正常吗 唉 老太太一路走好 希望天堂没有摩托车 众多弹幕之中 有一条不太起眼的弹幕飘过 路过刷道 请问这是什么直播间 有人去世了 需不需要殡葬一条龙符 我先点个关注 有需要随时联系 弹幕并未有人查看 这推销业务的弹幕 自然也没人去在意 因为此时杨小丽等人 也同样觉得好奇 她跟屋子里的众人 同时抬起头 看向大门口 未见其人 先见花圈 一个蓝白相见的花圈 率先映入众人眼帘 紧跟着一张面若攀安 帅气盖过黎明的脸庞 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她举着花圈 声音低沉沙哑 听闻老太太去世噩耗 真是闻者落泪 听者伤心 她目光落在老太太 两位儿子身上 两位节哀 杨景荣 来者正是杨景荣 她没有让于怀跟过来 只身一人入虎穴 你竟敢找上门来 王承文刷的一声 冲到了杨景荣跟前 却被掩几手快的王承武 从后面一把拉住 王承武把大哥扯到一边 看向杨景荣之际 已然声泪俱下 她大声控诉 生怕直播间的观众听不见 杨景荣 我母亲都死了 你还不打算放步她吗 是你 是你害死了我的母亲 她现在死了 她的尸体还没有火化 她的棺材就摆在这里 你竟然还上门来欺负我们 真到我们穷人就好欺负吗 这些话 不是说给杨景荣的听 也不是说给节目组的人听的 而是说给直播间的观众们听的 果不其然 仅仅几句话 直播间的观众们 瞬间沸腾了 竟然是杨景荣那个杀人犯 她竟敢仗着自己有钱 上门欺负老太太一家 老太太尸骨未寒 就被人欺负上门 真是可恶 报警吧 赶紧报警 让治安所来抓捕她 讨伐杨景荣的弹幕 如潮水一般 充斥着整个直播间页面 礼物也随之翻飞 这一瞬间 直播间礼物冲上了 斗鹰礼物榜单前十 超十万的流水 而王成武的吼声 自然也引来了 附近邻居们的关注 不少邻居住族探头观望 议论声也渐渐四起 妈妈 是这家有人去世了吗 一位小女孩 天真无邪地抬起头 询问身边的妈妈 她妈妈一把抱起小女孩 嗯 我们回去吧 这种热闹少看 是那个凶巴巴的老太太死了吗 童言无忌 小女孩嘴巴撅起 乃声乃气道 她可凶 可凶可凶捏 上次她还抢了我的酸奶瓶 我就喝了一半 她还推到了夜柳岩座的城堡 还把一子横的气排球 踢到臭水沟里呢 我还看到 她把一只可爱的小猫猫 嘘 死者为大 不许再说了 她妈妈赶紧打了一下 小女孩的嘴巴 阻止她再说下去 四周其他邻居一论内容 也与小女孩差不多 谁家孙子被她吓哭了 谁家丢了一个纸箱之类的 屋内 我只是单纯过来悼念你妈 杨景荣叹息一声 并未因为被骂就动怒 甚至她脸上还带着淡淡的悲伤 非常有礼貌地弯了弯腰 彬彬有礼地说道 我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人死不能复生 两位节哀 我已经不打算再追究她的行事责任 听到这话 两兄弟都皱起了眉头 放弃追究行事责任 不是 我妈都死了 地府也不归法庭馆啊 难道这大学生 真的是单纯来悼念的 早就听说大学生单纯清澈 同情心泛滥 难道她来真的 不可能 绝不可能 一想到那天在学校 杨景荣一人怒斥他们一群人的场景 两兄弟几乎同时摇头 在心中否定了这个错觉 杨景荣 你来到底想干什么 有什么目的 是想来看我们笑话吗 王成文大声呵斥道 哎 杨景荣没有理会王成文的呵斥 而是叹息一声 绕开了她 举着花圈 走到老人灵堂前 礼貌地放下花圈 又上了三根香 做完这一切 这才退开到一边 她看了看正在直播的支架 又扫了一眼杨小丽 后者被她那过于有礼貌的举动给吓到了 下意识地退了半步 杨景荣的目光最后落在两兄弟身上 她温文又耳雅 斯文又礼貌 略带歉意道 二位母亲已经去世 行事责任已不复存在 我与二位也并无不可化解之仇怨 这一番话 已经将在场的所有人都整蒙圈了 文武两兄弟互相对视一眼 从彼此眼中看出了惊奇诧异于不解 这一刻 就连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被杨景荣这一番举动给看猛逼了 不是 说好的仗势七人的富二代 我怎么感觉她有点不像 反倒更像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 可不是吗 这面相 这举止 这言行 这态度 这颜值 都不像是坏人 我感觉 他就是我梦中情人 白马王子 我祖上是看相的 我觉得这面相 也不像恶人 难道是我们误会他了 既然不追究刑事责任 那就撤诉吧 皆大欢喜之事 何乐而不为 网络上的观众 就是这样强头草 前一秒还要审判杨景荣 这一秒化身和世老 然而 在大家都懵圈之际 杨景荣的话风一转 语气依旧温和 说出来的话 却让文武两兄弟大为震怒 至于杜卡迪的天价维修赔偿款 已经由保险公司代为赔偿 如果保险公司提起诉讼的话 你们赔给保险公司就好了 没其他事了 我就先走了 什么 还想要我们赔钱 这话一出 王成文当场就怒了 他冲到杨景荣跟前 挡住他的去路 怒目而是道 你今天不给个说法 就别想走了 零四腰 我害怕 破伤风 谁能想到 上一秒还彬彬有礼的杨景荣 会在下一秒 说出这样一句火药味十足 点爆现场冲突的话来 节目组直播间的观众们 也是一个个愣住了 不是吧 我以为杨景荣善心大发 自己掏腰包为修呢 怎么还是要可怜的老太太 家里出钱 这人真的伪善 虚伪 长得人母狗样 竟然毫无同情性 凭什么这种人 可以长这么帅 为父果然不仁 来悼念老太太是假 来恶心伤心的家属是真的 真就仗着自己有钱有势 可以无法无天吗 那么有钱 就不能大放一次吗 非要跟这么可怜的家庭计较 观众们好不容易改变 对杨景荣的看法 再一次变成了指责与谩骂 一个个站在道德制高点 狂刷弹幕 直播间的人气也快速暴涨 观众数量快速来到了十万家 也有更多半路加入直播间的观众 不明真相 开始跟随大众指责杨景荣 可 就无数弹幕骂得正欢快的时候 巴搭一声 直播间被关闭了 斗音直播间还不同于其他平台 主播关闭直播之后 观众们会自动退出 也不能扣弹幕留言 也没有回放功能 不过却被有心人录屏了 有人开始用录屏制作视频 过不了多久 就会出现在网络上 而狭窄的房间中 王成武关掉直播之后 又将节目组赶出了大门 这才将大门反锁 转过身看向杨景荣的目光 就如同看向一只带宰的羔羊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闯 小子 你害死我妈的账 现在我们就来算一下 你们想干嘛 杨景荣瞪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 警惕地看着两人 你们这是违法的 非法限制 我的人身自由 我可以告你们 非法拘禁罪 我们想干嘛 两兄弟一前一后 堵着杨景荣 王成武冷笑一声 赔钱 我妈死了 你必须赔钱 还是那句话 我妈的命钱 安葬费 我们两兄弟的精神损失费 杨景荣脖子一硬 顶撞道 凭什么要我出 你妈是自然死亡 关我什么事 谁说我妈是自然死亡的 王成武冷笑一声 他在门后拧起一把生锈的菜刀 你现在赔钱 还来得及 少受点肉体 与心灵上的折磨与痛苦 你们则是敲诈勒索罪 杨景荣露出 惊恐的表情 虽然他演技略显浮夸 但这房子灯光昏暗 外面又是天黑一片 两兄弟压根注意不到这个细节 什么敲诈勒索 我们这是 拿回属于自己的钱财 你本该赔偿给我们的 王成文也找了一把杀猪刀 逼近杨景荣 杨景荣被逼得连连后退 连忙摆手 惊慌失措道 别别别 别动刀子 我害怕 王成文喝笑道 现在知道害怕 打钱 哪知道杨景荣弱弱道 你这刀子生锈了 我害怕破伤风 星号 一种绿色植物 你小子耍我们 大哥王成文脾气火爆 耐心有限 一刀砍向杨景荣 后者一个毛腰右侧部 惊险无比地躲开了这一刀 沉重地杀猪刀框的一声 砍在了门后面 刀都陷进去了 杨景荣心跳加速 又害怕又兴奋 兴奋自然是因为 刚刚不仅是验证了自己 无限制格斗的实力 更是因为王成文这一刀下去 就从敲诈勒索罪 变成了抢劫罪 马德 还敢躲 王成文又是一刀 做事就要砍下去 给钱 我给钱 杨景荣赶紧惊恐地叫停 他还担心自己的演技 被对方识破 哪知道两兄弟压根 没注意这点 那就速速打钱 可是 我没有带现金 要不你们 跟我去银行取 王成文眼前一亮 笑道 那现在就去 等等 王成武冷笑着盯着杨景荣 我就知道 你小子没安好心 是不是想要在取款的路上逃走 报警 王成文也是一惊 唾骂到 大学生果然坏 杨景荣 不是 我没有 微信转账 王成武拿出自己的手机 打开二维码 让杨景荣扫码转账 杨景荣掏出手机扫码 叮 微信到账250 又一次被戏耍 王成文彻底怒了 彻底失去了耐心 他一刀架在杨景荣脖子上 你踏码的不见棺材不掉类是吧 杨景荣浑身一颤 他小心地看向棺材 我见到了呀 后面这句话他没说出来 而是假装弱弱刀 我微信限额 致富宝行不行 你若是再偷女干耍滑一次 我就一刀下去 王成文胸利地吼道 赶紧转账 王成武打开致富宝二维码 刀能不能离我脖子远点 杨景荣一只手扫码 一只手轻轻地推开架在脖子上的刀 我真害怕破伤风 致富宝道账 两万九千八百九十五点五元 王成武皱眉 嗯 这么点打发叫花子 真就这么点了 杨景荣诚实地说道 他真巴不得 自己有个十万 两万多 不太行啊 抢劫最数额巨大标准是 抢劫数额在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 各地标准略有不同 林海市直辖市国际化大都市 标准也高一些 这才行 哪知道就在这时候 杨景荣忽然收到了一条银行短信提示音 林海银行 宁伟号2585的账户 于4月12日18点21分 收入66000.00元 工商局转入 限余额66000.00元 杨景荣愕然 这金额 是上次退一赔三的退款 怎么这个时间点到账 银行都下班了呀 莫非是延迟到账 林海银行 宁伟号2585的账户 于4月12日18点21分 收入158400.00元 工商局转入 限余额224400.00元 杨景荣这回是惊喜了 真是急时雨啊 虽然缴纳了个税 19万8000变成了15万8400 但是我 纳税我光荣 好巧不巧 正好王成武转头过来看向杨景荣的手机 正好看到了 限余额224400.00元 几个字样 当时他就笑了 还说没钱 这是什么 杨景荣故作紧张 后退两步 与对方拉开距离 别人转给我的 能不能别拿走 042 正当防卫 王成文不耐烦道 速度转钱 你之前那三瓜两早 不够赔偿 王成武补充了一句 你还得赔偿我妈的目的费 好吧 杨景荣深吸了一口气 说好了 我给你们转钱 你们就放过我 别墨借 别 支付宝到账 224400元 也幸亏蓝星没有限额 不然没这么顺利 杨景荣转账过去 这才弱弱道 现在可以放我走了 王成文一百手 不错不错 你可以走了 杨景荣转身就要走 嗯 王成武注意到杨景荣的手机屏幕亮着 一个眼神是一大哥抢手机 大哥王成文描懂 大步向前 伸手去抢夺杨景荣的手机 本以为杨景荣会像上次一样快速闪避 谁承想王成文轻而易举就抢到了手机 他喝笑一声 默认前者被吓住了 嘚瑟笑道 不躲了 杨景荣赶紧后退了半步 踩到了地上一根木根 发出咔嚓一声断裂声 他神色紧张道 我已经给钱了 你们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走了 把他录音删了 嘿嘿 王成文一看手机 果然在录音 暂停后直接删了录音 心中暗想 这大学生真是愚蠢的弟弟 在我弟弟面前 就是一个臭弟弟 杨景荣又害怕地后退了两步 直到他来到一根铁制物品前 这才停了下来 你们 你们删了也没用 我手机有恢复数据功能 把他手机砸了 丢水桶里 嗨 星号星号星号崽子 真是不打自招 王成文黑笑一声 就听见杨景荣一边喊着 别砸 我这手机好贵的 六千多块呢 一听这话 王成文更气了 你什么档子 竟然用六千多块的手机 王成文哐哐哐三两下 将手机砍了得稀巴烂 又将破碎的手机丢进水桶中 这才解气地提着杀猪刀 走向杨景荣 杨景荣一阵心疼 这手机 是他过年在超市购物抽奖抽到的华为 虽然是4G 但也值六千多块 当时他本想折算成现金的 奈何被超市拒绝了 故意损坏他人财产罪 杨景荣心疼的同时 在心中默默为两兄弟记下了一笔 他这才抬起头 愤愤不平地看向两兄弟 现在我可走了吗 想走 王成武冷笑一声 大哥 搜身 他们这帮大学生 最喜欢看几部电视剧 就有模有样地 学着电视剧里藏个录音笔 把他全身搜一遍 好 王成文提着杀猪刀 就像看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样 上下打量杨景荣着 脸上表情凶狠残暴 乖乖地自己脱衣服 还是我来亲自动手 你们欺人太甚 杨景荣抓起脚边的铁制品 竟然是一个压水机的铁把 可能是老太太生前 在城中村哪个水井偷的 别过来 再过来 我就还手了 我可是正当防卫 两兄弟对视一眼 哈哈大笑起来 已经默认杨景荣身上 还有录音笔之类 两人甩动着刀具 逼近杨景荣 动手 实则生变 随着王成武这话一出 王成文一马当先 一步跨出 抓向杨景荣的铁把 两兄弟确实没想过 要砍杨景荣 可这动作这架势 落在任何人眼中 都会成为砍杀 杨景荣也不例外 他突然出手 快若闪电 手中铁把 横扫向对方太阳穴 王成文早已经料定 杨景荣会反抗 他抬起一刀砍出 砍向铁把 叮 两把铁器碰撞在一起 王成文惊骇地 发现 自己提刀的手腕 竟然被震得生疼 这什么力量 大学生不都是表面上 伶牙利齿 实则体弱多病的小白脸吗 杨景荣这家伙 怎么跟他印象中的大学生 有一点点不一样 他兄弟二人 可是常年混迹灰色地带之人 耍流氓 哪有不打架的道理 打架斗殴之势 不过家常便饭 耳耳而已 两兄弟 王成文负责武力输出 王成武负责出谋划策 如果2V2的话 他们可经常打胜仗 当然 别人不会跟他们2V2 所以 他们经常被群殴 总结一句话 王成文的打斗 实力不弱 可 杨景荣经过系统强化身体 又得到无限制格斗 文质彬彬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颗除暴安良之心 说是识 那识快 杨景荣一击 只是虚晃一枪 他抬起脚 猛然狠狠地一脚踹出 直取对方裤装 哦 王成文对这一招毫无防备 心耗心耗心耗吃痛 当场惨叫一声 出于本能 双手去捂裤裤装 手中杀猪刀 框当一声 跌落在地 痛得王成文冷汗直流 面色瞬间变得惨白无比 可杨景荣并未停手 啊 看打 也不知道为何 杨景荣下意识怪叫一声 宛如怪物一般 手中铁把迅速向上挥动 一铁把敲在了王成文下巴 咔嚓 下额骨碎裂之声 响起之间 砰的一声 王成文整个人音声向后 直挺挺倒了下去 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 仅仅是电光石火之间 从杨景荣出手到王成文倒地 不过两招 大哥 王成武惊叫一声 看向杨景荣的目光变得惊恐 他身为文武兄弟的智商坦荡 立刻就分辨出了 杨景荣不是花拳秀腿 是真有实力 这让他下意识地想到某部电影 来不及想那么多 想出门再说 他抬手就将手中菜刀 朝着杨景荣狠狠地甩出去 转头就去开门 秀 与此同时 外 张星带着另一位治安员终于抵达 他原本应该早早就抵达 为了防止文武两兄弟狡辩 两人特意找居委会了解了一番情况 所以 稍微晚到了一点 等他们上门之际 就看到了被赶出门外的杨晓丽和节目足几人 也许是因为杨晓丽听到里面的动静 害怕闹出人命 再看到两位治安员抵达 立刻说明了情况 杨景荣有危险 张星去推门 结果门被反锁着 已经听到里面打斗的动静 身为治安员的他 第一时间选择了最粗暴 也是最正确的方式 破门 他叫了一声同事 两人侧着肩膀 做好准备 一口同声 一二三 碰 年久失修的大门 被两人当场撞开 目屑乱飞之际 两人伸手扇开灰尘 朝着屋内定眼一看 昏暗灯光下 屋内的情况 却让两位原本担心杨景荣安危的治安员 愣在了原地 零四三 我当时害怕极了 第一更 昏暗的灯光下 是一张帅气有形 有棱有角的脸颊 那英气十足的眉眼 给其多加了一份 如贵公子一般的清冷感 偏偏贵公子 大抵就是如此吧 张兴两人都看傻眼了 谁这么帅啊 自然是杨景荣 张警官 杨景荣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谁能想到 这位阳光大男孩 前一刻EV2解决掉两位歹徒 发生了什么 张兴这才反应过来 他感觉脚下的门板 似乎有点不对劲 就看见杨景荣指了指两位治安员脚下 两位治安员 你们踩到他了 张兴低头一看 哎呦 两人踩着的门板下面 竟然有一大活人 两人赶忙跳开 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们是不小心的 小陈 你看你 怎么还踩到人家了呢 张兴扒拉了一下小陈 掩饰着尴尬 对不起 小陈一脸歉意 赶忙蹲下身 抬起老旧的板门 试图救出门板底下的人 哪知道木制门板早已经腐朽 掉下来一块木板 小陈反应神速 伸手去接 接到了这块 又掉了另一块 砰的一声 静止砸在了王成武的脑门上 啊 王成武惨叫一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不是故意的 小陈赶紧把门板扒拉开 扶起地上的人 他脑门都快被压扁了 脸上全是灰尘 嘴里冒着鲜血口水 这谁啊 张兴掩饰愧疚 转头询问杨锦荣 王成武 杨锦荣解释道 他们兄弟两人打我 我正当防卫 打倒一个 剩下一个 正好被你们两个撞到门板 给压扁了 凄惨无比的王成武听到这话 又吐了一口鲜血 他好想开口告诉两位治安员 杨锦荣是魔鬼 他是被打成这样的 不是被门板压的 可偏偏说不出话来 就像是被鬼压床一样 无论他怎么张嘴 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只听得轻视 嗯嗯 啊啊 张兴侧着头 问杨锦荣 他想说什么 他说帮他叫个救护车 杨锦荣摊了摊手 低头关切地看向王成武 满心问道 要不要我帮你叫120 说完 他一拍脑门 不对 我的手机都被你们故意砸坏了 我没办法帮你叫120了 哎 需要叫120 谁受伤了 我会医术 我来我来 这时候 又一位治安员急冲冲而来 他叫楼展成 刚警校毕业的实习治安员 下班前看到张兴出情 自告奋勇的主动请因 跟了过来 负责开警车 刚刚在楼下找停车位 这会儿才上楼 张兴差一道 小楼 你不仅会开车 还会医术 你履历里面好像没写啊 嗯 我自学的 楼展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其实是因为他前女友是医学院的 还是来自山城的彪悍妞 每次生气就吼一句 老子数到山 然后就揍他 经常受皮肉伤的他 又怕去医院丢面子 就自学成才 学了一手外科医术 人嘛 都是被逼出来 说着 楼展成让小陈把人放下 他开始给对方清理面部灰尘 从口袋里掏出简易的治疗包 你这咋还随身携带药包 嘿 楼展成尴尬地笑了笑 习惯了 习惯了 实则他前女友 昨晚又来找他了 他赶紧转移话题 开始医治王成武 嘶 啊 伴随着王成武的一声声惨痛的 叫声 在场的几人 无不阔约机一紧 光听声音都挺疼的 那位又是怎么了 张兴指了指导在地上的另一位王家兄弟 哦 他打我 我正当防卫 我慌乱之中 随手抓起这根铁把 胡乱地给了他一下 他就倒下了 太不禁打了 平日里肯定缺乏锻炼 杨锦荣非常诚实地说着 还指了指地上的压水机铁把 地上的王成文突然身体抽了抽 杨锦荣低头看了一眼 关心道 醒了 王成文继续装死 先叫救护车吧 张兴示意小陈叫个救护车 这才拿出档案本 打开执法仪 询问道 说说看 具体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大门又怎么会被反锁 他们两兄弟 具体什么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 杨锦荣开始描述全过程 我听闻老太太去世的噩耗 心里过意不去 就买了个花圈来悼念 谁知道 两兄弟不仅不识好 还非法拘禁我 而后 他们抢劫了我 张兴差一道 抢劫 抢劫了多少钱 微信250 支付宝分两笔 第一笔 抢劫了我29895.5元 第二笔 抢劫了我224400元 都保留有证据的 然后 他们又抢夺了我的手机 故意损坏 最后还不让我出去 用杀猪刀扛我 非法拘禁罪 抢劫罪 故意损坏他人财产罪 故意伤害罪 张兴一边记录 一边用余光 扫过躺在地上的两兄弟 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我当时害怕极了 幸亏我平日里经常锻炼 身体素质好 也得亏两兄弟 没有同时对我出手 我才有机会正当防卫 打败了王承文之后 又应对王承武 最后你们来就来了 门板压倒了王承武 张兴记录下来之后 有点难以置信 眼神古怪地盯着杨景荣 好奇地问道 他们用杀猪刀砍你 你打败了他们 准确来说 王承文用的是杀猪刀 王承武用的是菜刀 杨景荣指了指两把刀的 巨星号星号星号制 杀猪刀掉在地上 菜刀卡在棺材板上 不幸的话 可以取真误回去 上面有他们的指纹 这菜刀是最后 王承武一刀甩出 砍向杨景荣 被躲开之后 就落在了棺材上 小陈已经叫好了救护车 他得到张心的指示后 拿出物证带 戴上手套 谨慎地避开刀把部位 以免破坏指纹 把杀猪刀捡起来 放进物证带 又去棺材上去取下菜刀 套上物证带 完事后 他下意识想朝老太太的棺材 拜一拜 就听见杨景荣道 对了 他们还说 他们妈不是自然死亡 零四四 死刑起步 这句话一出 外面杨小丽等人 下意识地心头一跳 不由得一阵后怕 非自然死亡 什么意思 他杀 谁杀的 莫非是老太太两个儿子 如果 如果是真的话 他此前岂不是跟一个杀人犯 共处一事 杀人 杨小丽双腿一紧 背脊一阵发凉 他也没心思再看后续 赶紧压低声音 跟摄影师道 我们走吧 这个地方 不能再待下去了 他想走 却被楼展成注意到了 他一把放下救治到一半的王成武 顾不上后者发出的惨叫 冲出去拦住了几人 你们不能走 作为在场的证人 必须留下来 配合调查 张星看过来 非常满意楼展成的举动 心中 给他比了个赞 你们几个都得留下来 他这才看向杨景荣 我们此次前来 正是因为这事 杨景荣只是意外 现场勘察才是正事 地上已经醒来的王成文 身体一抖 紧张了起来 再一次摔倒在地的王成武 也是心头一凉 暗倒糟糕 小陈 封锁现场 张星将立案记录收起来 戴上手套 开始准备现场勘察 寻找老太太 可能非自然死亡的蛛丝马迹 他徐步走向棺材 王成武挣扎着爬起来 他扶着墙壁 土掉嘴里的木屑与鲜血 忍着刺骨般的痛苦 质问道 你想对我妈做什么 开关验尸 张星非常明确地回答道 谁让你开关呢 我们家属不同意 王成文也爬了起来 面色惨白地制止道 他一手捂着裤裆 一手捂着肩膀 这动作相当地滑稽 有点像哥哥跳舞 张星转过头 看向两兄弟 露出一抹笑 我知道你们很急 但是你们先别急 你们自己也说了 你们妈的死 是非自然死亡 我们身为治安员 有义务也有权利 尽到核查的责任 放心吧 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两兄弟还挣扎着去棺材前 试图拦住张星 我们家属有权拒绝尸检 我妈已经死了 尸骨未寒 你们身为治安员 不去承接 间接害死我妈的凶手 竟还开关打扰我妈 两兄弟越是阻拦 张星就越觉得有问题 对于所谓的家属拒绝尸检 他早已经有了准备 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129条规定 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 治安机关有权决定尸检 家属无权拒绝 看到这个了吗 张星拿出刚刚的立案表格 刑事立案 王成武兰在棺材前死活不让 身上的伤势 让他痛苦的面目扭曲 十分争鸣 可是我妈跟刚刚的立案 有什么关联 根本不是一个案子 嗯 你说的对 张星刚刚纯属试探 现在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他也不废话 戴好手套 准备先从老太太房间 着手寻找蛛丝马迹 他忽然顿住脚步 回头笑道 小楼再给他治疗一下 楼展成听令 拿着医疗小包过来 逃出纱布 抹了点点符 就给王成武伤口上敷了上去 啊 我 我给你消毒 忍住 刚开始可能有点疼 慢慢的适应了就不疼了 很舒服的 楼下 看热闹的街坊邻居 都已经将四周围的水泄不通 不少吃瓜群众 听不太清楚里面的声音 也不明真相 只觉得警车来了 肯定是王家兄弟犯事了 这王家老太太刚刚去世 怎么王家兄弟又犯事了 你们别胜张 不要告诉别人 我也是听说的 这房子马上要拆迁了 王家兄弟不想要安置房给老太太住 想要把拆迁款分了 所以啊 就下了狠手 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惊呼道 是母 这王家兄弟 太不是东西了吧 许我也是听说的 不然 警车为什么会来 这兄弟赶紧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他电话响起 是婆娘叫他回家吃饭 他赶忙挤出人群 正好边上又来了几个路过的吃瓜群众 有人举着手机 一边拍视频 一边问道 里面发生了什么 怎么连电视台的都来了 你们别声张 不要告诉别人 我也是听说的 房间内 张欣果然在老太太的枕头下 找到了可疑痕迹 他立刻拍照取证 跟着拨通了治安所的电话 向所里申请支援 将老太太的尸体带回治安所 交给法医进行尸检 没多久 救护车率先抵达了楼下 几位医生上来 现场对王成武 王成文两兄弟 进行了一番治疗 医生扒开王成武身上的纱布 检查了一下伤口 又叫护士换了一块酒精纱布上 王成武 外伤不重 就是有几处骨头粉碎性骨折 当然 也可能有其他内伤 需要住院治疗 医生似乎认识王成武两兄弟 他环顾了屋内一圈 目光扫过灵堂和棺材 这才不紧不慢地说道 不过一时半会死不了 我给他们先处理一下伤口 就能带回治安所 之后再转住院 也来得及 两兄弟遭老罪了 被杨锦荣正当防卫暴揍一顿之后 又被小楼折磨了一番 最后落到医生手里 说起来也巧 这医生正是上次被两兄弟拖欠住院费 还骂了一顿的那家医院的医生 可能是两兄弟倒霉 也可能是120鼎城究竟原则 纯属巧合 没多久 两兄弟被医生翻来覆去处理了一番 治安所的几辆警车也抵达 专业的法医直接现场开关验尸 初步判断是机械性窒息 具体还需要将尸体运回去 进行进步一尸检 应该是枕头无死的 张星推断道 他刚刚翻过老太太的枕头 发现枕头上有混合着唾液的血液痕迹 刚刚被治疗得差点痛晕过去的两兄弟 这回彻底慌了 杨小丽也被吓得脸色发青 他捂着嘴巴 瞪着眼睛 自己刚刚真的跟杀人犯共处一事 都带回去吧 一行治安员过来 将王家两兄弟靠上 带了出去 他们可没有救护车可乘坐 只能坐警车 杨小丽几人也被带走 尸体则是用尸袋打包 运上了救护车 转去治安所 杨锦荣自然也要配合治安所 也被请了回去 不过在临走前 杨锦荣在张兴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 张兴一愣 有这证据你不早说 证据多余了呀 杨锦荣耸了耸肩 这王家两兄弟 最低也是死刑起步了吧 045 网络讨伐 意外结果 第三更 网络上 因为此前文武两兄弟直播中断 被有心人录屏 经过一番剪辑之后 趁着热度还在 快速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上 标题依旧非常吸引流量 富二代天价摩托车维修费案 后续之上门欺负 已是老太太的穷苦老实家属 剪辑的视频 故意做得很短 掐头去尾 断章取义 只有杨锦荣送上花圈 嘲讽两兄弟的片段 尤其是最后那句 天价维修费赔偿 交由保险公司追偿 更是被特意用醒目的大红字体标注出来 凡是刷到这视频的观众 无不为之愤然 一个个点赞转发 评论区更是彻底沸腾 一个个对杨锦荣口诛笔伐 也不去分析视频的真实性 一个个发泄着心中的愤怒 恨不得置杨锦荣于死地 太可恶了 老太太都已经死了 凭什么还要追究她的责任 给没刷到过前因的观众科普一下 老太太不小心推倒了 这富二代的摩托车 一口咬定维修费七万多的天价 什么摩托车这么贵 她的摩托车是金子做的 还是银子做的 应该是迪卡杜吧 确实挺贵的 但维修费也要不要那么多 我朋友就有一台杜卡迪 买回来才七八万 我看这富二代摆明了 就是联手维修店 乐意敲诈勒索老人一家 这一条点赞相当之高 毕竟在大多数人的眼中 一台摩托车的价值也就三五千 宝马的摩托车也不过十来万 当然也有一些经常云买车的人 知道摩托车的价格 但他们并不觉得 杨锦荣索赔新号新号新号是正确的 就不能算了吗 你那么有钱 非要揪着一点维修费不放 抛开老太太推倒摩托车的事实不谈 难道这富二代 就一点错都没有吗 得不配位的典型 听说他还是临海大学的学生 没想到临海大学会出现这样的败类 真是给我们大临海丢人 强烈建议开除学籍 老太太尸骨未寒 这家伙就跑去别人家嘲讽家属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临海的兄弟 能不能去献下真实他一波 我众筹一块钱 叫骂声占据了整个评论区 偶尔有几条质疑视频真实性的评论 也很快被淹没在评论海中 这还没完 新闻节此前转发过杨锦荣偷窥事件的视频 他第一时间就认出了杨锦荣 光速加班剪辑视频 很快就发布了出来 这条视频配上他的经典质问台词 更加让人为之愤慨 这位叫杨某龙的富二代 你明知道 老太太因为这件事郁月中 您还有什么脸上门去恶心老实八戒的家属 你就非要揪着老人一个小小的错误 置人于死地之后 这条视频更是将这件事情的热度 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谩骂声都引来了短视频平台的高度关注 这样的谩骂 不利于团结 平台高管第一时间决定删帖 不少下班后 正在打农药和LL的沈和元 被高管教会公司连夜加班 有位沈和元正在跟兄弟老婆打扑克中 被一个电话叫走 气得兄弟老婆一脸忧怨 这一番操作 自然让不少沈和元心生怨气 原本高管只要求删除那些带赃话的评论 审核员们一生气 直接把他们所看到骂人的评论全删了 甚至还封了不少账号 这一波乱杀 又惹来更多观众的不满 都默认是富二代杨景荣通过权力与手段 封杀了他们 当然 也有不少之前关注过杨景荣的粉丝 刷到了这两个视频 因为有过前车之鉴 这些人都保持着中立队伍 主要是不敢加入讨伐杨景荣的阵 赢 听说上次偷窥网报事件 骂他的好多网友都被抓进去了 这个是真的 我认识一个叫张家文的 听他妈说 他被抓进去了好一阵子了 估计快要开庭了 他妈成天哭得累人似的 真的假的 兄弟别不信 这是他的账号 at法学两年半的小杨哥 你们去看他发布的视频 这一波曝光杨景荣的账号 没有引来中立观众 却引来了那些 因被封杀不满的观众们 一个个注册信号 跑到杨景荣评论区骂人 可当他们骂人的时候 又发现杨景荣设置了 紧粉丝评论 不得已又点了关注 这一番辗转腾罗之间 杨景荣自己都不知道 他的粉丝量 竟然涨到了九十多万 差一点成就百万博主 而此时 治安所中 此时已经到了夜里十点多 手机都被砸坏了的杨景荣 自然不知道网络上的事情 他刚刚接受完治安所的询问 本以为文武两兄弟会被判死刑 却不想侯素芬的尸检 最终结果出炉 让人大跌眼镜 侯素芬最终并非死于机械性窒息 张兴一脸倦意地说着 杨景荣并未感到失望 他只是觉得奇怪 解释不通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景荣清楚地记得 张兴要求开关验尸的时候 两兄弟那发自内心深处的神色慌张 还有初步尸检结论 又怎么解释 侯素芬那符合他杀痕迹的枕头 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要等嫌疑人王成文和王成武的审讯结果出来后 才能定性 张兴疲倦地拉了一张椅子坐过去 张哥 红牛要吗 楼展成抱着几罐红牛 递给张兴一罐 却被后者摆手拒绝了 张哥 楼展成担忧道 他跟着张兴去现场前 可亲眼看见所长表情严肃地叫张兴去办公室 也听到过治安系统内部自查自咎的红头文件风声 这次 张哥不会被当作典型吧 审讯结果出来了 小陈从另一边快步走过来 大际忙慌地对几人说道 嫌疑人王成武和王成文分开审讯 最终两人全部交代了 几人都抬头望着他 等待着他的下文 结果小陈停顿了一下 顺手从楼展成怀中掏了一罐红牛 一口气喝光 这才喘着气开口 根据两人交代 零四六 不会真以为我拿你们没办法吧 第一更 根据两位嫌疑人交代 王成文确实有对他母亲侯素芬实施过杀害手段 试图用枕头捂死母亲 不过 小陈顿了顿 这才接着到被王成武阻止了 王成武还算有点人性 不但没有参与杀害行为 还是制止一方 楼展成感叹人性之余 忽然又道 那我们岂不是做错了 不不不 小陈却在这时候摆手 他摇头道 根据王成文的交代 他弟弟王成武在阻止他用枕头杀害母亲后 提议采用不给母亲进食的方式 以达到饿死他的目的 杨景荣 果真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虽然不是谋杀罪 但杀人未遂 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杨景荣 你可以回家了 张星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案件初步处理程序 已经完成 后续就等法院对两位嫌疑员判刑 以及归还杨景荣 被抢劫的二十多万 赔偿由保险公司代付的维修费 以及杨景荣后续提出来的 摩托车剩余价值折损费 精神损失费 名誉损失费 后面这三项 杨景荣并未提出具体数额 反正最后还得需要向法院提起诉讼 等法院的判决 杨景荣不知道的是 此时网络上对他的恶意 已经达到了新的峰值 凡事都有两面性 网络上对杨景荣骂得越狠 他可以获得的精神损失费 名誉损失费 就越多 当然 这并非杨景荣本意 嗯 杨景荣站起身 对了 小丽来帮忙 几人 会怎么处理 他们应该也涉嫌伙同罪吧 就目前来说 他们出于帮助嫌疑人 心号心号心号的目的 在不知道嫌疑人犯罪行为的前提下进行 无法构成伙同罪 张星解释道 虽然他们所谓的心号心号心号 法律上不支持 但也不违法 只是利用了道德绑架 太可惜了 杨景荣笑了笑 还有什么事吗 张星见杨景荣没有离去 疑惑道 还请张警官派个警车 送我回学校 杨景荣摊了摊手 我手机被砸 没法打车 兜里也没有现金 小楼 你不是喜欢开车吗 张星挪了挪嘴 你送他回学校吧 得烈 楼展成拿了车钥匙 兴奋地跑去开车 小楼可能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外情任务 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聊着 像个逛了游乐场的小孩 殊不知 他比杨景荣年长了几岁 警车送回学校 正好遇到二十岁 当保安少走四十年弯路的苏杨 杨景荣打了个招呼 前者心中疑惑 这位同学又犯什么事了 咋天天不是跟人打官司 就是跟治安所的打交道 杨景荣走在校园里的小道上 享受着晚风的轻浮 花铺里散发出淡淡的花香味 荷花池的荷叶 偶尔有几只蛙类名叫 大学生活晚 小道上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学生 路边的石凳上 荷花池的凉亭里 一对对散发着青春荷尔蒙的情侣 相拥亲吻 大学生活多美好 杨景荣回到宿舍 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经历了一天 他也累了 洗漱完毕后便睡了过去 却不想 此时此刻 网络上更多的人 加入了对杨景荣的讨伐 不知不觉之间 杨景荣已经被定上了 富二代这个标签 小陈孝天家中 本该早早入睡的陈孝天 今晚怎么也睡不着 他藏着心事 把头闷在茅坛里 孝天 怎么了 有神 没心事吗 只子莫若母 陈孝天妈妈装露 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儿子的异样 关切地询问道 是不是同学又欺负你了 没有 陈孝天伸出个脑袋 摇头道 同学们对我都很好 我 妈妈 我有个事情 想要 想要和你说 但我又怕你担心 孝天真管 庄陆揉了揉儿子的脑袋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妈妈说 你不说 妈妈才会更加担心 陈孝天咬着薄薄的嘴唇 鼓起勇气道 昨天傍晚 奶奶来看我了 嗯 爸爸也来了 嗯 陈孝天家庭关系并不复杂 妈妈和他都患上了难以治疗的疾病 为了不拖累丈夫 不断了丈夫家的香火 庄陆选择了在最艰难的时候离婚 独自一人带着儿子治病上学 爸爸和奶奶也并非无情之人 两人也不忍心母子两人受苦 时常送一些吃得用的 以及学费生活费来 只是这点钱 远远不够治病 庄陆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 他自己选择的路 再艰难也会活下去 却不想 接下来陈孝天的话 却让他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里 陈孝天终于还是将王成文与王成武两个人贩子 绑架他的事情说了出来 他们就是 就是 你刚刚在手机上看到那个新闻的那两个人 推倒摩托车 那个老太太的家属 庄陆彻底慌了 他刚刚刷到的视频 小孩子以为是新闻 正是文武两兄弟直播的画面 还有杨景荣在里面 一想到那凶狠的两兄弟面孔 庄陆就一阵害怕 完了 他们孤儿寡母 怎么惹得起这种流氓 这些年为了生计 为了活着 处处小心谨慎 他怎么也想不到 仅仅因为那次意外 导致儿子差点被人贩子绑走 乖乖 快睡觉 可庄陆不能表现出来 让儿子更害怕 他搂着陈孝天 有妈妈在 别怕 妈妈 我不怕的 陈孝天懂事乖巧 他缩了缩头 担心自己的头发 砸到妈妈的脖子 我可厉害了 才不会让他们抓到呢 孝天长大了 就能像武警保护祖国一样保护妈妈 以后也不会让坏人伤害到妈妈 嗯 妈妈弥南一声 等陈孝天渐渐睡过去 默默地流下了两行无声的泪水 一夜辗转无眠 女子本弱 唯母则刚 快天亮的时候 他才在心中下定决心 昏昏入睡 一转眼天亮了 庄陆早早醒来 做好早餐 吃完早餐后 送陈孝天去了学校 破天荒地请了一个小时假 来到了治安所 治安所内 所长王守一 正打算叫张兴去办公室批评一番 就见到了早早前来报案的 陈孝天妈妈庄陆 你刚刚是说 这两人 人贩子 对你儿子实施了绑架 你儿子凭借着对环境的熟悉 才得以逃脱 张兴接的紧 他一脸诧异地看着 庄陆手机里的画面 正是王成武 王成文两人 他想起了之前杨景荣 跟他说过的敲诈勒索一事 顿时恍然大悟 这两兄弟 再添一项罪名 放心 他们已经被我们抓捕了 正关押在拘留室里 以后 不会再有机会出来违法犯罪了 庄陆悬了一整夜的心 也终于放了下来 而此时 杨景荣也终于在社友的告知下 看到了自己 被新闻节等自媒体 恶意剪辑的视频 可真有意思 这几个无良自媒体 一次次招惹我 不会真以为我拿你们没办法吧 零四七 你小子不会还是个处吧 反正 有人承担律师费 这次干脆找个律师 还得找个贵的 擅长刑罚领域 有胜诉诽谤罪经验的律师 杨景荣没打算在自己练手 计划全权委托律师处理 反正打赢了让对方付钱 正好还能实战学习一次 杨景荣在网上查找 林海最厉害的相关律师 结果跳出来一大堆广告 往下拉了足足十七八个连接 依旧是广告 甚至翻页之后 前面的还是广告 没有一个他想要的结果 真想给千度搜索引擎 两个信号信号信号的 正在这时候 治安所的电话打到了于怀手机上 景荣 你的电话 为啥会打到我的号码上 我手机被人砸了 杨景荣接过手机 电话那头是治安所的小陈 杨景荣吗 昨晚的案子推进得非常顺利 告诉你两个好消息 陈警官请说 第一个好消息 你被抢劫的钱 全部退还到你留下的银行卡上 可能会有延迟 你注意查收 至于你所要求索赔的手机损坏费 摩托车者损费 精神损失费等 则需要等法院做出最终判处 王家的房子已经被法院冻结查封 这个钱也不用担心 第二个好消息 庄陆 你应该认识吧 就是那个小男孩他妈妈 他早上来报案 指证王成文王成武 对陈孝天实施过绑架 经过我们重新出审 两人都承认了这一项罪行 这还真是好消息 杨景荣谢过陈警官之后 这才挂断电话 将手机还给于怀 发生了什么 于怀关切地询问道 没事 都已经搞定了 不用担心 杨景荣笑了笑 摩托车的案子终于结束了 剩下的就是自媒体造谣的起诉案了 上午没课 我们去做公益去 于怀笑呵呵地说道 你小子是真恋爱了 嗯嗯嗯 去吧去吧 他闺蜜可好看了 到时候我们亲上加亲 不去 我还有事 有啥事能有终身大事重要 景荣啊 你也老大不小了 不会还没谈过恋爱吧 于怀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黑黑笑道 你小子不会还是个处吧 去去去 杨景荣白了一眼于怀 我的初吻都还在 你信吗 于怀一愣 玄机笑道 我信 哈哈 杨景荣没理会这家伙的恶趣味 带上银行卡 出了学校 找了一家联通营业厅 购买了一台同款华为手机 又把以前的手机号补办好 费用都开了发票 这些钱都得王成文王成武出 搞定这一切 才打车 前往领海CBD 他走进一家 名为军和的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装修豪华 光鲜亮丽 灯光耀眼 墙壁地板 皆如镜面般光洁 法学专业的杨景荣 自然有听说过这家律师事务所 是领海最顶级的事务所之一 您好 欢迎光临军和律师事务所 身穿黑色职业装的前台小姐姐 非常热情地招呼道 您好 我需要找擅长刑罚领域的律师 好的 方便透露一下 您要打的官司 是哪一方面呢 我可以为您推荐 我们事务所最合适的律师 起诉大网红造谣 律师费不是问题 问题是我的诉求 不只是要求对方道歉赔钱 还要求能把对方送进去 这样啊 听完杨景荣的话 性感漂亮的前台小姐姐 微微愕然 玄机脑海中有了几个推荐 她拨通那部电话 将情况简单说明 而后将杨景荣引到接待室 倒上茶水 您请稍等 多多多 正说着 富有节奏的高跟鞋声音响起 一位行走带风的美女律师走了 过来 杨景荣不由抬头看过去 她身穿职业过膝裙 勾勒出迷人的曲线 理直修长的腿上 套着薄薄的星号星号星号 脚踩红底 黑色高跟鞋 怀中抱着蓝色文件档 黑色绣发 扎着简单的高马尾 精致的脸上 戴着一副无矿眼镜 无论是身材还是颜值 意或者是气质 都可以撑得上经验 杨景荣微微皱眉 这不是她想要的类型 她需要能胜诉的律师 不是年轻的花瓶 却见美女律师走到杨景荣跟前 伸出鲜鲜素手 您好 我是军和律师事务所二级律师 颜颜 嗯 二级律师 律师分为 助理律师 四级律师 三级律师 二级律师 一级律师 其中 律师助理和四级律师是初级支撑 三级是中级支撑 二级是高级支撑 副高 相当于副教授 高宫 一级是正高级支撑 没想到这么年轻 就已经是二级律师 看来是自己先入为主的 低估了这位美女律师 杨景荣收起了心中换人的想法 你好 我叫杨景荣 他伸手轻轻握了一下 触感冰凉的柔软小手 旋即松开 刚想直奔主题开口 却不想被对方抢先开口 杨景荣 本人比视频更帅气 我知道你的事情 炎炎伸手示意前台小姐姐离开 旋即请杨景荣坐下 他则是并息坐到杨景荣对面 这才收起了笑容 鹅蛋脸上已是严肃之色 打开档案本 开始记录 我刷到过你的视频 你是要起诉新闻解合 小丽来帮忙 两大自媒体账号主体吗 嗯 杨景荣点头 他喜欢这种雷厉风行的行动派 无需其他闲聊 他补充道 还有斗音平台 平台没有尽到审核新闻真实性的责任 我对平台的诉求很简单 封掉对方的账号 对 你对两家媒体的诉求是什么 删除视频 全网公开道歉 律师费 起诉费 赔偿名誉损失费 不 这只是附加条件 他们的行为已经诽谤罪 我的诉求 就是将他们送进去 难度不小 炎炎和尚大案本 但我有信心 你有收集相关证据吗 还是全权委托我们事务所 全权委托你们 包括起诉书 都交给你们 杨景荣自然知道这是 收费服务 反正最后 这些钱都是对方掏 正好顺带看看这军和律师事务所的能力 如有需要 我可以配合你们 没问题 你跟我来 把相关手续和合同 签一下 炎炎起身 领着杨景荣走向他的办公室 零四八 全网道歉 女大三报金砖 第三更 全权委托给炎炎律师之后 杨景荣也就倾斜了下来 等委托程序弄完 刷卡缴费完 也到了中午 杨景荣拿出手机 准备找个吃饭的地方 正好刷到了林海区治安所发布的全网官方通告 嫌疑人王某文 王某武 涉嫌谋杀母亲未遂 被我所正式拘捕 两名嫌疑人王某文 王某武 同时还犯有抢劫罪 涉案金额巨大 非法拘禁罪 故意损坏他人财产罪 敲诈勒索罪 绑架未成年罪 目前两名嫌疑人 已经被我所遣送拘留所积压 等待法院审判 杨景荣随手点了个转发 一旦激起千层了 昨日无数网友关注的热点新闻 这么快就有了官方答案 这王某文 王某武 不就是那推倒摩托车的老太太的两儿子吗 我昨天还给两人刷了礼物 妈的 什么鬼情况 谋杀母亲未遂 我的老天鹅 喷子出来走两步 对不起对不起 我给杨景荣道歉 我不该无脑战队 马德 多怪新闻姐 发新闻的时候 难道不验证真假性吗 我就说 新闻姐不靠谱 她纯纯 为了蹭热度吃流量 不过案件真假与否 简直毫无底线 网络舆论反转 昨天骂杨景荣的那帮人 这会儿都一个个找上新闻姐 开始讨伐新闻姐 果然骂谁都是同一批人 好家伙 昨晚还有那么多人通宵喷人 讨伐杨景荣 今儿个可真是啪啪打脸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王某文 王某武两兄弟 犯下了这么多罪行 有没有大手子算一下 这两兄弟 大概要判多久 谋杀犯罪未遂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 会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抢劫罪 涉案金额巨大 价值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非法拘禁罪 价值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故意损坏他人财产罪 不知道具体金额 最低也价值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敲诈勒索罪 得看具体金额 绑架未成年罪 一般价值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不用算了 大概率是无期徒刑 我擦 生怕自己缝纫机才少了 等等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吗 杨锦荣刚刚的定位 均和律师事务所 有细心的网友 发现了话点 不说不要紧 一说 把猪都喷过杨锦荣的网友吓坏了 BBQ了 杨锦荣 这是动真格了 上次他就顺着网线 将还多喷子送了进去 据说有一人 仅仅在评论区看了一眼 就被送了进去 这么恐怖 不怕假的 就怕真的 不少昨天在网上 喷过杨锦荣的网友 下得赶紧注销了自己的账号 甚至连网络都断开连接 生怕被顺着网线找到送进去 不舍得注销账号的 也纷纷发布道歉视频 有的将主页简介改成 对不起我错了求小杨哥原谅 有的则是将名字改成 给杨哥道歉 的后缀 舆论彻底反转 全网喷子道歉 喷子们连夜看着火车跑路 杨锦荣在短视频平台的粉丝量 也随之涨了一波 直接突破了百万粉丝 来到了一百二十万粉丝 而作为始作俑者的新闻姐 此时正在一家西餐厅享受着午餐 坐在她面前的是一位 满面油光的秃头中年 正拿着刀叉 啃食着牛排 英文铃声响起 新闻姐捏着兰花纸 冲着秃头中年谄媚笑道 主任 我接个电话 她起身转过去 接通电话 啊 嗯 好 我明白了 新闻姐回到座位上 娇滴滴地凑到肥头大耳的秃头主任跟前 用撒娇般的语气道 主任 按照你的要求 我们这两年 可挖掘了不少对立新闻 也制造了很多次对立热搜 这次 我们又被起诉了 经费方面 是不是可以涨一涨 放心 秃头主任吃完牛排 用毛巾擦了擦嘴 她大手伸过去 抓住新闻姐的手背 放心吧 好处少不了你们 你们这一年 赚的可都是美金 新闻姐任由对方抓着自己的手轻薄 没有抽走 很显然 两人关系匪浅 而面对散布假新闻 被起诉的这类事情 很明显 也不是一次两次 应付起来得心应手 完全无惧 杨锦荣找个地方吃完午饭 这才回到学校 系统 我这任务还没完成 杨锦荣换出系统 诧异地问道 这都已经板上钉钉了 就差最后法院审判 该惩罚的都会惩罚 该拿到的赔偿 也不会少 系统 请宿主耐心等待 只有拿到赔偿之后 才会结算奖励 也罢 反正不差这几天时间 奖励可是真话卡一张 这道具如果用得好 完全是一张绝地翻盘的王牌 老太太意外去世 王家两兄弟 被送进去采缝刃机 也算是为社会除害 弘扬正能量 此事过后 杨锦荣自然也成了 学校风云人物 走在校园里 都会被其他同学认出来 纷纷主动打招呼 也有不少学妹暗恋杨锦荣 偷偷暗送秋波 却因为害怕被送进去 而不敢表白 很快 这一周的课程结束 周末来临 于怀彻底沦陷在爱情中 跟学妹热恋 平日里人影都找不到 周末去看望一下老院长 上次计划去看望孤儿院老院长 结果被海鲜事件耽搁 杨锦荣提前给老院长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 自己会回去看望他们 老院长可高兴坏了 估摸着从接到电话开始 能高兴到杨锦荣从孤儿院离开 这次总算没啥事发生 杨锦荣又去买了不少老院长喜欢的东西 又买了不少小朋友爱吃的零食和小礼物 这次去购买东西的时候 再也没有发现 鬼秤 缺金少两 秦局长虽然贪工 但也算是真干实事 市场整顿的服服贴贴的 杨锦荣提着大包小包 乘坐地铁后又换乘公交车 最后还打了一段车 终于抵达了郊外的孤儿院 远远的就看见了和蔼可亲的老院长 在陪伴着几位小孩一起做游戏 杨哥哥 小杨哥 孤儿院的小朋友们眼睛明亮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走过来的杨锦荣 一个个欢呼悦却地奔跑向他 杨锦荣很快就被一群小孩子围了个水泄不通 他拿出零食和小礼物 让小朋友们自己去分 孩子们都很懂事 你一个我一个 不争不丑 均匀分发 哎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花不少钱吧 你现在是大男孩了 得多点钱在自己身上 老院长看到杨锦荣回来 满心欢喜 却又担心杨锦荣为了回来看望大家 平日里省吃俭用 他与众心肠道 你也该找个姑娘 谈谈恋爱 别总惦记着我们 老院长放心吧 我现在能自己赚钱了 杨锦荣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 正好姑娘院的其他工作人员 也出来打招呼 杨锦荣笑道 我肚子饿了 我们去做饭吃吧 一大圈人围坐在一起 做午饭 聊天 谈心 饭后 大家聚在一起做游戏 杨锦荣给每一位小朋友 工作人员都封了一个小红包 这给大家伙都小小的吃惊了一把 都不敢接红包 还一个劲地担心杨锦荣 做违法乱纪的事情 毕竟大家都知道 能赚很多钱的捷径都写在了刑法里 所有人都希望从孤儿院走出去的每一 为人都能遵纪守法 不说做一位对社会有用的人 起码不能做危害社会的人 这给杨锦荣逗乐 他只能解释 他学法律 出去兼职一次 赚的钱比其他专业多很多 这才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晚饭前 大家又一起饱饺子 一起唱歌 直到晚饭过后 老院长才找到杨锦荣单独谈心 你其实不用给院里买东西 最近 天真烂漫又给院里捐款了 二十二年如一日 可惜的是 直到现在 我们也不知道 天真烂漫到底是谁 也许是哪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善心富豪吧 杨锦荣打心底感激这位 天真烂漫的爱心人士 孤儿院能够正常运转 有一大半的捐款都来自这位爱心人士 对了 前阵子老朋友跟我说何一件事 他有一个孙女 二十四岁 长得可俊俏了 老院长和善地望着杨锦荣 你也老大不小了 该谈谈恋爱杨锦荣愕然 不是 老院长 我还是个学生 您这就给我安排相亲了 现在不谈恋爱 等参加工作了 还有时间谈恋爱吗 老院长瞪了一眼杨锦荣 没好气到 反正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你明天早上就去见一见人家小姑娘 杨锦荣抗拒道 傻小姑娘 她二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这都比我还大 呸呸呸 女大三报金砖 老院长不由分说 把女方的名片塞给杨锦荣 背着手就离开了 上面有她的电话 微信 你现在加她 跟她约一下见面地点吧 杨锦荣低头看着名片 可惜没有照片 不知道长啥样 诸葛莉莉 哟 还是个父姓 零四九 令孙的凶大鸡 为何如此浮夸 杨锦荣感觉 诸葛莉莉这个名字 确实在某个地方听过或见过 可又想不起来 具体在哪里见过 莫非是某个喷过自己的网红博主 或者被自己起诉的小黑子 算了 起诉的人太多了 我也记不住每一个 希望她不要再被起诉名单里面 杨锦荣也没去在意 如果相亲对象 再被起诉名单的话 那更好 正好认清她真实为人 孤儿院的夜晚异常宁静 与林海 这座繁华大都市的灯红酒绿 截然相反 仿佛两个世界 杨锦荣享受这种闭市般的感觉 在大城市奋斗累了倦了 回到宁静的老家 总能让人格外的放松 夜里杨锦荣睡得特别香 第二天睡到自然 起床吃过早餐 老院长这才叫做杨锦荣 你昨晚联系了对方没 忘记了 杨锦荣还想糊弄过去 却不想老院长梁雪海 拿出两张欢乐谷的门票来 另一位老友送给我两张门票 你约她去欢乐谷玩吧 年轻人应该都喜欢刺激 杨锦荣 我可爱的老院长 我真是谢谢您嘞 您考虑的可太周全了 书上说 异性约会最佳选择 就是紧张又刺激的地方 比如过山车 大摆锤 海盗船 恐怖屋等 在紧张刺激下 人会分泌大量肾上腺素和多巴胺 更容易让彼此清静 拉近距离感 没看出来啊 老院长还是懂恋爱的人 老院长梁雪海催促道 别愣着 赶紧家人家 小姑娘微信 约会去 老院长 我跟你商量的事呗 杨锦荣忽然压低声音 神秘兮兮兮的说道 什么事情 要不我给您介绍一位阿姨 临海本地 八套房 还是跳广场舞的领队 来一场黄昏恋 滚犊子 梁雪海被杨锦荣气得吹胡子瞪眼 赶紧去 你可得认真点对待人家姑娘 他爷爷 跟我是非常要好的老朋友 就算你们没感觉 最少也交个朋友 好 杨锦荣嘴上答应着 心里却犯起了嘀咕 咱就说 万一 万一他真被我送进去了 您的老友和您 不会绝交吧 赶紧 老院长瞪着杨锦荣 加了女方微信 约定在欢乐谷附近的餐厅见面 方才罢休 将杨锦荣赶走 杨锦荣跟孤儿院的大小朋友们道别 奉命踏上了相亲之旅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公交车车窗外的风景 飞速倒退 杨锦荣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却被一个电话打断了 杨锦荣先生吗 我是人保公司专员 昨天打您电话没打通 原来是保险公司的电话 对方介绍了来电的意思 杜卡迪维修费 由保险公司代付 之前已经向法院提起了 对侯素芬的诉讼 后英老太太突然死亡 言顺了时间 法院安排了重新庭审的时间 在下周的周三 被告人已故 将会有法定计成人 代为出席 赔偿 保险公司询问杨锦荣 是否要出席 这个案子 保险公司垫付了维修费 享有追偿权 原告是保险公司 杨锦荣可不出席 不过杨锦荣还是答应出席 能申请到庭审直播吗 这个 法院尚未给出明确答复 因为本案涉及已故老人 相对特殊 等最后法院的通知 才能知道 是否允许庭审直播 那行 谢谢你 不客气 挂断电话 杨锦荣定了定神 文武两兄弟的案子 与这个案子是分开审理 他们两人所犯的罪行 将会由治安所提起公诉 没多久 公交车到达终点站 杨锦荣换乘地铁 终于抵达了欢乐谷附近 走进与女方约定的餐厅 已经到了午餐时间 餐厅里人来人往 服务员们也几乎是非奔式服务 好在杨锦荣提前在手机上定了座 餐厅环境还不错 杨锦荣定的不是大厅的卡座 是类似包间用藤条等装饰物隔开的座位 在服务员的引导下 找到了座位号 是杨锦荣小友吗 正好此时 一位慈眉善目的银发老太爷 带着一位长相秀奇英俊的小鲜肉 走了过来 老太爷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 朝杨锦荣和善地笑道 我是诸葛九龙 雪海的老友 诸葛爷爷您好 杨锦荣非常礼貌地站起来握手 老院长时常跟我提经您 老院长身体可好 多谢您惦记 他身体倍儿棒 杨锦荣笑着说完 目光好奇地看向诸葛九龙身边的小鲜肉 这位是 我是他孙子 还不等诸葛九龙开口 他身边长相俊秀的年轻人主动开口 我叫诸葛 诸葛大力 杨锦荣一脸诧异 这名字认真的吗 诸葛莉莉是我姐姐 诸葛大力挑了挑阴眉 诺诺大方地主动伸出手 他临时有事 来不了 让我带他过来 好的 这不是正好吗 免得等会还得去游乐园 杨锦荣心里乐着 伸手握了握诸葛大力的手 入手的触感怪怪的 软软的 冰冰凉 这家伙不是个歪吧 吓得杨锦荣赶紧松开手 看向对方的眼神 不由变得古怪起来 长相倒是挺阴气的 眉宇之间充斥着一抹冰冷 给人一种英姿洒爽的感觉 就是穿着打扮挺奇怪 大家都穿短袖了 他还穿着一件浅灰色卫衣外套 拉着拉链 隐约间还能看出胸肌不错 看起来又不像似的外 诸葛大力感受到杨锦荣一样的目光 不由皱了皱音眉 我们边吃边聊 还是说完就走 到饭点了 吃个饭吧 杨锦荣收回目光 老院长朋友的孙子 不可能饭点都到了 不吃个饭 就显得太没礼貌了 服务员 我们点餐 请您稍等 马上就到 远处正飞奔式忙碌的服务员 回应了一声 呵呵 你们年轻人聊 我老头子还有事 聊得开心 诸葛九容笑呵呵地背着手 正准备离开 正好撞上了端着凉茶 飞奔过来的女服务员 爷爷 诸葛大力眼急手快 一把扶住老太爷 破 可茶壶倾斜 茶水飞溅出来 正好落在了诸葛大力脖子间 茶水沿着他脖子下滑 将他的外套倾透 对不起对不起 年轻的女服务员 吓得脸色惨白 下意识扯出几张纸巾 去给诸葛大力使擦 却被对方拍开了手 我自己来 诸葛大力放开爷爷 赶紧拉开外套拉链 水字已经打湿了里面的白色T恤 他赶忙一手扯开圆领T恤 一手拿着纸巾擦拭 还没来得及坐下的杨景荣 意外瞥见锁骨下的一抹白茫茫 一时间惊呆了 我擦 他赶忙将目光转向诸葛九容 老爷子 令孙的凶大鸡 为何如此浮夸 零五零 其实 我不喜欢男人 杨景荣能不惊奇吗 他刚刚亲眼看到了诸葛大力白色T恤内 被白色绷带缠绕着 还依旧浮夸的一劫河 不可直视 只能转向去看老爷子 诸葛九容自然也感受到了杨景荣一样的目光 老爷子干咳一声 那个 莉莉 注意形象 正擦拭着胸口水字的诸葛大力一愣 旋即反应过来 赶紧扯上外套 将胸口的一片腹白遮住 这才抬起头瞪了一眼杨景荣 不许看 好在这座位是有装饰间隔开来的 没有其他人看到 不然就丢人丢大了 你就是诸葛丽丽 杨景荣汗颜 合着你哥我这女扮男装 考验我吗 就拿这个考验干部 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算了 不装了 我摊牌了 诸葛丽丽脱掉进尸的外套 白色的T恤下 即便有绷带缠绕 也一样壮观 他外套抱在胸前 大大方方抬起头 看着杨景荣说道 我就是诸葛丽丽 爷爷非逼着我来相亲 所以才想男装虎虎你 嗨嗨 老爷子尴尬极了 顿感有愧于老友 赶紧转移话题 那个 你们年轻人聊 一起吃个饭 然后再去欢乐骨转转 聊得来呢 就再好不过 聊不来 也算是朋友吗 诸葛九龙朝着孙女瞪了一眼 又朝着杨景荣笑着道 他就性子直了点 平常也喜欢男装 短发 没个女孩的打扮 你别介意哈 没事 我不会介意的 杨景荣笑着摆了摆手 他本来也是被老院长逼着来的 现阶段他最大的任务 就是好好学习 规划好未来的职业道路 至于女人 一切随缘 老爷子背着手走了 女服务员不断在一边道歉 诸葛丽丽并未生气 他把菜单递给杨景荣 你点菜吧 我吃辣 不吃甜 你看着点 我去车上拿衣服换一下 行 杨景荣翻阅菜单 点了几个 看起来还不错的 诸葛丽丽去车上拿衣服更换 等了十几分钟 开始上菜 诸葛丽丽也换了一身 但看起来更加英姿勃勃 给人第一印象 就是那种特立独行 走路带风之人 一般女人都会拔眉画眉 但诸葛丽丽却是阴眉洒爽 不见丝毫点画过的痕迹 素颜的五官 却是精致漂亮 像金星雕琢出来一般 天生如此好看 配上他不苟言笑冷冰冰的表情 加上那深邃明亮的大眼睛 能让绝大多数男人 静而远之 抱歉 让你久等了 诸葛丽丽静止坐在杨景荣对面 主动修长嫩白的右手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诸葛丽丽 幸会 杨景荣倾听点水般 轻轻握了一下她的手 我还是喜欢叫你诸葛大力 诸葛丽丽 为什么 杨景荣 大力比较好记 诸葛丽丽嘴角微微上扬 随你 你要是喜欢 也可以叫我诸葛大力 两位 菜品上齐了 请慢用 服务员送上最后一盘菜 提醒道 两人也没有客气 正常吃饭 像是两位心有灵犀的老朋友一般 直到吃得差不多了 诸葛大力去上个洗手间 等诸葛丽丽回来 他率先开口 我就直说了 其实 我不喜欢男人 嗯 看出来了 杨景荣秉承着不浪费粮食的原则 吃下最后一块红烧肉 这才放下筷子 点头说道 你就一点不惊讶 诸葛丽丽穷眉暗促 不 惊讶 新时代 男男女女 我个人虽然不能接受同性 但可以理解 杨景荣笑了笑 他拿出老院常给的那两张欢乐谷的门票 那我们还去欢乐谷玩不 去啊 为什么不去 票都买了 不去多浪费 诸葛丽丽的回答 却让杨景荣有点诧异了 他忽而展言道 我原以为你会骑士百合 没想到你思想这么开放 我们应该能成为要好的朋友 等我结婚的时候 希望你能来 他来平日里他的取向 遭到不少亲人朋友的反对 没少受世俗的白眼 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你家里人同意吗 杨景荣顺口问道 我爷爷不知道 他以为我一直单身 所以才介绍 我们相亲 诸葛丽丽抿了名嘴唇 大大方方地说道 我父母知道了 他们不同意 但是我和他 已经拍好婚纱照 等选好日子 订好酒店 就会举办婚礼 恭喜 提前祝福你们 等你们婚礼 发份请柬给我 我准时参加 杨景荣祝贺道 走吧 我们去换恶骨 最近为了婚礼的事情 忙得晕头转向 难得放松一下 诸葛丽丽起身 我去开车 杨景荣准备去买单 却不想诸葛丽丽 早已经趁上洗手间的时间 买过单了 这让杨景荣好感倍增 诸葛丽丽坐驾 是一台大众图观 他开车 杨景荣坐在副驾坐 餐厅距离欢乐谷不远 没一会儿就到了 今天是周末 蓝色的欢乐谷大门前 人头攒动 游客们络绎不绝 注定在这里 做什么都要排队 停车也不例外 诸葛丽丽去找停车位 约定在检票口等 杨景荣趁诸葛丽丽停车的时间 买了两杯柠檬水 诸葛丽丽结果 抬眼看去 一眼望不到队伍的镜头 谢谢 人有点多 只能排队了 杨景荣吸着柠檬水 两人一起 沿着人潮排队 足足排了半个小时 结果才到一半左右 被老院长坑惨了 杨景荣心中暗叹 他最不喜欢排队了 早知道就不来欢乐谷了 他正想着 忽然看见眼前两道人引挤过来 诸葛丽丽喊了一声 喂 你们两个怎么插队啊 好好排队不行吗 前方插队的两女人 无视掉了诸葛丽丽的声音 继续交头接耳聊天 丝毫不顾忌后方排队的其他人 喂 诸葛丽丽伸手拉了一下 其中一位插队女子的衣服 冷冷地说道 大家都在有序排队 你们两个不要插队 零五一 我们不是好惹的 不拽还好 诸葛丽丽本意是提醒对方别插队 这一拽 却是引燃了炸药桶 对方转过头 理直气壮的吼骂道 你动手做什么 你拽我做什么 你凭什么拉我 诸葛丽丽明显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对方插队有错在先 竟然还能这么理直气壮 不由醋没道 我叫你别插队 我插队你就可以拉我吗 你一个男的 凭什么拉我 凭什么对我动手动脚 女子胀红着脸 鼻孔都快要喷出火来了 他叫郑夏平 今天带着母亲出来游玩 天气炎热 火气也大得很 排了半天队 还没轮到他们 好不容易看到 缝隙插个队 结果还被一男的 当众拉衣服 这让他觉得很没面子 正好缺个撒气的地方 当场就怒了 我怎么动手动脚了 诸葛丽丽冷笑一声 对这种不讲理的女人 她见了多了 丝毫不退让 我先提醒 你别插队 你装龙作哑 非要我拽你 我怎么装龙作哑了 我没回应 你就可以拉我吗 你凭什么拉我 你有什么资格拉我 贾东梅额上轻轻暴跳 长红着脸 情绪激动 骂人之际 口水都噴了出来 吓得四周的其他游客 都纷纷后退远离 一个个摇头 嘖嘖不断 就是 你凭什么拉我们 你一个男的 凭什么对我们两个女的 动手动脚 你回答呀 曾下平的母亲 叫做贾东梅 她明明已经满头白发 却还能点起酒 指着诸葛丽丽 手舞足蹈 奋恰激动地跳起来大骂道 别以为我们母女良好欺负 告诉你 我们不是好惹的 曾下平更是掏出手机 开始对在诸葛丽丽 和杨景荣脸上录视频 一边歇斯底里的吼道 我要让全部网友看看 就这两个男的 欺负我们外地游客 我可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好惹的 老娘微博十多万粉丝 小兰叔三十多万粉丝 我把你们发到网上 让你们知道 你们惹错人了 杨景荣都被逗笑了 还真是小刀划屁股 给我开了眼 这么一对奇葩母女 竟然还是个不大不小的网红 你笑 笑什么笑 你凭什么笑吗 假都没捕捉到杨景荣的笑 就像是被踩了尾巴 恼羞成怒吼道 你们两个 别以为你们是男的 我们母女俩就怕了你们 来来来 让全国的网友都来看看 就是这两个男的 看我们母女良好欺负 就对我们动手动脚 曾下平举着手机 对准杨景荣和诸葛丽丽 就差 把手机镜头对在两人脸上了 他怒气冲冲 手指一边比划 一边骂道 你们男的就会欺负弱小 我告诉你 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欺软怕硬的男人 他妈贾东梅也瞪着圆鼓鼓的眼睛 白眼占据了两颗眼球的大半 十分可怖 面容更是猙獰 五官扭曲到一起 手指对着诸葛丽丽和杨景荣 口吐飞沫 凶狠恶毒地谩骂道 我们插队怎么了 插队你们就可以欺负我们吗 不要以为你们是男的 就可以动手拉我们 边上排队的游客们都怕惹事 绝大部分都被吓得推得远远的 偶尔有一个正义感强的游客 试图说句公道话 插队本来就是你们的不对 大热天的 大家都在排队 你们来插队 谁会好受 哪知道迎来了母女俩的集体开火 我们插队怎么了 插队就要被你们欺负吗 最看不惯你们这帮欺软怕硬的人 真以为我们外地游客好欺负是吧 来 给你也录一下 让全国网友认识一下你 这游客当即被吓得后退好几步 其他还有正义感的游客 也被家属亲人拉着 不敢靠近半步 生怕招惹了一身骚 出门在外 是欢乐谷这种本该享受快乐的地方 谁也不想快乐没有享受到 还惹得一身骚 不想自己连大门还没进 就被人骂一顿 更何况 看这对母女的驾驶 是要发到网上 网爆游客 一时间没人敢靠近半步 这两母女还说他们是弱小 泽泽 真是让我长见识了 嘘 小声点 别惹了一身麻烦 这种人不要去招惹 不然麻烦源源不断 最讨厌插队的 可偏偏拿这种人没办法 就算仅去工作人员过来 估计也是不了了之 好像这女的还是个小网红 景区也怕被网爆啊 现在谁发视频谁就有理 网友们哪管真相 看到不爽的片段就骂 就网爆 算了 惹不起 我们走吧 换个地方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这欢乐谷不玩也罢 省得在欢乐谷里面的排队项目 又碰到他们 不少游客都纷纷撤退 而这议论声 自然也落入了母女两耳中 两人正怒火中烧 一听这些议论声 变得更加愤怒 更加气急败坏 你们都合起火来 欺负我们母女 我告诉你们 我们不怕 我们跟你们斗争到底 郑夏平情绪激动地骂道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这时候 欢乐谷的几位保安 赶忙过来维持秩序 有人插队 诸葛丽丽开口 指着母女两人 他们两个插队 还骂人 我们怎么插队了 你先动手拉人的 郑夏平歇斯底里骂道 甚至还哭了起来 他一手录视频 一手指着诸葛丽丽 哭腔道 他动手拉人就是不对 他一个男的 凭什么拉我衣服 几位保安一听 就已经大致上 知道了怎么回事 有人插队 被人提醒后 就发飙了 大家先冷静冷静 大热天的 别吵架 一位保安赶紧劝解道 动物伤肝 大家都冷静一下 不要吵架 另一位保安也劝解道 是啊 大夏天的 大家在这排队 都热得满头大汗 互相理解一下 插队自然是不对的 但是也别吵架 一听这话 郑夏平母女两的情绪 更加激动 义政爆发 两女怒骂保安 一句接着一句 我怎么吵架了 你以为们想吵架吗 是我们先吵架的吗 我们怎么就插队了 我们这叫平一 我本来就站在那边 平一过来这边 怎么就插队了 再说了 他一个男的 凭什么拉我 他拉我就不对 他今天必须当众给我道歉 我跟你们说 这是没完 052 凭一己之力 拉低国民素质 插队还有脸骂人 诸葛丽丽丝毫不惯着对方 目光炯炯 直视母女双目 我就拉你怎么了 插队还骂人 强死夺理 一哭二闹 胡搅蛮缠 我最看不惯你们这种人 没素质的 还有你 一大把年纪了 处着个腮帮子 硬着个鸡脖子 张口闭口 不好惹 谁先惹的谁 不是一家人 不经一家门是吧 有你这样蛮横无理的母亲 难怪带出 他这样没素质的女儿 什么叫平一 不算插队 这里左右两队排队的 你们那队前面 还有三五十个人 我们这队前面 那队叫什么 叫特喵的挪粪球吗 还要我给你们道歉 真给你们脸了 耽搁了大家的时间 你应该给我们队伍后面的 所有人道歉 还拿手机录视频 跟我们没完 我看你怎么个没完法 诸葛丽丽这一番唇枪舌剑 直接对得母女两牙口无言 一时间尽不知该如何回应 好 说得好 哗啦啦 边上的其他游客 纷纷拍手叫好 诸葛丽丽这一番话 更是给了大家开了个头 现场不少人再也忍不住 都纷纷开口 就他们这样的 今天不骂一顿 明天肯定还会继续在其他地方插队 如果人人都像他们一样插队 还强死夺理骂人 以后大家都不用排队了 带根棍子往前挤就完事了 谁不给插队 就是一棍子 这跟隔壁陵园够有什么区别 欢乐谷还有不少外国友人来玩 你们母女两真是丢过人的脸 给国人素质抹黑 若是你们母女两的行为 被国际友人拍视频 发国际论坛 免不了又会被歪国人嘲讽 我们国民素质低下 凭一己之力 拉低国民素质 就是 必须将他们赶走 以警校友 不少人拿着手机反路母女两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母女两被群起而攻之 瞬间破防 尤其是赠下平 他情绪激动 带着哭腔 朝着四周怒吼道 你们欺负人 你们合起伙来 欺负我们弱小 你们凭什么 骂我素质低 贾东梅更是如河东狮子吼 甩动着一头发白的头发 张牙舞爪 呲牙咧嘴吼叫道 插队怎么了 谁告诉你们 插队就素质低下的 我就插队 但我素质不低 几位保安见状 都按道完犊子 这事情若是闹大了 现场得混乱成一团 这可不是警区想要看到的结果 可几位保安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劝解 一方强词夺理 一方得理不让 万一自己哪句话说得不对 还会惹了众目 那可真是无往之灾 报警 我要报警 郑夏平拿着手机 朝着众人录像 一边怒吼着 妈 报警 现在就报警 我还不信 没有王法了 我这就报警 贾东梅掏出手机 马上拨通110 神情激动地报完警 又指着众人骂道 我已经报警了 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就你们这样的 警察来了 也是带走你们 诸葛莉莉冷哼一声 横眉冷对母女俩 我活了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你们这样 虎脚蛮缠的奇葩 你骂谁奇葩呢 郑夏平就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 被戳中痛楚般 暴跳如雷 他伸手一推诸葛莉莉 你骂谁奇葩 我警告你 诸葛莉莉冷喝一声 别动我 不然我还手了 是你先动我的 我动你怎么了 郑夏平完全没听 继续推嗓诸葛莉莉几下 没完了是吧 诸葛莉莉伸手抓住对方的手臂 猛然用力一扯 跟着一个过肩摔 砰的一声 直接将其摔倒在地 还推不推 啊打人啊 贾东梅看到女儿被摔倒 扯开嗓子哭喊起来 他扭曲着五官 瞪着眼睛 盯着诸葛莉莉 突然发难 就要伸手去抓诸葛莉莉的脸 却被伸过来的一只手一把拦住 反手直接将其推出去好几米远 哦 打人了 杀人了 母女两干脆都摊倒在地上 开始撒泼打滚 郑夏平更是捡起手机 继续录视频 打我们 我发到网上 把你们两张臭脸发到网上 让全国人都知道 你们两个打人 欺负弱小 贾东梅也哭丧着 你们打人 你们两个男的打我们 等治安员来了 就把你们全部抓进去 怎么回事 都让让 都让让 这时候 在附近巡逻的治安员 被110指派过来 巧了不是 来的两位治安员 一位是楼展成 另一位是之前跟张兴一起出紧摩托车 推倒现场的那位 名叫霍西 霍西带着小楼走过来 第一时间就认出了杨景荣 小楼朝杨景荣挥手 霍西则是眉头一挑 怎么又是你 真巧 杨景荣小熊贪手 他对这位霍西尼治安员有点印象 总有人找事 我也没办法 见到两位治安员过来 赠下凭母女两叫喊得更惨了 治安员同志 一定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 他们两个大男人 欺负我们两个弱女子 治安员同志 把他们抓起来 抓进监狱 边上的其他游客 则是纷纷开口 他们两个插队 还骂人 还是他们先动手的 我们都可以作证 停停停 霍西身为老治安员 处理过无数这种类似案子 当事人肯定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各说各的 他皱着眉头 看向几位警区保安 你来说说 怎么回事 我们也是刚刚了解的情况 这两位女游客插队 这两位先生不让插队 然后闹腾起来了 这两位女游客 情绪过于激动 还想去挠人家 结果被反制了 保安一番叙述 将事情说得一清二楚 了解了 霍西转头看向母女两 身份证给我核查一下 说完 又看向杨锦荣二人 你们两个也要 没带身份证的 可以用电子身份证核对 四人身份证核对一遍 霍西忽然定眼 看向诸葛丽丽 诧一道 你是女性 我是女的 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诸葛丽丽抱着胸 淡淡道 哇 还真是女的 我刚刚还觉得奇怪 男人怎么可能长得这么好看 先入为主 认为他们两个都是男的 没想到竟然是个美女 刚刚那一手过尖衰 可真帅 边上的游客们都惊奇不已 主要还是诸葛丽丽 依旧绷带缠着 没事放出来壮观场景 陌生人确实不敢断定她的性别 你站起来吧 霍西将身份证还给四人 朝着郑夏萍说道 有没有哪里受伤 我 郑夏萍站起来 刚想说她受伤了 要去医院检查 却不想霍西打断了她的话 看得出来 你没有受伤 既然大家都没有受伤 也就是插队这点小事 我的建议是 既然大家相安无事 这事情就这样做吧 却不想 郑夏萍和诸葛丽丽 几乎同时开口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053 上帝会原谅他们吗 我们这里不归上帝馆 他们对我们动手动脚 必须赔钱 不然今天这是没完 挡着头 情绪异常 激动地抢先说道 因为刚刚被摔了个过肩摔 眼镜摔掉后 被她拿在手上 高度近视的她 看不清眼前的几人 她试图戴上眼镜 却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戴了几次都没戴闻眼镜 她索性把眼镜拿在手上挥动着 我们没受伤 也要赔钱 没个一万块 今天这是休想善了 要我们赔钱 没没 诸葛丽丽冷哼一声 你们插队有错在先 今天不给所有人道歉 休想走 停 他们 而是看向诸葛丽丽和杨锦荣 压低生意 你们两个 毕竟对人家动手了 最好选择和解 认个错 道个歉 稀释宁人 这是就此作罢 如果非要闹下去 最后肯定是你们吃亏 最少也得陪人家去医院的检查费 他们有错在先 凭什么要我认错道歉 诸葛丽力不服道 动手怎么了 他们就是欠揍 或许也不再废话 那就带回去治安所 按照他们要求 先去医院检查身体 你们赔付检查费医疗费吧 对 赔钱 一万块 不给钱这是没完 母女两听到获悉的话 更是变本加厉 如同得到了圣旨的太监一般 边上的游客们 听到母女两要求赔钱 都纷纷看不下去了 没见过你们这么无耻的 明明是你们做错事在先 人家站出来指出你们的错误 你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还反咬一口 要求别人赔钱 真是毫无廉耻之心 妈蛋 看不下去了 大家一起重筹 我出二百五十块 凑够一万 再打他们一顿 须知安员在这呢 别捣乱 众筹也偷偷地筹 我跟二百五 俺也一样 不少游客都出言指责母女两的不对 甚至还众筹起医疗费 非要再打一顿这对母女 甚至还有一位外国友人 金发大波浪的混血美女 她操着一口奇怪的普通发 好奇地询问身边的女导游 哦 天啊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明明是 他们插队 怎么可以要求给钱 这是我见过最粗鲁的林海人了 女导游双手合十 你们国家的林游购那些人一样 令人讨厌 混血美女也跟着双手合十 侧着脑袋问道 闪烁着蓝色大眼睛 上帝会原谅他们吗 我想不会 嗨 我们这里不归上帝馆 此时母女两却丝毫没在意周边游客们的指责 闹腾着要一万块赔偿 霍西暗自皱眉 这事情怎么还越闹越大了 你们母女两别要求太过分了 如果真哪里受伤 就去医院检查 一切赔偿以医院证明为准 霍西皱眉对母女两说道 玄机又看向杨锦荣二人 你们两个先动手 就是不对了 本来就是普通的插队闹剧 可你们动手了 就升级成打架事件 谁说我们先动的手 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杨锦荣 这时候站了出来 喝笑一声道 霍西治安园 我们是正当防卫 是他们母女两先动的手 只不过他们太弱 一碰就到而已 不幸的话 可以问问周边的其他游客 也可以调取景区的监控 至于 赔钱 可以啊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转一万块 不 要多少只要你们开口 我都可以给 你们敢要吗 杨锦荣冷笑着的 看着眼前两位奇葩母女 诸葛丽丽听完杨锦荣这番言论 不由给他投来一个针 帅的眼神 刚刚差点着了母女两的道 得亏杨锦荣在场 你敢给我就敢要 贾东美指着杨锦荣叫道 却被他女儿赠下瓶拉住了 他压低声音 妈 我们不要钱 这人肯定没安好心 回头告我们敲诈勒索 更麻烦 他说完 抬头看向杨锦荣 钱我们可以不用你们赔 就当我们逛该 施舍给叫花子了 但是你们必须给我们道歉 当众道歉 贾东美硬着脖子跟着道 对 当众道歉 你骂谁是叫花子 诸葛丽丽炸了 他指着赠下瓶 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停停停 霍西总算是体验了一回 女人吵架头皮发麻的感觉 他想劝架都劝不住 再闹腾下去 估计现在只会更乱 现在只能采取强制措施了 他目光扫过两边的人 都跟我走一趟吧 据治安所说去 我们不去 哪知道 郑夏萍又出幺蛾子 我们没错 凭什么要我们去 不去就现场和解 霍西把话挑明了 去不去 不去 郑夏萍终于戴上了眼镜 怒视着诸葛丽丽和杨锦荣 他们给我们道歉 是你们应该给所有人道歉 双方再次争执不下 霍西知道事情差不多了 懒得管那么多 刷刷刷在报案记录表上写完 过来签字 事情就这样强制和解了 第一次跟着 霍西出外勤的小楼 眼睛都瞪大了 这样也行 这处理案情的方式 跟张欣完全是两个风格 走吧 小楼 霍西带着小楼离开 走到警车上 小楼才将心中的疑惑问了出来 霍哥 我们就这样处理完了 那不然呢 霍西催促道 开车吧 这种鸡毛蒜皮的小案件 和解就是最佳处理方案 越较真 越麻烦 后续可能引起更多冲突 这世界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公正 插队这种小闹剧 都算不上案子 好吧 小楼第二次觉得心中的信仰 出现了一丝动摇 第一次是她的前任师傅张欣被处罚 而欢乐鼓大门前 治安员走后 其他游客再度发起了对母女俩的指责 就连最开始 那些抱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离这种人远点 心态的游客 也被杨锦荣二人感染 纷纷加入指责队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果然需要有人站出来 反对插队行为 才会有更多人跟着站起来 母女俩彻底待不下去了 只能灰溜溜地逃走 而杨锦荣则是被诸葛莉莉拉着 进了欢乐鼓 开始游玩之旅 诸葛莉莉已经开始跟杨锦荣称兄道弟起来 左一口兄弟 右一口兄弟 完全没把自己当女人 给杨锦荣都整不会了 这真是老冤长朋友的孙女吗 奇了怪了 系统为啥没有触发任务 莫非是负能量还不够 没有到达临界点 系统 出来走两步 游玩过程中 杨锦荣也对系统发出了提问 得到的答复 就是负能量很一般 不需要触发任务 另一边 母女两回到酒店 越想越气 郑夏萍果断拿出手机 将现场录制的视频剪辑一番后 发送到了微博和小蓝书上 她本身就在两个平台 合计拥有三十多万粉丝 又故意断章取义 掐头去尾地剪辑一番 制作成了男女对立 欺负弱小的流量密码内容 已经发布 立刻引来了诸多评论与转发 视频持续发酵 有了大火的苗头 这让郑夏萍神情兴奋 一想到杨锦荣和诸葛莉莉 她咬牙切齿 愤恨道 我会让你们知道 不是好惹的 林伍斯 哦 原来她没有妈妈呀 真可怜 郑夏萍非常心机地 把视频的封面 弄成杨锦荣的特写头像 视频里面的内容 也大都是杨锦荣的镜头 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观众 几乎都默认 是杨锦荣欺负女人 纷纷在评论区 发表着不满的情绪 这俩男的真恶心啊 大庭广众之下 都敢动手动脚 若是在没人的地方 简直不敢想象 平平 咱不怕 报警吧 这种男人 只会欺软怕硬 粉丝们也不管事情真假 只管他们关注的 博主这条视频中 体现出来的 就是博主受了委屈 一个个为此抱不平 郑夏萍看到有人提及报警 他赶紧敲下键盘 回复道 家人们 我已经报警了 但是治安所的人和悉尼 不作为 来了一趟就走了 这一番回复 再度引来他的粉丝们更加不满 治安所就是这样 新闻里永远都是正义公平执法 现实中就是霍心尼 啥也不管 上次 我丢了一台电瓶车 做完笔录 就让我回来了 我要求调监控都没调 现在都过了几个月了 还没半点反馈 遇到这种不公平的事 我们弱小的一方 永远都只能忍气吞声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两个男的微博啊 或者其他平台账号 我们去往报他们 郑夏萍刷到这条评论 立刻眼前一亮 他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他立刻给自己的微博和小蓝书 各自买了一千块流量 阅读量和点赞量 果然蹭蹭蹭地往上涨 粉丝量也涨得飞快 再各自买两千块量 郑夏萍萍日里 没有存钱的习惯 都是月月光 这次出来旅行纯纯穷流 可他看到自己的视频和粉丝量 都飞速增长 一咬牙 刷信用卡透支 又给两大平台 各自买了两千块的流量 六千块钱一转眼花出去 流量飞速增长 越来越多的人来点赞转发 触发了平台的推流机制 快速推流 这回他的视频彻底火了 距离热搜越来越近 很好 再给我推点流 我要让他们上热搜 上头条 彻底身败名裂 郑夏萍愤恨地想着 萍啊 你去买点吃的吧 晚上我不想出去吃东西了 没心情 贾东梅从卫生间走出来 蹬掉鞋子 就躺在床上 开始玩刷视频 嗯 我下楼去买点吃的 郑夏萍心中 想着自己的视频 快速冲上热搜榜单 一边低头 看着手机不断刷新 一边走下楼 来到一家猪脚饭店里 他抬头一看 又要排队 现在明明才下午 为什么又要排队 真烦人 郑夏萍懒得排队 找了个队伍缝隙 插了进去 你这人 怎么这样 大家都在排队 你插什么队 一位大妈看到这一幕 嚷了一句 我就喜欢插队 你想怎么样 郑夏萍怒目而视 瞪着眼睛 像是是母仇人一样 盯着大妈 吓得大妈后退了半步 我不吃了 大妈被迫离开 这一幕落入店老板的眼中 他敢怒不敢言 妈妈 你不是经常教育我 要做个有素质的人 不要插队吗 队伍后方 一位扎着双马尾的 可爱小女孩 稚嫩地询问身边的妈妈 小女孩的妈妈 扯了一下小女孩的衣服 示意她 不要多管闲事 正好有一位 已经打包好猪脚饭的大叔 走到门口时 回过头笑着看向小女孩 你妈妈说的对 但 不是每个人都有妈妈 哦 原来她没有妈妈呀 真可怜 小女孩心思单纯 并未听懂大叔的意思 童言无忌道 这位大叔比划了个大拇指 完事后就一溜烟走了 留下 赠下平气的咬牙切齿 直跺脚 小女孩妈妈赶紧抱住她 不让她再多说话 赠下平打包好两份猪脚饭 跺着脚离开店里 等她气呼呼地回到酒店 这才想起 有一会儿没刷新视频了 赶紧刷新了一下 视频果然火了 微博阅读突破百万 评论更是破两万 小蓝鼠点击也破了百万 评论更是达到了三万 怎么感觉点赞有点少 赠下平赶紧翻阅微博评论区 结果评论区点赞第一的 竟然是一条让她彻底炸锚 彻底情绪爆发的评论 事情的经过 根本不是视频里面的那样 这视频完全是掐头去尾的剪辑 实际上是这博主插队 后面一对情侣提醒她不要插队 结果博主和她妈莫名其妙破防 当众骂街 我有现场手机录制的视频 后面还发了一个视频连接 赞下平点进去一看 就听见了她在现场骂人的那句 我插队 你就可以拉我吗 你一个男的 凭什么拉我 凭什么对我动手动脚 以及他妈鼓着眼球 五官扭曲 破口大骂 我们就插队怎么了 下面来了很多评论 都是在指责她插队 赞下平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就是下楼打个饭的功夫 竟然引来了这么多指责她的人 刚刚刷新用卡 买了六千块的流量 结果竟然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这让赞下平恨得咬牙切齿 他反手一个 删除加永久拉黑 解决掉这个评论 却发现了更多指责她插队的评论 这让她彻底破防 啊 赞下平抓狂的叫喊 拿起手机疯狂扣子 回复那些指责她的人 你们凭什么骂我 你们凭什么欺负我 我一个女的 插队怎么了 难道你们男的 就不能让这点吗 这评论果然引来了不少共鸣 她的粉丝们也视如己出 共情不已 纷纷在评论反击那些 把真相说出来的人 男的就应该让这女的 就算插队不对 也不能动手动脚 动手动脚 就是你们男的不对 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插队也要叫真 抠门男 真恶心 这种人活该一辈子单身 两个大男人欺负弱女子 算什么男人 却不想又来了一个 爆杀他们的评论 谁说提醒他 插队的人是男的 人家明明是个英姿洒爽的美女 你们这帮粉丝 睁着眼说瞎话 没看到人家是情侣吗 那些张口闭口男人 就应该让这女人的人 瞬间哑火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曾下平本想 将节奏带到对立上 他的视频从头到尾 都在针对杨景荣 连视频封面都是杨景荣 这会儿被人识破 不得已狡辩回复 我没说他俩都是男的 就算有一个是女的 也不能动手 动手就是不对 055 疯狂疊报复 曾下平的这一番话 果然得到了粉丝 家人们的认同 家人们 我人肉 出了抠门男的信息 他就是之前大明星 张雨琪转发过的偷窥男 这评论还附带了杨景荣 当时带着墨镜的照片 曾下平一看 果然是他 赶紧把这条评论置顶 立刻引来了 无数家人们的评论 竟然是偷窥男 不对啊 姐妹们 我记得后续这个偷窥男 是被污蔑的 当时那个女博主 还被送进去了 据说判了十几年 被污蔑的 不会吧 再说了 怎么可能判十几年 你要说是拘留十五天 还有点可信度 哪有污蔑就判刑十几年呢 太假了 听说这偷窥男 还是个富二代 摩托车被一个老人 不小心弄倒了 漫天要价 张口就是七万多天 价维修费 据说快要开庭了 家人们 这人绝对有问题 一次两次 可能是错怪他 可这都几次了 怎么可能冤枉他 偷窥 讹诈老人 小肚鸡肠男 这么多次问题 肯定不是别人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了 幸亏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这种人 绝对是社会败类 郑夏平都忍不住 给这几条评论点赞 看着自己两大平台的视频 越来越火 他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 这回肯定能惩治那杨锦荣 和诸葛丽丽 唯一让他心疼的 就是这两个视频 刷空了他的信用卡 想到没钱了 郑夏平饭都吃不下了 怎么样才能倒点钱 他烦躁地打开私信后台 查看其家人们的留言 萍萍姐 我帮你去骂他 萍萍姐加油 家人们永远帮你 我们组团去网报那 小肚鸡肠那 基本都是一些安慰 和要去网报杨锦荣的私信 直到郑夏平看到了这样一条私信 你好 我们是大象新闻 请问可以转载你的视频吗 他立刻眼前一亮 正愁没钱 他马上回复 没有费用吗 对面也很快给出了一个价格 两千块 很快双方达成交易 大象新闻拿到稿子授权 完全不在意真相 不在意是非黑白 马上进行了精心剪辑 发布了出去 大象新闻可在斗音 拥有足足一千多万粉丝 这一发布 彻底将这次景区插队事件 推上了热搜 而当事人郑夏平的原视频 更是播放量突破六百万 直奔千万大关 很快 郑夏平的后台私信 收到了很多 MCN机构发来的信息 邀请他加入工会 您好 我们是MCN公司 专注为主播做运营 看到你有成为大网红的潜力 请问可以加个联系方式 想聊一下入工会问题吗 郑夏平内心乐开了花 再看自己的粉丝量 都蹭蹭往上涨 更是感觉飘飘然 只是他碍于没有颜值 如果只是空直播 估计做不起来 他在私信里翻找了一番 终于找到了一条 自己中意的 您好 我们是临海本地 MCN公司 专注直播带货 我们全权负责产品供给 发货 售后等 您只需要出面直播 即可获得高额分成报酬 请问你有没有带货的意愿 带货好 郑夏平马上回复了对方 并取得了联系 对方叫他去直播基地 双方达成协议 妈 我们去直播带货去 什么直播带货 贾东梅正吃着猪脚饭 有点摸不着头脑 跟我走就是了 郑夏平连饭都顾不上吃 带着他妈就直奔约定的地点 很快抵达了直播基地 一切都非常顺利 但是对方要求 用他本人的账号直播 最好把新闻当作直播头像 和直播间封面 这样有流量 郑夏平完全不在意 这些附加条件 他只要求把带货提成 改成25% 本来这个分红比例 就算是大主播都很难达到 可因为带货选品 全都是一些劣质美妆 不少成本只需要几块钱 可以卖几十块上百块 刨除快递打包费 利润率都超过100% 对方同意下来 双方签订合同 很快开启了斗音 和小蓝书双平台的直播 直播间名字非常简单粗暴 欢乐骨牌队被殴打母女直播间 直播封面更是离谱 直接用了杨景荣和诸葛丽丽的照片 并在照片上披上了 小肚鸡肠男 打人男 恶霸等标签 家人们支持一下萍姐 萍姐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口红 郑夏萍母女俩在 MCN专业人员指导下 开始直播带货 因为有新闻流量加持 封面也相当引人注目 直播间涌入了大量的观众 哪怕郑夏萍和贾东梅 两人演技拙恋 带货话术僵硬 但也因为母女弱小的人设 引起了很多家人们的共情 销量快速上涨 与此同时 杨景荣刚刚跟诸葛丽丽分别 两人在欢乐谷玩了一圈 天色已经黑了 诸葛丽丽被女友电话催了回去 杨景荣也回到了宿舍 他正想复习一下专业课程 却不想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检测到负能量事件高度发酵 宿主成功触发任务 选项一 发视频道歉 稀释宁人 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也是正能量的一种 奖励 神秘的绿色汤汁 喝了 他有神奇的力量 选项二 正义之势 必将战斗到底 懦弱之举 我绝不姑息 评论区怒对网络喷子 发视频战斗对方 开直播连麦正面硬钢 正能量主打一个真实 奖励 大神级车技大权 技巧 能够熟练地驾驭各种大小 各种类型的车 在各种路况下 极限行驶 选项三 捍卫社会秩序 拿起法律武器 让相关违法人员受到应有惩罚 为天堂伞和打火机事业 添砖加瓦 传递正能量 以防止后来者效仿其不良行为 为提高大众素质做贡献 奖励 大师级红克技术 诸 宿主请勿使用该技能 行违法犯罪之事哦 比如下载护官看不良视频 果然 那一对母女并没有在事后消停 又在作妖 至于这三个选项 杨锦荣首先排除了选项一 给违法的人道歉 这就算是正能量 也是虚假的伪正能量 更何况这奖励 神秘的绿色汤汁 喝了他有神奇的力量 该不会闭上眼 可以看见天堂吧 056 不见棺材不掉泪 至于选项二吗 在评论区跟喷子怒队 发视频战斗对方 开直播连麦PK 杨锦荣总感觉 这些都是些无用功 如果怒队有效的话 在警区门口的时候 对方就已经背队趴下了 结果就是 对方完全没有认知到自身的错误 不过这奖励 大神及车技 就不知道是哪个大神 91大神吗 也不知道 这车技正不正经 驾驭各种类型 环肥燕瘦 各种路况又是啥意思 总感觉这个奖励不太正能量 杨锦荣没有着急做出选择 他打算想看看 对方到底做了什么谣 他打开斗音 才发现 自己的后台私信已经爆炸了 显示99家 不用想 肯定被网爆了 基本都是骂他的 他点击放大镜 正想搜索一下相关内容 就看到了社会热搜榜单第一 挂着的 正是今天警区插队事件 点开一看 点赞最多的一个视频 正是郑夏平本人 点赞第二的 是大象新闻的 两个视频的评论区 几乎都是声讨杨锦荣和诸葛莉莉的 那些说出警区事件真相的评论 全都被删除了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了 杨锦荣本就看不惯对方那种插队行为 没想到报警处理后 母女俩不仅没认知到自身错误 还觉得自己委屈 变本加厉 发视频网爆他 竟然还在直播 杨锦荣看到对方 头像显示正在直播间 仔细一看 发现对方头像和直播间封面 很强大 非常nice 杨锦荣本来还在疑惑 系统怎么检测出这么大的负能量 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么离谱的后续 系统 我选择三 宿主确认选择 请宿主完成任务 杨锦荣开始入屏取证 虽然入屏不能作为定罪的独立证据 但是可以作为佐证 具有法律效应 插队不违法 但是你们拿这个事情当噱头 炒作事件 吸引流量来直播带货 可就违法了 尤其是使用我的照片 进行商业用途 侵犯我和诸葛丽丽的肖像权 以及图片上的标签 涉及侮辱肖像权 杨锦荣快速收集好证据 完事后 给诸葛丽丽打了个电话 告诉了他这些事情 以及自己要起诉对方 诸葛丽丽表示 全力支持配合 唯一可惜 就是最近女友闹腾 他没太多时间 所以也表示 官司打赢了 最后赔偿之类的 他都不要 全部给杨锦荣就行 这些都是后话 杨锦荣又给律师 炎炎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 炎炎略带喘息的声音 淡淡地响起 杨先生这么着急 案子的进展 今天可是周日 炎律师 你好 没打扰到你吧 杨锦荣听着对方的喘息声 颇为歉意地说道 抱歉 我没想到这个时间点 你会忙着 如果打扰到你 我明天上班时间再联系你 打扰到了 炎炎冷不丁地回答道 我在练瑜伽 马上快练完了 你打电话过来打断了我 自然打扰到我了 杨锦荣汗炎 他知道不少人有强迫症 做操都得做完一整套 半途而废 就会浑身不自在 大概炎律师也有 类似强迫症 真是抱歉 杨锦荣再次致歉 不用道歉 你等我一首歌的时间 炎炎挂断电话 放下手机 在瑜伽店上批出一字马 伸手弯腰 整个身子非常柔韧地弯曲下去 身段柔和 凹凸有致的身姿 在白色瑜伽服瑜伽裤 的衬托下 被完美勾勒出来 接着 他又做了一整套 高难度瑜伽动作 最后收尾 做完了后续瑜伽动作之后 这才回拨了杨锦荣的电话 杨先生大可不必 这么着急关心案子的进展 一切都井然有序 等法院受理之后的 开庭通知即可 炎炎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 抿了一口 继续说道 感觉杨先生也不是个急性子 今天这么着急 难道是想撤诉 撤诉 不不不 杨锦荣连说了三个不 起诉新闻解合 小力来帮忙的案子 他才不会撤诉 这官司怎么看都是百分百胜诉 还不用自己花钱 还能观摩学习顶级律师 现场打官司教学 怎么可能撤诉 我打电话给你 是想让你再代理另一个新的起诉案 啊 炎炎明显愣了一下 他有些不确定道 你还有其他诉讼 需要委托给我 是之前被污蔑的案子 对方上诉了 还是摩托车老人案 很显然 他是调查过杨锦荣的 应有的职业素养 还是有的 都不是 那两个案子 我自己操到 杨锦荣解释道 新的案子 又发生新案子了 炎炎那张漂亮的素颜脸蛋上 呈现出一抹恶然 杨先生这是领海柯南吗 其怕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都给我摊上了 我也没辙 杨锦荣笑了笑 我把材料发你微信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两人此前加过微信 杨锦荣把案件完整经过整理好 连带收集的证据 以及自己的诉求 一并发给炎炎 还是老规矩 律师费在内的各种费用 都向对方索赔 杨锦荣先支付 最后索赔 诉求也很简单 一 赠下平母女俩 利用炒作等手段 在网上发布布时 引起公众舆论 带头网报 构成诽谤罪 二 赠下平母女俩 在未经过杨锦荣和诸葛丽丽的授权同意 使用两人照片 作为直播间封面 以达到引流目的 直播带货 谋取不当利益 侵犯肖像权 三 母女俩在杨锦荣和诸葛丽丽的照片上 打上侮辱性标签 乌化形象 构成恶意侮辱他人肖像罪 精神损失费和肖像权赔偿 都可以等 我们查证统计出对方整体获利之后 再定下具体索赔金额 延延一边翻阅资料 一边说道 简单来说 对方侵权获利越多 我方可索赔金额越高 好 杨锦荣了然 说到这里 他都忍不住想要鼓励赠下平的家人们 去他直播间支持一波 在两人沟通的时候 网上舆论 再一次反转了 很多白天在案件现场的游客 刷到了大象新闻和郑夏平的不实视频之后 一个个都看不下去了 这世间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都纷纷自发地发布了 他们在现场用手机录制的视频 郑夏平和贾东梅两张猙獰的脸 更是快速走红 不少网友甚至制作出表情包 以此反击他们 不少媒体闻风而动 察觉到了这个事件背后的流量 都纷纷转发 一时间 双方大战 舆论反转 正义之士与后续媒体 VS郑夏平和大象新闻 群起而攻之 声势浩荡 快速蔓延到了 郑夏平和大象新闻评论区 以及郑夏平的直播间 057 在直播间当众被抓捕 这届网友们的战斗力相当之强 大象新闻的评论快速沦陷 编辑山都散不过来 郑夏平的评论区就更惨了 原本那些支持他的粉丝们家人们 都快被骂懵圈了 什么叫恶人先告状 这就叫恶人先告状 插了那么多次队 终于遇到一个正义的人 敢站出来制止 兄弟们把公平打在保护上 正义之士 必须保护起来 头一次听说插队叫平移 我头一次从一个人的面向上 讨厌一个人 嗯 不对 是两个人 老妈妈那张猙獰的脸 可怕的样子 那眼珠子 就好像要掉出来一样 两张猙獰的脸 全国人民都认识了 看完这两人 突然感觉容默默祥和了许多 估计容默默见到这对母女 都得惧怕三分吧 保安和治安员霍悉尼 也应该有责任 本来攻击他人长相是不对的 可这一次 网友们竟然出奇地达成了一致 攻击的不是长相 攻击的是相由新生 攻击的是两个人的低素质 原先那些郑下平家人们的评论 下面都被骂了几千楼 骂得发评论的人彻底破防 主动删掉了评论给 而郑下平的直播间 也同样沦陷 正在直播带货 讲解着一款粉底的赠下评 被逗音直播间评论 骂得当场破防 请问主播你家粉底 能遮住你们两张 猙獰的丑恶嘴脸吗 肯定能啊 不能的话 他们怎么有脸直播呢 能不能将这对母女 拉入全国旅游黑名单 景区黑名单还不够 这种人应该列入失信人名单 禁止进入公共场所 无耻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无耻 只会认为自己比其他人聪明 我下单了250单 等到货再退 泽泽帮他一把 家人们一起给主播下下单 刷一下退货率 刚开始 赠下评还能忍着不发作 可当他上了一款粉底 被秒空 又上了一款卸妆水 又被秒空 被拍的全都是250份 他原本想要收割的家人们 都没来得及拍 就没货了 你们有完没完 赠下评彻底破防了 网友们的这一番正义之举 彻底让他没法带货 气得他摔掉手中的试用品 对着直播间大骂道 你们这帮人渣 凭什么欺负我们母女俩 凭什么骂我们 一群垃圾 一群下头男 你们全家都丑恶嘴脸 你们全家都争吟 赠下评破防大骂 他愤愤不平 还想继续怒骂观众 却不想斗音官方突然弹出提示 你的直播间被永久封禁 封禁原因 辱骂他人 违反直播公约 哎呀 凭什么封我直播间 他们骂我可以 我骂他们就不可以 赠下评看着 斗音直播间黑屏调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刚想打开斗音后台 去反击那些 在他评论区骂他的人 结果又发现自己的账号 也被斗音封禁掉了 你的账号因涉嫌违规 被禁止发布作品 你的账号因涉嫌违规 被永久封禁发表评论 赠下评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别人在评论区骂他 却不能回对 这把他气得咬牙切齿 却又无可奈何 砰砰砰 赠下评又砸了几款 试用化妆品 还未消气 唯一留下小蓝叔平台 他还可以直播 本来小蓝叔没几个人骂他 毕竟玩这个平台 大都是女生 可突然 小蓝叔也涌入了一批新观众 在他直播间狂对他 赠下评本想骂回去 却被直播公司工作人员拦住了 再骂人 连这个平台直播间也保不住了 赠下评只能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看见有人喷他 也只能假装无事 让他第一次体会了 什么叫做敢怒不敢言 看在钱的面子上 我忍了 赠下评憋屈地想着 他继续带货 一直带货到很晚 流量才渐渐流失 直播公司核算出 本次两大平台带货销售额 竟然卖出去 高达210多万的货 赠下评的直播提成分红 获利高达52万 妈 我们带货一晚上 赚了52万 死 这家人们的钱 也太好赚了 母女两兴奋地 在原地蹦跳起来 虽然斗音平台被封了 但带货的钱 是可以取出来的 太爽了 母女两畅想着 未来的发财大计 一天52万 一周就是520万 一个月就是5200万 一个季度就是5亿2000万 一年就是52亿 母女两兴奋地一夜未眠 直到第二天早上 才昏昏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 已经是下午 两人匆匆吃了几口饭 继续来到直播基地 开启了直播 家人们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福利 就是我手中这一款 采用多款名贵药材调制而成的润肤乳 可改善皮肤问题 赠下评母女两正向直播间观众们 展示着一款润肤乳 却不想直播基地的大门 突然被撞开 一群身穿制服 手持紧棍 盾牌的执法人员 冲了进来 将几位试图逃窜的现场人员制服 赠下评母女两都蒙圈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都别动 把手举起来 为首的竟然是工商管理局的情局长 治安局 工商局 食药监 消费者协会 多部门联合执法 你们涉嫌制假 造假 受假等多项违法犯罪行为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外面全是我们的人 赠下评母女两互相对视一眼 彻底被吓傻了 他们就直播带个货 怎么就引来了这么多执法人员 怎么就成了违法犯罪人员 我们怎么违法了 我们就是带个货 治假也跟我们没关系啊 赠下评手里还拿着一瓶润肤乳 试图狡辩道 咔嚓 摄像机将他手持润肤乳的照片拍下 一位食药间的执法人员 带着手套上前 将赠下评手中的化妆品收脚 证据我已经拍下了 你们涉嫌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医药用品 赠下评双腿一紧 身体一抖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妈还想狡辩 却不想一副玫瑰金手铐 堵住了他的嘴 咔嚓 咔嚓 赠下评 假东没两人一人一副玫瑰金手铐 被现场靠上 而这一切执法过程 都被直播间完整直播下来 他们直播间彻底沸腾了 058 杨景荣 果然是你诬陷我们的 亲眼见证 他们支持的主播被抓 直播间的家人们一个个嘟亚麻呆住了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主播带个货会被抓 家人们 谁懂啊 数数我也不懂啊 这些人真的是执法部门吗 这到底是因为带货被抓 还是因为插队被抓 谁能给个解释啊 针对这个问题 我想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声明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并不懂太多的理论 但我觉得畅所欲言 才是现今社会最重要的东西 我也有表达我自己想法的权利 所以经过一番慎重考虑 我还是重申我的观点 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一样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不懂太多的理论 最后得到的结论是 我不知道 当然他的直播间也不全是家人 还有不少从热搜进来的吃瓜群众们 看到主播被抓 一个个都忍不住乐了 乐子人开始在直播间玩梗 很快霸占了直播间弹幕 他们赶紧将母女被抓直播录屏 分享到其他平台上 这些网友一个个都是人才 还不忘给视频 加上高端的标题 震惊我妈一整年 欢乐谷景区插队后续 母女直播落网 带货主播在直播间被捕 到底是人性的沦丧 还是道德的扭曲 仅仅因为一次插队 就被治安局代队逮捕 插队母女被逮捕 以后谁敢插队 震惊 这对母女竟然在直播间 公然做出如此惊骇世俗之事 诸如此类的标题 让郑夏平母女直播被捕事件 冲上热搜排行榜 谁能想到 原本只是一个简单的插队事件 竟然三度冲上热搜 三个热搜还紧接在一起 刷到后续真是有缘 对于这对母女 我只想说 活该 这母女俩还利用流量直播带货 他们不被抓 天理难容 已经把这个新闻 后续发到了家族群里面 发给我那些喜欢耍小聪明插队的亲戚看看 看他们以后谁还敢插队 这次得亏有正义人士站出来 让插队之人受到惩罚 以警校友 我相信那些平日里喜欢插队的人 看到这个新闻会浑身抖一抖 以后最起码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插队 at法学两年半的小杨哥 这位博主就是插队事件的另一位主人翁 感谢博主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纠正社会不良风气 关注了关注了 我是刚刚转发去家族群的那位 群主把我踢了 群主是我爸 还说要打断我的腿 网络上一片沸腾 杨锦荣也再一次被送上了热搜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在斗音的粉丝量再一次暴涨 粉丝量已经突破了百万 来到了150万粉丝 其他平台也陆陆续续长了很多粉丝 市值安局内 多部门联合执法非常顺利 伪劣产品 销售清单 销售账单 直播带货视频回放 直播基地监控等证据 都一并取证扣押带回 直播基地也被封 拘留适中 郑夏平 贾东梅 以及诸多直播工会员工 被关押在一起 治安员同志 我们真的不知道 销售的是假货 我们也是受害者啊 郑夏平欲哭无泪地哀求道 我们真的是无辜的 我们如果知道 那些货是假货 我们怎么去违法犯罪带货 对对对 治安员同志 我和我女儿都是无辜的啊 放过我们吧 贾东梅也跟着哭诉道 都怪他们 这帮违法分子 如果不是他们 我们死也不会卖假货啊 母女俩还试图挣扎辩解 几位治安局的执法人员 却没有理会他们 是否存在主观上销售伪劣产品 具体怎么定罪 判刑多少年 如何处罚 后续都一一会查清 没多久 杨景荣与颜言律师 两人来到治安局内 杨景荣 接待他们的是一位 英姿飒爽的美女治安员 你是 杨景荣第一时间并未认出对方 有些疑惑道 陈运 美女治安员笑着说道 哦 杨景荣想起来了 当初自己被灵友友污蔑 去校长办公室出警的 就是眼前这位女治安员 他记得当时这位陈运 还是治安所的基层 一段时间不见 竟然调人到市局来了 这算是晋升了 没想到市局都有熟人 律师严严颜颇为惊讶 他一开始以为 杨景荣只是普通的富二代 没想到走到哪里都有熟人 陈运感受到严严的目光 也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这位美女律师 眼底闪过一抹惊艳 这位是我的委托律师 杨景荣介绍道 嗯 陈运打了个招呼 便直奔主题 我还诧异 为啥报案人的名字跟你一样 没想到就是你本人 那个销售伪劣产品的窝点 已经被我们一网打尽 相关伪劣产品样品 也送往检验科 基本已经确定是劣质产品 销售金额高达190多万 这已经是我们 最近查处事案金额较大的案件了 杨景荣点头 心头颇为畅快 190多万销售额 赠夏平和贾东美两人 会被判多久 这得看两人 是否存在主观上的销售伪劣产品 如果他们主观上不存在 刑期和处罚 都会相应降低 甚至不予处刑 只罚莫违法所得 和处以罚款 陈运正想继续说 这时候 楼上走下来几位领导 哟 杨景荣 其中一位领导 第一眼就认出了杨景荣 是工商局的秦局长 他笑得跟个弥勒佛似的 走到杨景荣跟前 竟然主动伸出手 这不是巧了吗 又遇上了 秦局长最近可谓是意气风发 比老来得子更加得意的是 便是老来建功 上次整顿海鲜市场鬼秤行动 让他在媒体面前大出风头 这回又联合执法 查处了这个近二百万的案子 还有可能顺藤摸瓜 查出上游产业链 这可是大 未来少不了在市里面表彰一番 在秦局长眼中 杨景荣都快成他的幸运心了 哪怕有人 在背地里议论他贪功好力 可他实打实地办了事实 查处了不少违法犯罪分子 一不贪财 二不贪色 只好一口功绩 又未尝不是一好官呢 秦局长 杨景荣笑着打招呼 他心中明白 没有秦局长 上次也不可能那么快 拿到假一赔三的钱 换其他人 拖个一年半载 都算运气好 有的甚至都拿不到那个钱 被拖成永久 秦局长还特意跟杨景荣握了握手 当众称赞道 年轻有为 年轻有为 这才跟几位领导 低声说说笑笑着一起离去 陈运和严严两人健壮 心中都微微吃惊 这杨景荣 竟然跟工商局的秦局长这么熟络 关系匪浅啊 尤其是严严这位美女律师 他先前调查过杨景荣的背景 明面上是孤儿院长大的孤儿 可深挖之后 越挖越吃惊 最后让妍妍不敢继续调查下去 再结合杨景荣目前的表现 妍妍在心中已经笃定了 她的背景滔天 杨景荣 拘留室中 听到动静的郑夏萍 隐约听到了这个名字 她朝着外面大喊道 杨景荣 杨景荣正好想去看看 听到叫声 便跟陈运说了一声 三人一起前往拘留室 郑夏萍母女两见到杨景荣 当场就破防了 杨景荣 果然是你诬陷我们的 郑夏萍猙獰的吼叫道 治安园同志 就是她 就是她污蔑我们 059 法盲 011 即将二审 摩托车按开停 安静点 一位值班治安园 手持井棍走过来 凶狠地盯着 郑夏萍母女俩 给我安静点 母女俩被吓了一跳 他们在外面横惯了 被关押进来 还想像外面一样横 直到这时候 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里不是他们能撒野的地方 治安园同志 我们真的是被冤枉的 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情 郑夏萍辩解的声音 都变小了很多 她脸上早已没了当初的争鸣 只剩下一脸的委屈 都怪她 都是她的错 她恶意举报我们 你们母女俩到现在还不知悔改 依然没有认知到自己的违法行为 陈韵拿着档案表 陈生呵斥道 你们是不是永远都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永远都觉得 是别人错 是别人害了你们 你们一点错也没有 郑夏萍被反问的一脸恶然 可她妈贾东梅 却依旧不觉得她们有问题 也没觉得她们的行为是违法犯罪 依旧理直气壮 治安园同志 我们有什么错 我们本来就没错啊 我们只是直播卖卖东西 合错之友 劣质产品也不是我们生产的 你们应该放了我们 你们没错 严严冷冷地看着这一对母女 你们在未经杨景荣先生授权下 使用其照片作为直播间封面 用于直播带货牟利 这是侵犯了杨景荣先生的肖像权 你们以盈利为目的 在杨景荣照片上使用带有侮辱性水印 这是恶意侮辱其肖像 污化其形象 损害其名誉权 已经构成违法 你们在网络上 发布恶意剪辑的视频 煽动粉丝对杨景荣先生进行网报 已经构成诽谤罪 忘了说了 我是杨景荣先生的委托律师 已经向去人民法院 对你们两人提起诉讼 你们的行为 已经构成刑事犯罪 不仅要向我的委托人杨景荣先生 赔偿名誉损失费 精神损失费 还会面临刑罚 也就是坐牢 邓夏平母女俩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是 发个视频怎么就违法犯罪了 我们平日里骂了那么多人 也没见过哪个说 我们违法犯罪啊 使用一张照片 怎么就侵权了 那是我们自己的手机录制的视频 难道我们不能用吗 以前 邓夏平在自己的小蓝书和抖音平台 发布过那么多次别人的视频 也没有侵权啊 还得赔偿名誉损失费 精神损失费 还要面临刑罚坐牢 不不 绝不可能 妈 怎么办 我们要坐牢了吗 我们不可能坐牢 我们只是发布一个视频 只是带个货 怎么 两人的法律意识相当淡薄 纯纯的法盲 这让陈运在心中暗叹 普通民众的普法任务 迫在眉睫 道足且长 现在普法栏目也不少 却依旧还存在 郑夏平母女这样的法盲 如果能打造一个人尽皆知的普法栏目 那该多好啊 走吧 杨景荣没有在停留 他来治安局是为了配合举报调查 做的登记并不是来看母女俩笑话的 在杨景荣心中 看两人笑话 还不如早点送两人进去 三人转身离去 别走啊 等等等等 杨景荣 我给你道歉 我们给你道歉 对对对 我们道歉 我们错了 我们给你赔不试 求求你 别起诉我们 我们不知道那样做事违法的 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母女俩见到杨景荣转身走人 这才慌了 赶紧道歉 可 他们的道歉 没有丝毫诚意 也不是因为认知到自己的违法行为 为之忏悔 才道歉 他们道歉 只是因为 他们害怕赔钱坐牢 不想赔钱坐牢 所以才道歉 就好像在说 我都道歉了 你就应该原谅我 杨景荣见多了这种人 早已经免疫了这种 毫无悔改之意的道歉 对这种人 他会起诉到底 绝对不会撤诉 当初林友友污蔑他偷窥 他明明给过对方悔改的机会 结果呢 结果令他彻底寒心 也让杨景荣彻底做出了改变 那个愿意给人一次改过自新的老好人杨景荣 已经伴随着林友友案 彻底转变 对不知悔改的人 无需手下留情 也无需给这种人机会 对他们留情 就是对社会的不负责 给他们机会 只会让更多人 沦为受害者 这是杨景荣心态的转变 也是他的成长 见杨景荣没有回答 曾夏平又急忙喊道 我们给你赔钱 我们直播赚了四十多万 已经打到我们银行卡里了 我们可以赔钱给你 十万够吗 二十万够吗 陈运冷冷道 你们那些违法所得 都会被罚目 啊 曾夏平宛如晴天霹雳 他还指望从拘留室出去之后 拿着带货得到的钱 逍遥呢 结果违法所得 要全部罚目 我 还有钱 我有钱赔偿 曾夏平一咬牙 赶忙朝着杨景荣喊道 我老家还有一套老房子 我可以卖掉 赔你钱 求求了 别起诉我 我不想坐牢啊 误误 曾夏平是真的急了 可杨景荣并未理会他们俩 跟着陈运做完登记 杨景荣便和炎炎两人 离开了市治安局 法院已经受理了这个案子 等着法院通知 与母女俩对不公堂 至于母女俩 是否存在主观上的销售伪劣产品 交给治安局等相关部门 去调查审查即可 起诉的其他程序 也全权委托炎炎处理 他开口说到 曾夏平和贾东梅 两人的罪名 已经非常清楚 在法庭上 可能存在争议的一点 便是对二人的侵权索赔金额 污化形象的精神损失费 可以根据对方获利情况进行索赔 简单来说 对方获利越多 可索赔金额越高 刚刚我们从治安局得到的数据 对方销售额180多万 获利提成40多万 这就是我们能索赔的最高金额 最后 能获得多少赔偿 得看法院判决 简单来说 这次案件 不仅需要对方支付律师费诉讼费等 杨锦荣还能从中获得最高40多万的赔偿 侵犯肖像权的损失 一般为精神赔偿 最高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 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 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 侵权人的过错程度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 侵害的手段 场合 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 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 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 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正常来说 侵犯肖像权的精神损失费 最高也就2万到5万之间 可这次 赠下平母女俩侵权牟利高达40多万 可根据第四点 提出不高于侵权所得金额的赔偿 当然 最终判决 还是得法院判决 严严说完 便看向杨锦荣 这一案子可赚大了 却不想杨锦荣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他淡淡点头 然后说了一句 让严严大跌眼镜的话 我先回去学校了 晚上还有一节大教室公开课 严严有时候真看不透这位大学生 行 啊 别忘了周三 也就是后天 摩托车案开庭 这案子 你可没有委托给我 你得亲自出庭 嗯 杨锦荣与严严严道别 回到学校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上完公开课 一天又过去了 第二天 周二 杨锦荣正在听课 却收到了市人民法院的通知 林友友不服一审判决 多次向花侨区法院 提出抗诉上诉无效后 终于成功提起上诉 上级人民法院 也就是市人民法院 将会在三日后 进行二审 通知杨锦荣出庭 终于二审了吗 杨锦荣笑了笑 他早有准备 二审也不会让林友友有有机可乘 周二课程不多 中午就上完了所有课程 锦荣 你有知道 哪里可以做长期兼职吗 下课的时候 于怀搂着杨锦荣肩膀 低声询问道 好久没有联系了 我这两年为了拿奖学金 比较少做兼职 杨锦荣有些诧异地问道 怎么了 你不应该缺钱呀 谈恋爱这么花钱 都到了要做兼职的地步了 要不 我给你转点 顶一下 不用不用 于怀摆手 不是我 我女朋友 她课程少 想找个稳定的长期兼职 她家里 最近出了点事 也比较困难 那就找个家教 这种兼职钱多 也比较稳定 杨锦荣提议完 又问道 真不用我支援一下 不用 谢谢 我叫她去找家教 如果找不到 就找中介试试 于怀说完 就飞快地跑走了 连吃饭都没有找杨锦荣一起 这让后者笑着摇了摇头 学生时期的爱情啊 虽然没见过于怀女友 但还是希望 两人能走远一点 时间一会儿过 临近下午下班的时候 林海区法院通知 之前申请的庭审网络直播 获得了批准 让杨锦荣做好准备 杨锦荣早已经准备好了 夜里 她在自己短视频平台 发布了一条预热信息 明日上午 直播庭审杜卡迪 被老人推倒一案 欢迎大家观看直播 老太太侯素芬虽然死了 但她两位儿子 会以监护人身份出庭 刚刚才抓捕了 警区插队的母女 又迎来老太太 推倒摩托车案的庭审 这一条消息一发不出去 立刻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尤其是杨锦荣 现在拥有一百五十多万粉丝 影响力大大提升 不少人都蹲着庭审呢 终于等来了 第二天 周三 上午 杨锦荣早早做好了准备 带好资料 仪式感自然也不能落下 她换上专属黑色西服 系好领带 戴上金色无矿眼镜 拿好系统奖励的直播设备 抵达领海区人民法院 按照法院工作人员指示 在固定位置 摆放好直播设备 然后做到原告席上 王成武 王成文两兄弟 也被法警带进了法庭 两兄弟此时都戴着手铐 穿着黄色球服 与杨锦荣的西装 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 终于开庭了 这一天 我等了很久了